唐初遥更激动 心跳的已经杀不住了 身体的温度直线上升 再也控制不住了 楚天辰 楚天辰 在楚天辰身上一阵乱摸后 唐初遥脸红得厉害 拉着楚天辰滚进大床里 举止更加疯狂 直接就要洞房花竹叶 楚天辰陷落进唐初遥的温香软玉里 幸福得无以复加 就要彻底沉沦进去时 忽然伸手捉住了唐初遥的手 阻止他进一步动作 没错 他喜欢唐初遥 发誓要娶她的 他也知道这丫头爱住她 现在就算为了解读和唐初遥远房 事后唐初遥也不会怪她 可是毕竟他们还没澄清 唐初遥还是规格之女 她不想破坏小女孩的清白 她和唐初遥的好事 应该在亲人的祝福下 完婚后在洞房里育成 而不是在此刻被敌人陷害的情况下 想到这里 楚天臣坚定地推开唐初遥坐了起来 不要走 楚天臣 爱我 我好喜欢 嗯 臣 爱我 嗯 谁知唐初遥也跟住起身 一下抱紧了楚天臣在怀 上下棋手的疯狂所爱 此刻唐初遥彻底迷失在药效里 丧失了自我 楚天臣看得好心疼 愈发痛恨崔献宗 忍不住紧紧地抱着唐初遥自责 对不起 初遥 随后一手刀砍在了唐初遥后脖梗上 唐初遥闷哼一声 历时晕了过去 楚天臣把唐初遥放进被子里 一摸他的脸蛋 感觉烫得厉害 他连用冷水浮了几次也不见好 不行 必须立刻找大夫来 楚天臣连忙起身就走 临出门前 又回头看了一眼唐初遥 丫头 等我 刚下楼 楚天臣就被一群人目光锁定了 快看 那小白脸下来了 呸 看他衣服头发乱的 准没钱好事 光天化日的 流氓 许多之前的饭客还没走 看见楚天臣立刻声讨起来 笨 楚天臣见眉倒数 威严地扫尸过去 顿时 小客栈里凭空生出一股寒气来 那群饭客纷纷缩了缩脖子 咦 好冷 他的眼睛好可怕 没空和他们计较 找到店家打听了要局地点 楚天臣匆匆出门 才刚离开客栈 没走半里路 楚天臣就撞到一个脏兮兮的老头 准确地说 是老头不看路自己撞上来的 对不起 楚天臣道歉了就走 哎 你别走 老头却趁机伸出鹤不溜秋的手 一把扯住了楚天臣的衣服 老头子我三天没吃饭了 公子行行好 给点饭吃吧 这是一个老乞丐 对不起 老人家 我有事 楚天臣皱眉 他现在有十万伙计的事情要办 哪有空搭理他 一把推开老头就走 谁知没走两步 老头又冲上来拉住了楚天臣 不依不饶 苦苦纠缠 公子爷 你就行行好吧 遇上就是缘分哪 老头子又不要你银子 给口饭吃呗 我关你眉清目秀 天庭饱满 想必祖上也是积善之家 你可不能把善念给丢了 脏兮兮的老乞丐喋喋不休道 彭扶楚天臣不给施舍 就是大逆不道了 楚天臣好生无奈 这要是恶滚混混挡道 他早一脚踹飞了 但眼前是个老乞丐 他没办法动手 行行行 不就是施舍吗 他给就是 快速摸了两块碎银丢给了老头 楚天臣冷道 拿去吃饭吧 我真有事 别再跟住我了 说完楚天臣抬脚就走 不行不行 老头子早就说过了 不要银子 我只讨口饭吃 这银子你拿好 给口饭吃就行 不想老乞丐把银子又塞了回来 颇为清高道 还有乞丐不要银子的 楚天臣无语 他真是有些不耐烦了 拳头默默握紧了 老乞丐似乎看见楚天臣生气了 立刻满脸堆笑 伸出三个手指头道 多不要 老头子就想吃三个肉包子 公子爷 你就发发善心吧 记得行善才是立身之本嘛 老乞丐又喋喋不休 摆起大道里来 深吸口气 楚天臣左右一看 刚好前方不远处就有包子铺 便让老乞丐等住 连忙走过去买了三个肉包子回来 全部递给了老乞丐 第424章遇到神奇老乞丐 好好 多谢多谢 公子大好人呐 老乞丐一把接过 拿着包子吹了吹 就往嘴里塞 他大口吞咽 三口两口就全吞了肚肚 前后就几秒钟时间 楚天臣都看待了 这老乞丐得好几天没吃饭了 吃完了 老乞丐咋咋嘴 一脸一油味尽 哎 太香了 还是肉包子好吃啊 说着又冲楚天臣 竖起一个大拇指 嘿嘿笑道 公子 你真是大好人 多福多寿啊 楚天臣没说话 转身就走 哎哎哎 慢着慢着 老乞丐又追了上来 还有事 楚天臣见眉皱紧了 瞪着老乞丐 嘿嘿嘿嘿 老乞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又直指自己的肚皮 舔着脸道 公子爷 你好事做到底 老头子我肚子还没绑呢 好些日子没尝过烧鸡了 都不知道啥滋味了 公子爷 你去给老头子买一支银 说完 老乞丐期待地看住楚天臣 笑咪咪的 吃了包子要烧鸡 没完没了 这不是乞丐 这是故意为难他的吧 楚天臣终于失去耐心了 就算眼前是个乞丐 他也不管不顾了 瑶瑶还在客栈里受苦 他一刻也不能久呆了 便深深看了老乞丐一眼 楚天臣一把推开了 不再搭理他 抬脚就走 拳头默默握紧了 老乞丐再敢追来纠缠 那就休怪他无情了 一步两步三步 没追上来 楚天臣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 老乞丐的笑声又从后面响了起来 哎呀呵呵 家里人中毒了 寻衣问药也要讲个缘分呢 这急是急不来低 笨 这话一出 楚天臣脚步一致 忍不住回头 不可思议地看住老乞丐 后者依旧乐呵呵地看住他 老人家 你知道我要去寻衣问药 你怎知道我家里人中了毒 楚天臣不由好奇到 这老头和他素不相识 如何对他的事亮如指掌 而且从他话里听出 老头并无恶意 顿时 楚天臣就觉得老乞丐不是一般人 他的话里大有玄机 哎 老头子不但知道这些 还知道中毒的是个姑娘家 哎呦呦 这毒非比寻常啊 可不是一般人能解的了 很邪门的哀 老乞丐斜眼看着楚天笑则道 楚天臣两眼放光 心中更加惊异 这老乞丐真是神了 说的丝毫不差啊 既然如此 这老乞丐 不 神人老头很可能有泄药 或者知道泄药在哪里能寻到啊 楚天臣激动不已 赶紧走回去 拉着老乞丐急问道 老人家 那你可知是什么毒 解药可有 等会说 老头子肚子还饿住呢 老乞丐摸着肚子笑呵呵道 楚天臣一愣 连忙道 老人家等住 我这就去给你买烧鸡去 说完连忙去附近找了一家烧鸡店 没想到店家生意兴隆 竟然还要排队 楚天臣心急如焚的 好不容易排上买了烧鸡 赶紧回到老乞丐身边 双手奉上 老人家 请 哎哟 这怎么好意思 好人好人啊 老乞丐嘴里说着 一把抢过了烧鸡 赞许地看了楚天臣一眼 连忙抱着就啃了起来 呼吱呼吱地吃得非常享受 老人家 你 楚天臣几次想插口 都没机会 只好静等 哎呦呦 太美了 吃肉喝酒 人间一大乐事啊 哎 可惜没酒了 老乞丐啃完一半 又拿起腰间的酒葫芦倒酒喝 不想酒早见了底 不由叹息 楚天臣见了 连忙接过酒葫芦 匆匆离去 老乞丐看住楚天臣的背影 嘿嘿嘿嘿 不消片刻 楚天臣提着满满一葫芦酒回来 递给老乞丐 老人家给上好的女儿红 哎呀 让公子叶破 费了老头子怎么受得起 老乞丐一把接过 仰头咕咚咕咚大喝 好酒好酒 楚天臣说 老人家吃好喝好 一会儿在下还要请教老人家 猛灌了几大口 老乞丐摆摆手 好说好说 不过你得耐心等住 烧鸡还没吃完呢 天大地大 吃饭最大 这规矩你要懂 好 楚天臣点头 静静地立在一旁等待 心中祈祷住 眼前的老乞丐 能给他指点一二 足足两克钟后 老乞丐终于吃饱喝足 十分满意地打个宝格 伸个懒腰 又谢了楚天臣一遍 这才不慌不忙 公子爷 你想说什么来住 老人家 是这样 楚天臣就把唐初遥中毒后的症状如实说了一遍 然后紧张地看住老乞丐 老人家 你知道这毒如何解法吗 解药哪里能找到 谁知老乞丐一听 顿时笑呵呵摆手 一脸蔑视 区区小谷 喝足道哉 老头我一出手 必然手到擒来 要到病除 公子何用费心去寻啥解药吗 啊 楚天臣惊呆了 不敢置信地看住老乞丐 说实话 他只以为老乞丐懂点鼓毒 能为他指点一二 没想到 他竟然如此狂妄自大 宫里的御医也没这么大的口气吧 你 你真能解此毒 楚天臣难以置信道 老乞丐一听就不高兴了 他顿时拉着脸说 这可是你求我的 不相信拉倒 算了 说着起身 拍拍屁股就要走人 我相信老人家 那赶紧跟住我回客栈 楚天臣哪里会放过他 赶紧拉上就走 老乞丐被拉拽得东倒西歪 几乎到 慢点慢点 老头子刚吃饱不能跑路 一路上 楚天臣心急不已 而老乞丐却跟在后面 看似漫步惊心走住 楚天臣心里面筑疾 看住老头这副模样 又不知如何是好 他也只好走一走 停一停 等着老乞丐跟上来 老人家 我真的很急 麻烦你跟上我好不好 没有办法 他有些无奈的出口 询问道 那老乞丐 扬起他那两柳挡眼的花白的眉 看了他一眼 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好了好了 知道了 我尽量跟上你 好吧 我这不是老人家 腿脚不太方便吗 你们这些年轻人 就是心急 一点也不知道尊老爱幼 他与其破为忧怨 都抱怨了两句话 可能也确实 如他所说 腿脚不变 速度到底 还是没有快上多少 楚天臣无奈地叹了口气 任命地在前面继续走着 看到对方这悠灾模样 楚天臣差点脱口而出 老乞丐 想了想 毕竟是老人家 也不合适 老乞丐抹了磨脸 顿时白净地 如同寻常人家的老头 他颇为悠闲地 在后面跟住 可是仔细看去 他神态虽然悠闲 但速度真的不慢 他在后面一边走着 一边在身上摸来搓去的 不知在鼓道些什么 旁人瞧去 他这模样 倒像是在搓泥一般 这副样子 感觉倘若他现在 跟楚天臣说 要去洗澡 也很有可能 只不过楚天臣 恐怕钱翠 直接一剑劈了他 也不好说 就这么走着 没多大会儿 两人就回到了 唐初遥落脚的客栈 一进房间 楚天臣焦急地 来到床边 看住躺在床上的 唐初遥小脸而飞红 无意识地哼哼住 楚天臣心疼不已 他在床边坐下 将唐初遥扶起来 让他靠在自己怀里 他拈起袖子 轻轻擦去 唐初遥额上 渗出了汗珠 簇住眉 担忧地问道 老人家 你看他现在这副样子 可如何是好 那老头却摆了白手 示意楚天臣近身 他上前一步弯下腰来 仔细瞧着唐初遥的模样 莫了 他了然地点了点头 果然如此 别慌 我只有法子 说着 他那脏得有些发黑的手 在身上摸来掏去半天 瞧着这一幕 楚天臣有点震惊 有些不可置信的目光 看住他 那老头咧嘴黑黑一笑 最后 从怀中掏出个黑色丸子来 他掌心摊开 手中赫然是那颗 又黑又大药丸 递到楚天臣面前 诺 把这个给他喂下去 保证要到命出 楚天臣仔细辨认了一下 才确认老头那句话说的 不是要到命出 他紧皱着眉 面上满是隐藏不住的嫌弃之意 由于片刻 这才从那老头手上 拿过那颗黑色的药丸 不知是不是错觉 楚天臣总觉得 这莫名的黑色东西 是那老头刚刚从身上搓下来的 哦 不能想不能想 楚天臣在心里给自己暗示住 这才绷住了脸上的表情 他强忍住恶心 一只手捏着唐初遥的下巴 破他张开嘴 随后 又把那颗药丸放入他嘴中 喉口滑动 那药丸被唐初遥吞了下去 紧接住 唐初遥似乎极度不舒服 那巴掌大的小脸紧紧皱扒起来 五官似乎都要拧在一起 丫头 你怎么了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不舒服 见他这副模样 楚天臣心里意识没了底 筑疾忙慌地询问他 唐初遥紧闭着眼 眉头越皱越紧 突然 他冷不丁地吐出一口黑血来 染湿了胸前半边白色衣精 丫头 见状 楚天臣目自尽烈 他一直手不忘搂着唐初遥 另一手迅速拔出放在床头边的长剑 只见他面色森然目光阴沉 锋利的剑尖直抵老头咽喉要害 你竟然敢耍我 他语气冰冷 眼里涌起肃杀之意 彭扶下一秒就要让眼前这人伸手易出 那老头儿吓得差点跳起来 他慌忙地摆着手解释 哎呦你这小伙子 你先把剑收起来啊 第425章拜了个禅师傅 楚天臣却什么也听不见 他怀里紧紧搂着仍旧昏迷的唐初遥 抬眼怒视着老头 若是今天就不过来他 我连你一病 还没等楚天臣说完话 他突然听到一声细微的静音 紧接住怀中的人似乎恢复了意识 动了一下 楚天臣再也顾不上老头 他慌忙丢下手中的剑 赶紧去看唐初遥 丫头 你醒了吗 听得到我说话吗 丫头 唐初遥感觉头有些晕晕乎乎的 他迷迷乎乎的睁开眼 眼前熟悉又俊美的脸 渐渐从模糊到清晰 他清楚地看到楚天臣满脸的担忧 他自己也是个大夫 此时也感到身上没有什么大碍了 便安慰地笑了笑 别担心 我没事了 虽然唐初遥自己这样说 但楚天臣还是有些不放心 他又上上下下仔仔细细 将唐初遥瞧了个遍 看出他脸上的潮红渐渐退下 人也恢复了正常 他终于放下心来 松了一口气 唐初遥自然也是十分惊讶 刚刚自己严重到什么程度 自己是知道的 线下既然这么快就痊愈了 看出唐初遥终于没什么事 两人又腻歪在一起 老头无言又尴尬地站在一旁 嗨 这还有个人呢 楚天臣这才想起来老头 看出唐初遥疑惑的目光 他解释道 这是我在半路碰上的一位老人家 就是这位他救了你 说着楚天臣突然想起来 刚刚自己粗鲁的举动 他尴尬地站起身来 对住老头拜了一拜 多谢你了老人家 刚刚是我太助急了 真是对不住 唐初遥也十分感激 挣扎着还要从床上爬起来 真是太感谢您了 老人家 老头赶忙摆了白手 示意他安生躺回去 他良知捋了一把花白的长眉 开口道 也是你这女娃命大 正巧被我碰上了 你中的这种古毒不是一般的毒 他若两天之内没有找到解药 你就会必死无疑了 一听 这话 楚天臣瞳孔微章顿时心跳如雷 他心里后怕不已 幸亏 幸亏自己碰上了这位老人家 幸亏自己耐着性子买了只烧鸡给他 他简直不敢想 倘若自己当时急着去医馆 就那么挥袖而去 恐怕现在见到的就要是唐初遥的尸体了 唐初遥虚弱地依靠在床头 侧过脸来看出这神秘莫测的老头 这人绝不是普通人 绝对不会是个普通的乞丐 现在虽然看不出什么 但有一点他很肯定 这人在艺术方面的造诣定然要高于自己 唐初遥心里想着 突然 他开口道 老人家 我知晓您定然不是个普通人 或许是有原因才会如此乔装出现在这里 不过您放心 旁的您不愿意说的 我绝不会多问 只是乔您医术高明 小女子也略懂齐皇之术 不知您可愿收我为徒 唐初遥心里颇为激动 说出的话也是前不住村后不住店的 而那老头听到这话却皱了皱眉 沉默片刻 像是在思考 唐初遥感觉有戏 他面上洋装平静 看似耐心地等住老头的答复 但心里却还是颇为忐忑 他担心老头不会收他 果然 老头沉默片刻后 有些不情愿地说 老头子我游历江湖多年 现在年事已高 到底却是有收徒的想法 说着 他看了唐初遥一眼 随后有些嫌弃地摇了摇头 不过老头子我不想收你这种女娃娃 你瞧瞧你们这些女娃娃 一个个身骄体弱的 都是麻烦精 不收不收 听到自己媳妇被人嫌弃说成 麻烦精 楚天成也不前了 他脸色黑了黑 刚要开口 你 还没等他说出个所以然来 就被唐初遥一眼瞪了回去 没想到老头拒绝得这么潜脆 唐初遥一时也没想好如何是好 不过他不想放弃 心里一边琢磨措辞 咕噜 突然一阵声响 陡然滑破了寂静的空气 楚天成和唐初遥抬眼朝老头看去 老头也有些尴尬的揉了揉自己的肚子 唐初遥心中顿时有了主意 他喜笑颜开地问 想必您定然饿了吧 我这里有带一些肉钱和糕点 都是我自己做的 您若是不嫌弃的话 可以尝一尝 说着也不知他从哪拿出来几个 纸包 割住油纸都能闻到那扑鼻的香气 老头顿时哑口无言 他目光紧紧盯着那几个油纸包 下意识地吞了吞口水 老头也不再犹豫 从笑着的唐初遥手中接了过来 他坐到桌边 一手拿住肉钱 一手拿住糕点 两边开工吃得不亦乐乎 不错不错 没想到你这女娃娃 手艺还真是不错 是肉钱真香 点心也好吃 唐初遥与楚天辰两人对视一眼 唐初遥笑着说道 您若是喜欢 我随时可以再为您做一些出来 那老头咕咚灌下一杯茶水 一边嚼着肉钱 一边满意地点了点头 你这小娃娃不错 罢了 老头子我就破例收了你吧 闻言 唐初遥陡然间瞪大了双眼 神情激动不已 真的吗 太好了 说着 他又挣扎住要爬下床来拜他 老头却吓了一跳 赶忙摆手制止 别别别 你先养好身体 否则我怕你这夫君一个不留神 再把我砍了 老头虽是好意 却也忍不住在对楚天辰调侃一番 楚天辰尴尬地笑了一下 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剩下最后一个肉钱了 老头反而有些不舍地吃了 他不再像刚刚吃的狼吞虎咽 而是一点一点细嚼慢咽住 一边嚼着 他不禁常叹一声 老头子我云游四海多年 自好云仙 哪里好吃得多 我就爱往哪里走 原本我也只是懂些医术古术 走得远了 见得多了 也会了些算卦之术 唐初遥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看住正在嚼肉前的云老头 有些不可置信 天哪 他这次中毒还真是中对了 这不是捡到宝了吗 唐初遥心里暗戳戳地想着 目光灼灼地盯住云老头看 许是他的目光太过强烈 云老头感觉如芒在背 忽然一个激烈 下意识地转过头来 怎么感觉他好像一不小心 进了狼窝一样呢 云老头心里想着 百思不得其解 但咽下最后一口肉钱 他又喝了杯茶 啊 爽快 他愉悦地长叹一声 两只手在身上随便蹭了蹭 起身就往外走 那个丫头啊 你先好好协助 把身体养好了 剩下的事咱们以后再说 一见云老头要走 唐初遥眼见着就要筑记爬起来 哎老人家 等一下等一下 他心里还是有些不放心 担心云老头就此离去 找不到踪影可如何是好 他可绝对不能轻易放他走 听到动静 云老头脚步一顿 果然停了下来 转过身看唐初遥 眸光迥然 还有什么事 云老头果然是精力匪浅 他一眼就看出唐初遥在想什么 云老头有些无奈地笑了一下 开口道 你放心 我老头子这点信誉还是有的 既然答应你就绝不反悔 被戳穿心思的唐初遥 意识有些尴尬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发 解释道 那个 不是 您误会了 我是想 正纠结措辞时 他脑中突然灵光一闪 我这不是想着您在外游历 应该也没个固定的住处吧 成日里在外风餐露宿的 既然我决定要拜您为师 那哪里有徒弟将师父拒之门外的道理呢 您若是不嫌弃 便与我们一同在这客栈住下来 至于平时的吃穿住用 就不用您费心了 怎么样 听到这话 老人果然沉默片刻考虑住 这丫头说的也是 他若是住下来 岂不是天天都能吃到这样好吃的肉钱和糕点了 想到这儿 云老头抹了一把嘴角 欣然地点了点头 那好吧 接下来几日 云老头每天闲得没事 在屋里吃吃喝喝 要么就是出去转转 或者到唐初遥这儿看看恢复的情况 唐初遥身体原本就经过鲜泉水的洗涤与开发 因此身体素质强硬 没几天就完全恢复了 他恢复身体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高高兴兴地跑来云老头的房间拜师 唐初遥心里紧张不已 心脏也怦怦狂跳 他轻轻扣响了云老头的房门 进来吧 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云老头早日也算到唐初遥今日要来行拜师之礼 一早便在这儿等住他了 听到声音唐初遥深吸了口气 压下紧张的情绪 这才推门而入 将门合上 转过身来 他看到端坐在桌旁的云老头 心里似乎又没那么紧张了 他庄重而正式地双膝跪地 规规矩矩地行了三跪九寇之礼 云老头自然也是高兴 乐得合不拢嘴 末了 唐初遥从怀中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拜师礼 和投师贴文双手捧着递给云老头 师父在上 从今日起 初遥定认真向师父学习技术 对师父的教诲牢记在心 实时维护师父的威信 不做损害师父事情 师父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 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一定鼎力相助 第426章 我要恢复年轻 他这一番话说得无比真诚 云老头听得也十分舒心 他接过唐初遥手中的拜师帖 慈祥地笑着点了点头 好 老头子我就收下你了 转眼间就到了晚上 拜师之后第一顿大餐 唐初遥私来想去 还是决定自己做 他来到客栈后厨 拿了两片金叶子给了厨娘 我想进你们的厨房 用一下自己做点东西 那厨娘瞧见两片金叶子 眼睛都放光了 她是若珍宝地接过来捧在手心 芒不迭地点住头 好好好 你要用就用 想用多久都可以 又有小费拿 又不用干活 傻子才不乐意呢 厨娘心里乐坏了 毫不犹豫地揣着金叶子就出去了 将厨房里的人都清理出去之后 唐初遥挽起袖子 马里而开工 她手脚利索 不多时 各种美味佳肴摆了满满一桌 云老头原本在房间中打坐 突然间嗅到一股饭菜的香气 顿时打坐毫不心思 寻着味儿就下来了 看到这满满一大桌美味佳肴 云老头双眼弯丝月牙 高兴得不得了 好香啊 正巧唐初遥将最后一道菜摆上来 她腼腆地笑住请云老头入座 师傅 快尝尝我的手艺如何 哪里还用唐初遥喊 云老头忙不迭地就开始往嘴里塞 不错不错 厉害 她嘴里塞得鼓鼓囊囊的 说话都不清楚了 看住师傅吃得那么开心 唐初遥也感到心满意足 突然她想到了什么 朝楚天臣看去 两人对视一眼 点了点头 既然 云老头已经成为她师傅 那哪里还有隐瞒她的道理呢 师傅 你吃住 我跟你说说我来到这里的一些事情 接着 唐初遥也没有长篇大论 而是挑的些重点娓娓道来 在基本了解了前因后果 云老头放下了筷子 长叹一口气 无奈地摇了摇头 唐初遥意识有些疑惑 询问道 怎么了 师傅有话说 云老头抬头愧疚地看了她一眼 又叹了口气 其实我也不是不愿意收图 也不是没有收过图 说来惭愧 实话告诉你吧 其实我之前有过两个徒弟 听到这里 唐初遥有些许惊讶 不过也是在意料 之中 云老头闭上了眼 似是在回忆一般 我这两个小徒弟啊 一个天资聪颖 一个愚钝纯笨 天资聪颖的那的小心思多一些 不过也竟是耍些小聪明 他呀 自视清高 后面我放他出去历练 不出我意外 他果然做出了些成绩 被许多百姓尊称为神医 听到这里 唐初遥眉头身拧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这不是挺好的吗 云老头看了唐初遥一眼 苦笑一声继续道 可是从那以后 他就变得自大 再也不肯踏实的了 对我也不像往日里那般尊敬了 甚至有时候 别人要他出急诊 他是小性子不愿意去 还要我替他呢 听到这里 唐初遥的眉头锁得更紧了 什么 既然还有这样的人 于老头点了下头 亦有所指的又补充道 但是我那另一个 天生蠢笨的徒弟 却一直老实 勤勤恳恳地闷头努力 唐初遥微测了一下头 心里却有些莫名其妙 难道师父是担心他不努力 这才讲这个故事告诫他 心里这么想着 唐初遥正要张口做出保证 云老头似是看穿了他的心思 又开口道 说来惭愧 我那个天资聪慧的徒弟 你也认识 文言 唐初遥更加疑惑了 他不可置信地指住自己 反问道 我 我妈 我也认识妈 他脑子飞快运转 一个一个排除着可能性 自己本来就生活圈子小 不像楚天臣那般 认识的人也没几个 又会医术 又会古术的 就更不用说了 而且自己也只有最近这次才中过 唐初遥脑中突然灵光一闪 他有些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 时宜 您说的那个莫不是 西陵城城主崔献宗身边的那个有美人 云老头的神色变得不免得有些难看 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没错 正是他 唐初遥这才恍然大悟明白过来 为何当初云老头一眼就看穿了他所重之毒 原来真的是他 难怪他会助了他的道 感情有些道行 唐初遥小声呢难住 云老头却面露遗憾之色 哎 想当初我授予他我毕生的本领 想的是他日后能继承我的一波 玄弧即是 就死扶伤 如此 我老头子即使是哪天撒手人士也能明目了 可没想到啊 他竟然拿这个害人 也是我没教好他 气氛渐渐变得凝重起来 惹得人也没了胃口 唐初遥起身为云老头蒸了一杯酒 笑着说 不是的师父 与您没有关系 您万不要自责 是他自己意志不坚定 受不住诱惑 又能怪得了谁呢 顿了顿 他又补充道 您放心 我也定然老是勤勤恳恳地听您的话 日后继承您的一波 让您没有后顾之忧 看住唐初遥满眼的真诚 还有这满满一桌子的美味佳肴 云老头接过唐初遥手中的酒杯 笑着点了点头 好 师父相信你 桌上又恢复了一派和谐温馨的气氛 几人都吃得心满意足 散场后 云老头吃得有些太撑 宝格连连 急着出去消食 他便独自离去 唐初遥则跟住楚天成回了房间 这里的事情 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那个崔宪宗和有美人身上 都处处透着诡异 现在只有我们两人 恐怕有些麻烦 唐初遥在桌边坐下来 眉间隐隐式担忧 闻言 楚天成也觉得不无道理 的确 西陵城的情况有些棘手 不是你我二人就可以对付得了的 我这就书信一封给皇上 请求他调些兵力过来 以保万无一失 崔宪宗二人为人狡猾 必须一举将他们拿下 否则这次若是让他们跑了 日后必将后患无穷 信件送出去后 楚天成和唐初遥便安心静的 只等朝廷大军一到 立刻拿下崔宪宗那的魔头 和有美人这个蛇蝎妇人 城主府里这边 自从唐初遥被救走 崔宪宗还爱了楚天成一顿踹 他当场气炸了 立刻派兵出去追杀 最后一无所获 崔宪宗怒火中烧 又无可奈何 心情差到极点 又迁怒有美人无能 当晚都没去灵性他 这日早上 崔宪宗起得很晚 还是被女仆进门吵醒的 啊哈 打了个哈欠 崔宪宗爬起来更衣 感觉十分疲惫 彭扶昨晚没睡一般 女仆上前服侍 突然捂住嘴巴 见鬼似的看住崔宪宗 师生喊道 大人 你你 你头发白了 崔宪宗听得一愣 随即摆摆手不屑道 不就摆几根头发 明日就黑回来了 不不是全全白了 小丫鬟缩着脑袋低声道 这 话一出 崔宪宗不由一呆 眼里闪过不可置信 深深地看了小丫鬟一眼 一把推开了他走向铜镜 小丫鬟若是撒谎 他定宰了他 镜子前 崔宪宗瞪大眼睛 只看了一眼 直接惊呆了 他心中只有一问 这里面的老头是我吗 满头白发苍苍 蓬松地活像的老乞丐 还有那张脸 皱纹堆的满脸都是 这身的像刀客一般 皮肤枯燥泛黄 乍看之下 就如行将旧墓的人 没有丝毫生气 哪里还有他的半点 英俊潇洒 这是本城主 是我崔宪宗 不不 一定是做梦 一个机灵醒过神 崔宪宗全身剧烈 颤抖了一下 小心翼翼地对住 铜镜晃了一下脑袋 结果铜镜里的老头 也跟住晃了一下 崔宪宗痛苦地闭上眼睛 伸手摸住脸上的糙皮 石锤了 啊 不 这不是本城主 不是我 喷喷喷喷喷 哗啦 再次睁开眼睛 崔宪宗突然发狂 抓起铜镜狠狠摔在地上 又把梳妆台砸个稀烂 旁边的小丫鬟 吓得瑟瑟发抖 不敢作声 崔宪宗把房间里 能砸的东西都砸变了 狂怒地嘶吼住 本城主可以长生不老 怎么可能变老的 要 要完 对 有美人 发泄完了 崔宪宗反应过来 一把抓住小丫鬟 急生命令 快 你赶紧去把 有美人给本城主叫过来 立刻 马上 慢一点打断你的腿 是 大人 小丫鬟吓得连滚 带他的跑出去 找有美人了 崔宪宗这才稍稍镇定下来 只要有美人来了 给他要完吃 他一定会返老还童的 他还要长生不老 片刻后 有美人事事然来了 又怎么了 我的大人 看见崔宪宗一下老了二十岁 有美人司空见惯了一样 毫不在意 走到他身边道 美人 你终于来了 看见有美人 如同见了救命菩萨一般 崔宪宗连忙抓住他 快 快 美人 快给我要完 你看我的头发全白了 谁料 有美人只看住他勾唇冷笑 无动于衷 崔宪宗一啊 又急到 美人 要完呢 快给我呀 有美人一把推开他 让丫鬟小丝全部出去 把门带上 崔宪宗要急疯了 瞪着有美人一脸抓狂的吼 要完呢 我要要完 你快给我 我只要吃了要完 马上就能恢复年轻 第四百二十七章 天堂走路 你不走 要完没有了 没有 怎么可能没有了 你再去炼制啊 崔宪宗听的一呆 更加注疾了 看了崔宪宗一眼 有美人冷哼一声 抓来的女人 小孩都跑光了 没有鲜血提供 叫我去怎么练要完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现在我也没办法 维持你俊美的容貌 那就去再抓人啊 崔宪宗大怒道 鄙视了崔宪宗一眼 有美人失落极了 现在大家都有防备了 没那么好抓了 啊 我不要听这些 我要要完 要完 你赶紧给我弄来 这话一出 崔宪宗近乎癫狂了 没有要完了 这怎么可以 没有要完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他这一副衰老的模样 如何出去见得了人 有美人不管他如何狂怒 自己找了把椅子坐下 只冷冷开口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喷喷喷 我不管 我就要要 有美人无计可施 崔宪宗彻底绝望 他再次暴怒起来 操起一把椅子 疯狂地在房间里 乱砸起东西来 狂狼 一柜玉石被他砸烂 一人高的花瓶被砸碎 不能继续长生不老 崔宪宗陷入一片疯狂 有美人看得柳梅皱起 顿时站起来寒声道 够了 你有完没完 给我要完 不能长生不老 我这城主还有什么意思 崔宪宗两眼血红地 瞪住有美人吼道 哼 没出息的东西 冷笑一声 有美人突然一脚踹翻了崔宪宗 崔宪宗终日沈谜女色 毫无还手之力 眼睁睁看着有美人掏出绳子走过来 啊 你要干什么 崔宪宗大惊小怪 有美人不管不顾 直接把他捆了得结实 见有美人突然变脸 敢捆绑自己 崔宗大惊失色 美人 你这是做什么 我是你主人啊 我们还要一起长生不老啊 你还指望长生不老 做梦吧 美人 你不能不管我啊 我这个样子怎么能见人 你快想办法救我啊 崔宪宗哀求 啪 有美人直接给了他一巴掌 崔宪宗震惊 不可思议地看住他 就见有美人面色斗变 阴狠地瞪住他寒声 你活该 我早说了 那件女人留步的 被杀了 谁叫你贪图他的美色 被他迷惑 让他钻空子逃了 还把牢里那些女人孩子 全都救走了 你说你是不是贱 啪 啊 有美人愤愤不平道 越说越气愤难平 突然从腰间抽出一根鞭子 朝着崔宪宗狠狠抽了过去 崔宪宗一声惨叫 捂住脸震惊地看住有美人 混蛋 贱女人 你敢打本城主 啊 话未说完 有美人又是一鞭子抽过去 我打你怎么了 你还敢不服 啪啪啪 几边过去 崔宪宗宗的直打哆嗦 再也扛不住了 连忙告扰 美人手下留情 我服我服 我错了 啪啪啪 有美人恨声怨道 不是你见色起义 让那贱人有机可乘 计划怎会中断 现在要完美法炼制了 你就等死吧 我错了 我知道 错了 美人 你一定要救我 待我恢复容颜 我们再想办法炼丹 到时候荣华富贵 我一定娶你做城主夫人 崔宪宗哀求道 又是几边下去 有美人喊声 那你还听不听我的 我听 我以后都听你的 别打了 崔宪宗痛得瑟瑟发抖 咬牙苦苦哀求 有美人见了 又狠狠抽了一顿 只把崔宪宗抽得皮开肉绽 鞭子染得鲜血淋漓 这才停手 这时 崔宪宗已经彻底痛晕过去了 握紧了鞭子 有美人脸上露出几分阴沉 贱女人 你给我等住 半夜 皇帝调动的兵将终于赶到 镇北大将军 皇上命令 我等此来一切听从大将军吩咐行事 统兵将军见了楚天臣 那头便败 楚天臣连忙扶起 将军辛苦了 接着 楚天臣就把崔宪宗做多端的事迹 一份填膺的给大家说了 崔宪宗丧尽天良 早一日除掉 百姓便早一日安宁 我决定刻不容缓 现在就出发讨贼 诺 谨遵将军之命 将士们纷纷附和 楚天臣和唐初遥立刻准备 趁着夜半三更 带着大军杀向了城主府 到了城主府 楚天臣立刻命令带兵统领率军队 把城主府团团围住 不得放走一人 他和唐初遥穿上夜行衣 先潜入查探 统领得知 立刻请求 将军 你是国之助使 万不可以绅士险 还是让属下先进去吧 唐初遥开口道 里面除了崔宪宗和城主府士兵 还有一个女人 手段阴毒 擅使阴招 你去不行 楚天臣点头附和 听令行事 是 将军小心 统领直好领命 楚天臣和唐初遥来到院墙下 对视一眼 一前一后 纵身跳进了城主府 里面黑漆漆一片 我们去查看崔宪宗和尤美人所在 不能让他们跑了 唐初遥低声道 恩 小心 楚天臣点头 刚要开口 忽然城主府内灯火通明起来 大亮起来 顿时两人大吃一惊 正要藏身 就看见大院内早已坐了两个人 正是他们要找的崔宪宗和尤美人 不知为何 崔宪宗坐在轮椅上 难道他脚出毛病了 大胆贼人 竟敢擅闯城主府 好大的胆子 崔宪宗瞪着唐初遥 楚天臣 忽然立声喝倒 喝酒 大人 尤美人一身薄沙 穿住的十分清凉诱惑陪伴在崔宪宗身边 不停倒酒给崔宪宗 唐初遥和楚天臣面面相去 心中震惊又够异 难道消息走漏了 不可能的 大军刚到 他们就赶来了 再说 如果消息走漏 崔宪宗和尤美人不应该讨之夭夭的吗 如何敢留在这不走 楚天臣如何也想不通其中缘由 唐初遥不由仔细看去 这才发现崔宪宗两眼赤红的不正常 而且容貌大变 之前的崔宪宗英俊潇洒 年轻的像个青年才俊 而现在面皮憔悴起了皱褶 头发竟然全白了 俨然一副老头 短短时间内 这变化真是惊人了 稍稍思考 唐初遥立刻明白了 崔宪宗这是长期靠要玩维持容貌 被反噬了 他中了尤美人的阴招 又是鼓毒作祟 想到这里 唐初遥倒吸一口气 他深深地怀疑 崔宪宗好像被尤美人控制得更厉害了 唐初遥低声把他的猜测告诉了楚天臣 这女人竟如此厉害 楚天臣大惊 深深看了尤美人一眼 连忙把唐初遥保护在怀里 唯恐尤美人出阴招 没事 我们要当心她是鼓毒和琴声 唐初遥心中一暖 警惕地瞪着尤美人 低声道 哟 又是你这狐妹子 上次把我们大人勾得魂不守舍 差点害了相思病 现在又勾上了一个小白脸 妹子 你可真厉害 尤美人见唐初遥被楚天臣 如此呵护 顿时愤世嫉俗 开口嘲讽爆 呸 不要脸 崔宪宗跟住附和大骂 楚天臣大怒 就要开口反击 但被唐初遥阻止了 尤美人和崔宪宗已经是问中捉鳖 今晚就是他们的末日 他犯不住和这蛇仙女人计较 穿出夜行衣 鬼鬼祟祟的 包那么紧干什么 悠悠 还怕我们把你吃了 见唐初遥不接口 尤美人继续阴阳怪气地讽刺道 这个女人简直就是一个魔鬼 唐初遥不由得心下一景 眸光锁定尤美人时多了几分警惕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一切 面对唐初遥的质问 尤美人一脸淡定 眉宇间透着一股子妖魅邪气 他勾了勾眼红如血的红唇 身姿微微一侧 妩媚一笑 自然 这点事还难不倒我 我的占卜之术料事如神 无人能出其右 说着 他一脸傲娇 自信地将他那坚虚的下额抬起 屁腻傲视住眼前的唐初遥 怎么 害怕了 有美人挑衅般抬高了眉头 一脸不屑落 笑出声 唐初遥被他的动作弄得有些恶性 不由地醋了醋眉 害怕 就凭你 冷冽的气息直逼有美人而去 唐初遥眸光却转向了一旁木讷的崔献宗 你为何要对他下手 据我所知 他对你可是千一百顺 宠爱有加 哼 有美人忽然冷笑一声 眸光一根注落到一旁的崔献宗身上 眸底却生腾着一股厌恶之色 你可以别胡乱污蔑人 我一介弱智女流 如何能够威胁到一个身强体壮的大男人呢 说着他早已隐匿了眸底的嫌恶 转而换成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有意无意地朝住楚天臣抛媚眼 见状 唐初遥冷笑一声 浑身冷峻气息静走 你这个妖女 手段阴毒 就算是铁打的汉子 也经不住你的摆布 少装算了 见唐初遥不买账 一旁的楚天臣一时一脸森然 全然没把他放在眼里 有美人顿时就怒火中烧 媚态一收 副手站了起来 瞪着唐初遥 第四百二十八章徒弟变身女魔头 你们这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们偏要闯进来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说完 他一扇一毁 一股带着浓烈香味的强风席卷而来 今日他就要让他们尝尝他的厉害 飘逸的一连串动作完成后 他嘴角挂着肆意的狂笑 今天你们是逃不掉的 时时务的话就跪地求饶 兴许我心情不错 还会放你们一马 刚说完 他单眼朝着楚天臣眨了眨 食指按压在嘴唇 隔空给楚天臣抛去一击飞吻 见状 唐初遥脸色顿时黑如石墨 双手已微微钻成拳 不料 刚当他要发作之时 呆愣的崔献宗有了些许反应 他用力地揪着头发 见人 见人 他刚嘀吼两声 头顶传来一阵刺痛 整个人像被卸了全身力气一般瘫软下来 唐初遥见状 瞳孔皱缩 一双寒性般的眸子 死死盯住了崔献宗发尖闪光的遗处 举止轻浮 蛇蝎心肠 你到底对崔献宗做了什么 唐初遥一声咆哮 就朝着有美人攻击了过去 不料 他才踏出一步 有美人就亮出了手里的几根 翻着寒光的尖针 别动 我这支银针上可是下了不解的谷毒 你们要是敢妄动 我就杀了他 说着 他指尖的寒针已经抵在了崔献宗的百会学上 只要轻轻一扎下去 崔献宗立刻一命呜呼 无奈 唐初遥只得一咬牙 后退了术部 与楚天臣并肩而战 说吧 你到底想怎么样 这时 有美人忽然仰天狂笑不止 不过宫顶间 他又变得面目可憎起来 我想怎么样 可笑 如果不是他三心二意 我也不会把他变成我的实验工具 他就是活该 就当有美人说到实验工具二字的时候 原本贪卵在地的崔献宗浑身一颤 魔光瞬间清明了不少 他用尽全身力气挣扎的从轮椅上站了起来 苍白的脸也变得猙獰 你 你这个贱人 话音未落 他身体一歪 整个人顺势就倒在了地上 他面积不停地抽搐 似乎正忍受着极度的痛苦 这时 有美人挺了挺胸 魔光自上而下地俯视着地上的崔献宗 闲乌如碧履一般的目光 赤裸裸地打亮起他来 怎么 还想挣扎 说着 有美人纤细的小脚 附上来崔献宗趴在地上的手掌 随即他用力地来回年彩 中了我的鼓毒 就是大罗金仙来了 也得给我趴着 见有美人嚣张跋扈 唐初遥再难忍让 他抬脚踢起地面的碎石子 就朝着有美人的面门射去 太过分了 你竟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凌虐他人 感受到空气中的杀意 有美人顿时一把抓起地上的崔献宗 单手提起让他做了人肉盾牌 紧接住 就听到崔献宗吃痛的两声闷哼响起 随即晕倒不省人事 此时 躲在崔献宗身后的有美人 眸子抵押 斜入云并 眸底拓着一丝阴毒暗芒 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 你们还真不知道天高地厚 说完 他欠手一扬 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将崔献宗给扔到了一遍 清理了一下手掌 他侧眸阴瑟瑟地朝着唐初遥甩袖而去 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 有美人腰也的面容便在唐初遥面前越发放大 就在唐初遥惊讶之余 从有美人袖口里忽然窜出一条小金蛇出来 他舌头尖四到三角 浑身金黄鲜亮 蛇性烟红如血 一对獠牙又尖又细 里面灌满了致命的毒药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唐初遥瞬间回过神来 一个妖宫闪躲避让开来 金蛇一击没有得逞 有些狂躁不安 碧绿的眼眸也逐渐充血 变为深红 在看有美人易如金蛇 双眼赤红 獠牙外显 嘴里还发出丝丝的蛇音 唐初遥浑身一紧 立刻伸手拦住楚天臣 天臣小心 这金蛇剧毒无比 已经被那剑人控制了 果然 就在唐初遥话音刚闭 金蛇便搞抬舌头 蛇颈顿时疯狂扩张 疯狂地扭动住身子 正在寻找最合适的机会 一旁 楚天臣一时一连警惕 时时盯着金蛇的动向 一条毒蛇而已 在他眼里不足为奇 只是此时此刻 这条毒蛇的主要目标不在他 而是唐初遥 他是绝对不能让初遥 在他的眼皮底下受伤的 此时 楚天臣已经提起了十二分警惕 一双如阴笋般的毛子 死死盯住金蛇 金蛇好像被他的气势所振 有些不安地晃动着脑袋 隐隐还有些退缩的意味 就在他刚准备放弃 就听到身后 有美人嘴里嘶嘶的声音 又响了起来 这时 金蛇冰冷的眼眸顿时吃光大射 昂起头就朝着唐初遥 一个弹身跃起 唐初遥迎面就被逼得不同后退 直到推倒墙角异于 退无可退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柄寒刃出窍声响 剑锋两次闪现之后 金蛇就拦腰断成了两截 蛇身掉落在地 唐初遥一个提起的心 这才稍稍放下 不过片刻功夫 地上原本奄奄一息的金蛇 忽然丝鸣不断 随后 他的两截身子不停地在地面扭动住 却不再不知不觉地相互吸引 这畜生 竟然又合起来了 唐初遥有些不可置信地睁大了眼睛 脸上骇然之色顿显 他只知道 蚯蚓可以断了重新生长 从来没听过蛇也可以的 见到唐初遥和楚天臣精血的神情后 有美人得意地勾了勾嘴角 怎么样 这回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文言 唐初遥咬牙切齿地拧起眉头 你就是用这种方式控制的他人吧 如此霸道且伤人伤己的方式 真是令人不耻 文言 有美人不怒反笑 手长的手指微微以后 金蛇鞭逸迅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 回到有美人的衣袖内 是又怎么样 整个西陵城都将没我操控 你们还是实时误点好 归附于你等于助纣为虐 可是会遭到天前的 我们还没活够呢 唐初遥不嫌不淡地言语了一句 暗中却在给楚天臣打着手势 伺机而动 楚天臣接收到唐初遥的意思 强忍住心头的怒火 不予智慧 此时 三人僵持对质住 还是唐初遥率先开口 我劝你在没有造成杀孽之前 回头施案 闻言 有美人只是冷笑一声 谋底会暗不明 就凭你们还跟我叫嚣 说着 他腾空跃起 腰间七十二枚寒玉针 瞬间朝着唐初遥飞奔而去 此时 楚天臣全神贯注的戒备柱 金蛇去了 全然忘了有美人不仅擅长古都 也擅长暗器一类来的 眼看 七十二枚寒针必无可避 唐初遥狠狠脆了一口 阴险毒辣莫过于此 就在七十二针封住了唐初遥 一切可以脱身的方向的时候 楚天臣一声嘀吼 混着那里瞬间震落下部分 部分倒是无伤大呀 但是依旧还有为数不多的暗器 朝着唐初遥飞射而去 而且此时 有美人又趁机催动了金蛇 偷袭从地面 难道他这次真的要与命在这里了 唐初遥瞥过一眼楚天臣 眸底萦绕着一丝不舍 就在最前面的银针 即将触及到唐初遥的面门之时 却被一个木头桩子截糊了 木桩落地 整齐齐扎了一排银针 每根银针上都泛住忧虑的光芒 接触到木头的瞬间 就纷纷将木头腐蚀得面目全非 随后 地上差点被忽略的金蛇 此时也被人捏住了七寸 掉在了半空之中 显然 小金蛇都捏住了铭门 一双赤红的眼眸顿时恢复正常 手捏金蛇七寸 云老头一脸气急败坏地跺起了脚 你还是如此刚愎自用 为时教你的东西都被狗吃了 听到在熟悉不过的声音 有美人顿时大吃一惊 随即一双美眸 不可置信地朝住来人看去 是 师父 见云老头出手了 唐初遥心中大定 有美人实在太邪乎了 他还真有些搞不定 如果今晚拿不下有美人 会有更多的人命丧他手 哼 别叫我师父 受不起 只看了有美人一眼 云老头气得胡子一抖一抖 顿时冷哼一声 道 有美人面色几变 最后看住云老头苦笑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师父不认徒儿 徒儿可不敢不认师父 说着有美人眼角余光 愿读地扫了唐初遥一眼 心中暗恨 这见人何时找来了他师父 哎 看住有美人 云老头摇头一声长叹 良久 这才满脸痛惜的数落 你呀 本来是老夫门下最得意的弟子 天赋数你最高 弱走正道 老夫的关门弟子 非你莫属啊 以后 能出个女话佗 也未可知啊 可你 你心气太高 太要强了 嫉妒心太强 眼里柔不尽沙子 这是唯一者的大忌 医者 为拯救 苍生之神圣事 得不尽佛不为一 你得心有亏 不知修身 而今静走上 如此邪门歪道 猎妖丹残害百姓 简直罪孽深重 我的错 这都是我的错 没把你教好 云老头越说越气 一张老脸挥白挥白 完全没了平日的喜恶色 哼 第四百二十九章 有美人惨死 有美人突然冷笑一声 看着云老头怒了 看来 师父今日不是来看徒儿的了 老夫是来劝你 阻止你继续为恶 云老头瞪着有美人 义正此言道 好 既然师父不认徒儿 那就请你让开 不要掺和我的事 有美人恼羞成怒 更加愤恨了 他两眼危险地眯起 瞪着云老头 不客气道 什么 云老头气得胡子一翘 随即目录悲悯地 看住有美人 收手吧 徒儿 你已经残害了太多生命 罪恶深重 不要再越陷越深了 自古善恶到头终有报 不是不报 石沉未到 老夫作为你师父 不愿看着你堕落下来 再不收手 你就罪无可输 无药可救了 够了 云老头的话 有美人根本听不进去 刚才云老头若是不出手 他早就拿下唐初遥和楚天辰了 到时候西陵城还是他的 长生不老 未来可期 大好的人生就在眼前 他如何甘心认罪腹法 师父 你这是存心要和徒儿作对了 那可别怪徒儿不认你了 高纯冷笑一声 有美人握紧了手道 道理都说尽了 谁料却是对牛弹琴 顿时云老头气得不行 怒声喝 灭图 唐初遥突然看见 有美人两手的动作 顿时高度警惕 他下意识 冲云老头大喊一声 师父当心 话音刚落 就看见有美人出手了 只见有美人左手一番 一团黑雾 招云老头扑了上来 看起来十分恐怖 唐初遥心知 这黑雾非比寻常 心中大惊小怪 楚天臣也高度警惕 抽剑户在唐初遥身前 哼 雕虫小技 看为师怎么灭你 谁知云老头不慌不忙 稳如泰山般站立不动 冷哼一声 伸手快速在袖子里一掏 随手朝黑雾挥去 只见一团粉末包围了黑雾 瞬间 那团黑雾挣扎了一下 纷纷坠落在地 唐初遥和楚天臣定睛一看 顿时大吃一惊 原来黑雾是小虫子组成的 不用说 定是有美人养的蛊虫无疑了 有美人出手前 听见唐初遥 喊云老头师父 顿时愤世嫉俗 现在又看见自己的蛊虫 被师父翻手之间毁掉 顿时狂怒了 师父 我看你真是老婚了 竟然收着贱人当徒弟 怪不得来和我作对 有美人愤愤不平 哼 他比你强多了 你是在害人 他是在救人 就算唐姑娘不来 为师也不能容你 再继续为妃坐胆下去了 云老头气呼呼道 呵呵 哈哈 有美人彻底抓狂了 大笑几声 顿时花容失色 恨声道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你作恶多端 还敢对为师大不敬 今日为师定要收了你 云老头怒道 去死吧 娇和一声 有美人双手一张 立刻从他手里 飞出几条红色的蜈蚣来 云老头不屑地摇摇头 屈指一弹 只听得羞羞 几道破空声传来 那几只红色的蜈蚣 瞬间在空中被拦腰打断 下一秒纷纷坠地暴毙 就这 云老头刚不屑开口 突然就见空中 几颗火红的小圆球 朝自己飞来 顿时皱眉 正要出手 就听得砰砰两声 小圆球直接爆炸了 顿时云老头 被红色的烟雾包围了 古多 一定是古多 楚天臣大惊 连忙护着唐初遥赶紧后退 这有美人身上都是毒啊 怪不得如此猖狂 外面那些兵还真不是对手 师父快跑 唐初遥急得大喊 只可惜他刚拜云老头为师 没学到多少 对这古毒一无所知 根本帮不了云老头 好一会儿 云老头被困在雾里 一动也不动 那些红雾就像有生命一般 往他身体里钻 十分可怕 哈哈哈哈 师父 这都是你逼我的 有美人见云老头中招 顿时大松一口气 下一刻放声大笑 整个人彻底癫狂了 这 云老头完了 唐初遥和楚天臣震惊 而就在这时 哎 一声长叹 云老头完好无损地 从红雾里悠然走了出来 接着袖袍一挥 红雾历史消失了 唐初遥和楚天臣大喜过望 就知道老头不是盖的 你你你 不可能 有美人惊呆了 瞪大眼睛看住云老头 满脸的不可思议 是魂骨 真是没想到啊 我的好徒儿 真敢对为师下死守啊 云老头看住有美人 连连摇头 满脸的失望悲愤 啊 是你逼我的师父 有美人彻底崩溃 突然抽出一把匕首 刺过去 云老头出手 轻松就制服了他 然后愤怒地找来绳索 将他绑了起来 放开我 师父 你不能手肘朝外拐 我才是得意弟子 有美人疯狂挣扎起来 你还是不知悔改呀 云老头不再搭理他 掏出一颗黑色药丸 招了一个城主府兵 让他得崔县宗服下 不一会儿 崔县宗悠悠醒来 一看府内狼藉一片 连忙问怎么回事 府兵连忙 把刚才发的事一一告知 崔县宗头痛地捂住头 回忆往事一再出现 终于明白自己被 有美人设计坑害 还连累多少无辜 一瞬间 崔县宗怒火冲天 心中恨记了有美人 他上去狠狠踢了他几脚 破口大骂 贱人 我收你为妾 你竟然如此歹毒 干出这些丧尽天良的恶事来 我身为朝廷命官 岂能容你 哈哈 有美人狂笑 你你还敢笑 来人 来人 崔县宗大怒 大人 府兵赶到 去准备柴火油脂 把这妖女给我活活烧死 今日本城主要为民除害 崔县宗怒声命令 与老头眉头一皱 连忙上去阻挡 城主大人 孽徒犯下大错 理当受罚 但也是年少轻狂误入企图 还请押进衙门 一国法秉公办理吧 他实在不忍心看着油 美人被活活烧死 毕竟当过他的徒弟 没错 还是交给衙门公开审理吧 火星太残酷了 唐初遥也点头附和 这 学生伊老先生的 云老头对他有救命之恩 崔县宗不得不答应 有美人听到这里 知道自己已经无力回天了 去衙门也是难逃一死 终于想开了 彻底绝望 哈哈哈哈 一阵癫狂大笑后 有美人看出崔县宗淒厉叫喊 崔县宗 我是爱你的 原本我对你死心塌地的爱 不顾一切 什么都愿给你 可是 可你呢 你四处沾花惹草 很快就把我对你的一片情谊 抛之脑后 我恨你 一切都是你逼我的 我现在这个样子 都是你造成的 崔县宗 我一个女人能怎么办 年纪大了 当然容颜亦老 比不上二八家人 我也是嘉丽啊 为了讨你喜欢 为了保住容颜 我这才想到用古术炼制长生不老丹药 来永保青春啊 我有什么错 我这都是为了你啊 崔狼 我炼制长生不老药 就是为了和你一生一世 永不分离啊 可你呢 却伤透了我的心 啊 哈哈哈哈 妾先走一步了 崔狼 有美人大笑不止 突然闭嘴一咬舌头 顿时鲜血从他嘴里飙出 啊 不好 唐初遥和云老头 纷纷上前阻止 但已来不及了 有美人最后深情地看了崔县宗一眼 终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有美人当场自杀 崔县宗眼睁睁看着 听完他的凄惨控诉表白 顿时崩溃了 他没想到 有美人对他用情之深 到了这般地步 他是为了他 才做出那些歹毒的恶事的 啊 崔县宗痛哭流涕 一下扑在有美人身上 抱着他痛苦忏悔 我错了 爱基 都是我的错 是我害了你 是我害了你啊 该死的是我 该死的是我 崔县宗狠狠捶住自己的胸口 大哭大吼 云老头叹息连连 原来他的徒儿 竟是为了情爱 做出这些歹事来 太傻了 真叫人震撼 原来有美人 是如此狂热的多情重 他对城主也有情有意 只可惜太偏激了 和城主大人 他真是相爱相杀 这段爱情感人肺腑 只可惜连累了多少无辜百姓 可悲可叹 唐初遥也被有美人的决绝自杀 和他们的爱情故事深深震撼了 愣了好久 这才出声感慨地说 握着唐初遥的手 楚天臣也大发感慨 是啊 本来一段情 却不该害了百姓 崔县宗痛哭良久 这才起身 对楚天臣三人深深败下 多谢几位意识出手 才免得西陵城百姓继续遭受劫难 本城主也最不敢辞 现在真相大白 崔县宗羞愧难当 感觉深深地对不起有美人 跟对不住全城百姓 他都不知道以后还怎么跟百姓见面 如何面对同僚和皇帝陛下 楚天臣这时说出了他的身份 此来的目的 崔县宗更加惶恐 对楚天臣败下 大将军 沉醉该死 哎 云老头叹息一声 上前对崔县宗摇头 说起来 你也是受害者了 现在及时悔悟 重新做人 也不算晚 做错了事 不应该逃避第四百三十章 成了女英雄 一老夫看 你就继续好好地当你的城主 用你后半生来赎罪 呕心沥血 把这西陵城建设得更加繁荣 这比什么都强 我师父说得在里 唐初 妖 连忙附和 楚天臣点点头 眉眼分外深沉 我回去后 会把这里发生的一切 全部报告给皇帝 这西陵城还请崔县主好生管理 老先生教诲 崔某受教了 崔县宗谢过云老头 又冲着楚天臣和唐初遥感激不尽 淘心淘肺地说了一堆好话 最后下令明日大摆严席 宴请唐初遥三人 次日 城主府严席大摆 贵客只有唐初遥 楚天臣和云老头 因为唐初遥和崔县宗提了一嘴 他师父是馋猫 崔县宗便找来了全城的名厨献衣 看出饭桌上堆满了没吃过的韭菜 云老头差点乐疯了 吃饭前还拿出酒壶炉 先把自己灌了一壶上好的家娘 崔县宗看得呵呵笑 连忙跟大家介绍菜色 这是麻婆豆腐 酥麻酸辣 非常开口 啵啵鸡 砂锅鸡 入口爽而鲜嫩 用大枣和人参一起蒸煮 既好吃又大补 最适合云老 手抓烤乳羊 香嫩鲜美 这是九龙细猪 是用鲤鱼肉和鸡腹中的蛋黄做成 唐初遥听的嘖嘖称赞 这也太奢侈享受了 崔县宗还没说完 云老头已经动手了 先扯过一只羊腿大啃起来 边吃边赞 哎哟 这肉够嫩 不错不错 愣愣 这汽锅鸡够味 汤太鲜了 哈哈 好吃好吃 咕咚咕咚 云老头一边大吃一边喝酒 惬意极了 吃得喷喷香 末了还不忘客气一句 城主大人你有心了 知道老头子我就好这口 嘿嘿 有好吃好喝的 人生极乐啊 崔县宗冲唐初遥头去感激一眼 别忙到 理该如此 只要老先生吃得满意就好 嗯嗯 满意满意 太满意了 云老头丢下一句又大吃起来 唐初遥笑着给云老头倒酒 师父你吃慢一点 哎嘿嘿 好 瞧我这徒儿多懂事 没白收 云老头喝得醉醺醺 高兴连连 好徒弟 还有那个小楚啊 你们先别急着回去 再留下多待几天吧 老头子还没玩够呢 你们陪我一起玩吧 对 大将军和唐姑娘为西陵城立了大功 崔某要替全城百姓好好招待二位 不妨再多逗留几日如何 西陵城风俗也有可观的 与老头话音刚落 崔县宗连忙附和提议 说完 崔县宗期待地看向楚天臣 楚天臣见眉微皱 照理 他办完事就该立刻返回京城向皇帝交差 戎马生涯的他习惯了雷厉风行 不带他开口 就听唐初遥笑了 行啊 来到西陵城还没怎么玩呢 还有师傅 我还有很多艺术方面的问题 还要向你请教呢 此时云老头已经喝大了 醉醺醺的眼多眯了 听唐初遥这么说 连忙开怀大笑 胡子一翘一翘 他点头 好好 只要徒儿想学 为师无有不教之理 哎嘿 老夫门下要出女话陀了 哈哈 乖徒儿 以后出入宫廷外邦 见到每位佳酿 一定要记得孝敬为师啊 云老头还是 三句话不离本行 最后归到吃喝上 对对对 唐姑娘能得云老清传 未来一道不可想象 崔献宗附和 师傅 你喝大了 喝大了 唐初遥服额 尴尬满脸 喝喝道 哈哈 此日 崔献宗开始公开处理 妖丹一案 他先公开下了罪己文书 向全城谢罪 同时大力表彰了唐初遥和楚天臣 宣传了他们的攻击 之前他不清醒时 跟随他抓人的府兵 逐个审理处罚 趁机行恶地直接拿下下了牢狱 对于受害者 崔献宗命人送去荧物 求偿补偿 至此 西陵城暴动一案 真相大白 之前被唐初遥策反的几个兵士 因为戴罪立功 被免去责罚 愈发感激唐初遥的再造之恩 这些人四处宣扬女菩萨 唐初遥深入虎穴救人的感染事迹 使得唐初遥和楚天臣 一时间在西陵城声名雀起 整个城池的百姓都知道 西陵城来了两位大英雄 其中一位还是个善良勇敢的女菩萨 而且还长得十分俊俏 一时间 西陵城里不论大街小巷 茶馆酒馆 无一不再谈论他们的大救星 男女双雄 你不知道 你就落伍了 这两位大侠 竟然能打败那个妖女 真是大英雄 武功了得 定是虎背雄妖 阿呸 你懂什么 据说两位英雄 长得那叫一个标志 跟戏里的美人一样 七 难道你见过 我没见过 但是在城主府里的 当差的王虎见过呀 他亲口说的 这还有假 真的 那英雄长怎么样 这个 女的据说是大眼睛小鼻子 哈 你这不等于没说吗 几个乡下人 正在茶馆里大肆争论 这时一个大汉走过来 把一张画像拍在桌上 鄙视地看住那几个人道 七 你们都落伍了 这才是英雄的真实模样 我花了十个铜板买来的 我看看 我看看 唉唉 你别给我扯破了 西陵城混乱刚稳定下来 崔献宗抽不开身 便让手下带唐初遥出去游玩 但唐初遥谢绝了 拉着楚天臣一起上街去逛 来西陵城这么久 还没好好灌完街市 唉 糖葫芦 好吃的糖葫芦便宜卖了 炊饼 卖炊饼 包子 好吃的肉包子 两文钱一个便宜了 卖糕饼 不甜不要钱 刚入街上 就看见成群结队的百姓和摊贩 嘻嘻嚷嚷 窩间擦肿络络络 来来去去的 小贩叫卖的吆喝声 此起彼伏 填满唐初遥的耳朵 唐初遥左官又望了一番 不由欣然赞叹 街上好像比之前更热闹了 那是 暴动结束 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楚天臣点头附和 走到包子铺前 唐初遥看住热气腾腾的包子 吞口唾沫 忍不住搓搓手 来六个 一共多少钱 两文一个 十二文 得 您给十文就行 包子铺老板麻利的用油纸包了 唐初遥接过包子付了钱 看住旁边满座的客人 老板 你生意不错 嘿嘿 多亏了那两位大英雄的福 安定了咱西凌城 现在乡亲们老得小的都出来逛街了 生意比以前好做多了 老板脸上笑开了花 听说那两位英雄还是从京城来的 真是天上派来的救星 可不是 长得那叫一个俊纳 边上吃包子的客人 也都在热情洋溢的高谈阔论 唐初遥和楚天成拿着包子面面相去 反应过来不由会心一笑 连忙走开了 被夸得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看住百姓眼里没有了慌乱惊恐 带之以阳光热情 两人十分欣慰 大英雄 啊 真的是你啊 两人还没走一段路 忽然迎面走来一个漂亮的小姑娘 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唐初遥和楚天成一呆 就看见小女孩兴奋的两眼冒光 突然从秀里摸出一块手帕来 请您给我签个名吧 你是我最崇拜的大英雄 咱西陵城的大救星 还有 我能不能拥抱您一下 英雄 楚天成 唐初遥 这是他的粉丝啊 西陵城这么时髦前卫 No 唐初遥乐乐 忍不住看了楚天成一眼 楚天成一听到签名 顿时猛了 又听见小女孩提出要拥抱自己 这还了得 虽然她是武将 男女授受不清 还是懂的 顿时仓皇地看了唐初遥一眼 连忙咳嗽一声 扳着脸看住小女孩一整言辞 姑娘 请你自重 你崇拜我可以 但本 彼人已经有心仪之人了 不会再喜欢别的女人 说着 楚天成要看了唐初遥一眼 表明立场 真是岂有此理 街上公然想拥抱自己 太无礼了 更何况自己的女人还在身边 唐初遥十分满意楚天成的态度 但是 这只是个冲动的粉丝爱 你没必要这么直吧 唐初遥窃笑 什么 小女孩一呆 下一秒狠狠白了楚天成一眼 毫不客气地扭头 你说啥呢 你不要自作多情了 谁喜欢你了 谁要抱你啊 我崇拜的 喜欢的可是这位漂亮姿子 她是我王云一生中最敬佩的女侠 说着 小女孩不管不顾 伸手一把推开了爱事的楚天成 冲上去激动地抱住唐初遥 又跳又笑 姐姐 你的英雄事迹我都听说了 我太佩服你了 没想到你还这么漂亮 太高兴了 太符合你 妹妹心中的光辉形象了 你只身闯虎穴龙潭 太英勇无畏 聪慧无边了 你 真是女中豪杰 巾帼不让须眉 给我们女人长脸了 看谁还敢瞧不起我们 被对方抱住 唐初遥一脸以母笑 粉丝来得太突然 原来是冲她而来 第四百三十一章 化身女菩萨 好开心 她也有粉丝了 被推在一旁的楚天成 直接惊呆了 好尴尬啊 这 原来不是要她签名拥抱啊 你早说 还有 什么叫自作多情 本将军的颜值 什么时候严重下滑了 连路过的小女孩 都看不上眼了 对时 楚天成强大的内心 被严重打击到了 看住和唐初遥 紧紧拥抱的小姑娘王云 欲哭无泪 唐初遥拍拍王云的 后背 呵呵笑道 过奖了过奖了 王姑娘 没有没有 我还有好多话 想对你说 对了 你先给我签个名吧 大英雄 我要把你当做女神 一辈子向您学习 王云又举起手帕 激动请求道 唐初遥又一阵无语 被人当女神是好事 她自然美滋滋 但她想说 小女孩可可千万别学 她深入虎穴 世上没那么多幸运的事 不过想想算了 这小女孩也就是一时冲动 唐初遥找来比 在手帕上逼走龙蛇 落落大方地 签下了自己的大名 虽然是第一次 给粉丝签名 但唐初遥 手绝不带斗的 写完一看 嘿嘿 还蛮像模像样的 哈哈 太高兴了 英雄给我签名了 王云双手接过 高兴得手舞足蹈 大喜过望 楚天辰在边上看住 心中有些泛酸 大家快来看啊 大英雄在这里 忽然身边一声喊 几十个人围了上来 真是英雄啊 就是他 真俊娜 跟华李一 不 比华李还美啊 大英雄 大英雄 女菩萨 女菩萨 楚天辰 诸位诸位 楚天辰刚想开口 立刻被热情的群众挤开了 人群纷纷上前 把唐初遥团团围住 热情似火地手舞足蹈 大肆歌颂感激 女菩萨 我们家阿毛就是听了你的话 感谢归正 将功补过才被赦免下来 你真是俺的活菩萨啊 俺给你跪下道谢了 大娘 千万别这样 我们家英子能活住回来 全靠女菩萨搭救 女菩萨恩德小父不敢忘怀 女孩 真是仙子下凡 心地善良 法力无边 与菩萨长得真俊 不亏是天上下凡的 唐姑娘 我爱你 与菩萨 老生会把你画像日夜供奉 祈求佛祖保佑您长生不老 岁岁平安娶妻当娶唐姑娘 阿呸 唐姑娘是菩萨下凡 你也真敢想 嗨 我我 我这就随口一说 被唐初遥策反的府兵家属 拉着唐初遥的手感激涕零 其他乡亲 见唐初遥进长得如此俊俏 更加激动 嘖嘖不已 一传十 十传百 都说她是神仙下凡来了 不然一个姑娘家 怎么拿下妖女 太好了 我西陵城来神仙了 都说群众心里有感秤 唐初遥现在感受到了 面对百姓的热情拥护 唐初遥感动不已 心底热乎乎的 这边楚天臣 直接把群众挤出了几公尺之外 成了摆设 顿时心里瓦凉瓦凉的 简直要怀疑人生了 她心中十分无奈 难道她这颜值 在这里就这么不受欢迎了吗 她在京城可是抢手祸啊 公主郡主大小姐等等 谁不尚赶着求爱 可到这里 不说也罢 最重要的 当时营救百姓她也出力了 深入虎穴她也去了 那为何她本人站在这里 大家把她当空气呢 楚天臣简直无力吐槽 彻底无语宁焉 只能说她的女人实在太强大 太光芒万丈瓦 她堂堂大将军 只能缩着一脚 给她当陪衬背景板 终于应付完了 粉丝们依依不舍地散去 唐初遥手里被印塞满了礼物 包子 炊饼 糕点 鲜花 丝巾 糖葫芦 楚天臣走过来 满脸郁闷不解 初遥 他们怎么不认识 不感谢我 看住楚天臣难得的苦瓜脸 唐初遥差点笑出声 知道她被冷落了 感到委屈 抓起一个糕点塞进嘴里 得意洋洋道 这就叫人格魅力 不分性别老少种族 本姑娘凭实力症来的 懂 楚天臣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随即想开了 唐初遥再有魅力 还是她的女人啊 这不正说明她眼光好 运气好吗 对 魅力 我娘子有魅力 楚天臣咬了一口糕饼 感觉甜到了心里 忽然开怀疑乐 展颜笑道 唐初遥羞答答 瞬她一眼 回到客栈里 认识的客人 纷纷上来打招呼 唐初遥和楚天臣 又是一番应付 完了 客栈老板又来了 看住两人眼里放光 激动不已 两位英雄 比人真是有眼无珠 多有怠慢 你们能落他笔电 简直让笔电 蓬毙生辉啊 笔人真的烧了高香 能迎来两位大英雄 接着老板 拍着胸脯开口 两位英雄 你们来了西陵城 不如多玩几日 尽管在我这安心住下 住宿费一律全免 吃饭也不用花钱 我包了 两位想吃什么 想喝什么 只管吩咐小二 店里没有的我出去买 都给你们供应上 只希望二位住的书信满意 啊 这么好的吗 唐初遥和楚天臣面面相去 都觉得老板是不是疯了 有钱不赚还倒贴 唐初遥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 这馅饼来得太大了 他有点慌啊 不是 老板 我们有钱付账 你们不用这样 别跟我客气 千万别和我客气 大英雄 女菩萨 你们为西陵城做了件大善事 比人理该事后好 再有 你们在这里 就是笔电的活招牌呀 这生意以后指定能活 一听要付账 老板急了 连忙呵呵解释道 唐初遥一听 顿时想为老板点个赞 你妞 连蹭热度这点都想到了 银子还甩得开 是个赚大钱的料 我看好你 见客栈老板热情邀请 他们注视盛情难却 他只好无奈拖着楚天臣 就回房休息去了 那就多谢老板 我们先回房休息休息了 说完 二人便在老板热情的目光中 上了二楼 休息了不知多久 直到日头西斜 一抹暖阳射进房间 唐初遥才悠悠转醒 这时 客栈楼下的大厅 传来一阵嘻嘻嚷嚷的轰闹声 其中还夹杂住不少的欢笑声 何是这么热闹 唐初遥一脸好奇 简单整理了一下头发衣衫 伸了一个懒腰 便推开了靠近大堂的一面窗户 只见客栈大厅人声鼎沸 好不热闹 来往端茶倒水的小二都忙得不可开交 这里的生意什么时候这么好了 唐初遥颇为惊讶地嘖嘖两声 身后 楚天辰的双手 悄无声息地从她的身后 还住了她的先腰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店老板有了我们两个活招牌 自然不愁懒客了 说完 她十分暧昧地将头埋进唐初遥的后脖梗 深吸了一口气 淡淡的体香萦绕在她的鼻尖 顿时令她有些心愿意马 就在这时候 一声金木拍在木桌上 大堂顿时安静了下来 这时 客栈大厅里一位年鱼不惑之年的先生 气定神闲地坐在了棺台上 半逼住眼显得十分神秘莫测 诸位 今日我们就来说说 拯救我们西陵城百姓的那两大英雄 是如何突破重重危机潜伏进西陵城的 他话音 铿锵有力 顿时引得一阵豪情万丈的年轻人热血沸腾 好好好 掌声四起 周围人都伸长了脖子倾听者 说书先生的前言引得唐初遥也颇有兴致 他眉梢一扬 转身拉着正陶醉的楚天臣就朝大堂走去 说我们呢 走 听去 说完 他全然不顾楚天臣的意愿 拉着他就直奔大堂 寻了一个不显眼的角落坐了下来 此时 楚天臣则是一脸的不满 却又不能发火的憋屈 这丫头也太折磨人了 心中无奈 他叹了一口气后 便强迫自己将注意力集中到说书先生身上去了 棺台上 说书先生左手握着金木 右手折扇在手 来回挥舞着 十分潇洒自艺 话说 我们今天的两位主角可谓是跨过刀山火海 才成功潜伏进西陵城的 在城中多次被围困 千钧一发之际 二人使出浑身解数突破重围 随着说书先生 口若悬河的叙述 大厅内所有人的心都没紧紧掉起 每个人的脸色都十分凝重 直到讲到他们的英雄化险为夷 才稍稍放松了些 故事一波三折 引得众人的情绪一时跌宕起伏 只有墙角异域的二人 有些无语地垂下了脑袋 这也太夸张了吧 唐初遥有些心虚地压低了声音 还有一用衣袖眼珠半边面容 害怕被认了出来 当场对峙 一旁 楚天辰则显得一脸淡然 他一边往嘴里扔着花生米 一边津津有味地听住 不错不错 这故事变得有水平 闻言 唐初遥一愣 白了他一眼 将他手里的花生米碟夺了过去 这么失真的故事 你好意思听 权当娱乐 何必认真 楚天辰一脸茫然 整理了一下面前的狼藉桌面 对住唐初遥宠逆咧嘴的一笑 自从客栈说书先生 开始以两人为原型 杜撰了许多故事后 客栈的人流量暴增了好几天 直到最后 说书先生实在是钱驴技穷 才不得已消停了下来 第432章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几天之后 客栈终于是恢复到了往日的情形了 唐初遥这才放松了警戒 这几日可把他憋死了 怕一出门被认出来 围个水泄不通 终于有机会出去透透气 好好游玩一番了 当天他就拽着楚天辰出了门 西陵城的大街上繁华依旧 却多了一些三五扎堆看公事墙的人 哎 你说这有钱人家也不是样样都好啊 生病了也一样没优待 就是就是听说都寻遍了名医呢 看来是命中注定有次一劫了 两个汉子交头接耳 讨论了几句便双双摇猪头离去了 只有几个妇人围在周围嘖嘖称奇 一双双眸子盯着告示上的赏赐加传方子几字 若是我能得到方子 让我少活几年都成 得了吧 你又不会治病就别痴心妄想了 几个妇人相互严余住 推推嗓嗓的嘲笑者 骚动的人群立刻引来了唐初遥的注意 她脚尖下意识地转了方向 朝着告示墙走了过去 这都有什么稀奇事 这么多人讨论 她刚走到告示墙前 就有一位妇人拦在了她身前 雨孩 你也想要那方子 还是别想了吧 这位妇护家的夫人 得了怪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总是胡说八道 随手打骂人 性情格外急躁 多少大夫都没看好 还是放弃吧 哦 还有这事 唐初遥故作惊讶 只见那妇人一脸凝重 又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哎 可惜了那家船的方子了 那可是在广安国 风靡了几十年的 老字号咸菜方子呢 说着 妇人摇摇头 跨住刚买好的菜篮子 便离去了 这时 唐初遥才将目光 聚焦在了告示墙上的 一张悬赏令上 狂躁正马 心中有了初步的判断 唐初遥拧起眉头 磨缩了一下光洁的下落 有些意味深长地 看向了悬赏家船方子四字 看来这家船方子 在向她招手了 唐初遥嘴角微微勾起 露出一抹自信的微笑 她上前就将悬赏令 接了下来 她身后楚天辰一脸淡然 伸手揉了揉她额前的碎法 她就知道 这丫头不会安分的 二人拿着悬赏令 就朝住上面写的 府宅地址寻了过去 七玩八拐 转了好几条街 他们再停在了一座 青砖打底 红砖铺就的府宅面前 唐初遥打量了一下 这宅院的外观 满意地勾了勾嘴 看起来是个有钱的主 心情顿时大好的她 迎面就越过了门前的石狮子 来到了阶梯之上 此时 守门的是两个侍卫 他们站字散漫 眼皮子有一下没一下地翻住 眼看着两人快要睡住了 唐初遥连忙倾咳一声 拍了拍其中一人的尖头 兄弟醒醒 我们接了贵府的告示 想来试试 闻言 睡眼朦胧的侍卫顿时就来了火 十分嫌弃地将唐初遥 拍她尖头的手甩开 谁是你兄弟 别乱攀亲戚了 知道这里是贵府 就别来坑蒙拐骗了 你这样年纪轻轻的骗子 多了去了 赶紧离开 侍卫一醒来 就不由分说 一顿打骂 手中的铁枪 有意无意地戳住地面 显得极不耐烦 唐初遥被她推得 亮枪了两步 正好被身后的楚天臣 搀扶住了 你这小厮 怎么如此无礼 我们可是来为府上 妇人治病的 怎么就不能进去了 闻言 侍卫这才正眼 打亮起眼前二人来 眼前二人衣着朴素 长得倒是细皮嫩肉的 一看也没多大本事 侍卫在心里 早早地就给他们两人 扣上了一顶骗子的帽子 随后 他异常不屑地斜眼 逆着二人 行了 别在这里装了 老子多少名医没见过 都是无功而返 就凭你们这身破落药 还想进府给妇人治病 没门 说着 她 催了一口口水 狠狠地吐在了地面 口水差点溅到唐初遥身上 顿时楚天臣就冷了脸 她一把将唐初遥护在身后 你再说一次试试 她抵押着嗓音怒吼道 浑身的阴沉气息不进而走 在她的威慑之下 看门侍卫冷不防打了一个机灵 不过很快她就调整过来 她伸手吹了吹自己的胸口 胆子也大了起来 眼前这男人气势的确吓人 但是在吓人身板也只有那么单薄 她可是常年锻炼的壮汉 难不成还怕了一个小白脸 想到这里 她不禁冷吃一声 鼻孔羔羊 直接对上了楚天臣寒意森森的冰桶 小子 你找死吗 敢这么瞪老子 小心老子把你的眼珠子 挖出来喂狗 垃圾 侍卫话音刚落 就听见一声清脆的巨响声传来 接着就是侍卫的一声惨叫传来 随后 她一双眼眸不可置信地盯着眼前突然出现的女人 脑中嗡嗡直响 你 你什么你 敢羞辱我的男人 这就是下场 她话音未落 啪又是一声耳光声传来 侍卫双颊红肿不堪 鼻血横流 唐初遥一脸严峻 眉宇间怒气尽险 气势全开 尖锐的刺痛感 袭遍全身 示威这才意识到 她这是被一个女人当众甩了两耳光 当下 守门侍卫脸色黑到极点 手里的铁枪被她捏得嘎吱作响 你这个臭娘们 敢打老子 是活腻了不成 说完 她手里的铁枪一横 对住唐初遥的胸口 就猛地刺了过去 去死吧 哼 唐初遥冷哼一声 她迎着铁枪锋利的矛头就直奔了过去 就在铁枪即将刺破她胸口的时候 她一个闪身躲过 进了守门侍卫的身 接下来 她一个近身搏击 扭起守门侍卫的手臂就是一个过肩摔 守门侍卫一个猝步急防 手上的铁枪也没来得及握紧 掉落在地发出刺耳的撞击声 而她整个剑术的身体 也被唐初遥单薄的身子甩出了一道抛物线 重重地跌落在地 哎哟 侍卫惨叫一声 疼得刺牙咧嘴 没想到这小丫头片看起来单薄 却这么厉害 顿时 侍卫从地上缓缓爬起 整个人也变得警戒了许多 突然她鼻尖一热 似乎有些年 逆 她伸手到鼻尖抹了一把 手掌上立刻烟红一片 险 她竟然被一个女人打得流鼻血 还血流不止 可恶 侍卫咒骂一声 紧捏的拳头上面青筋抱起 你这个母夜叉 今天不给你点颜色 看看你都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说着 侍卫撸起衣袖 双手成拳 眼看就要朝堂出窑扑了过去 助手 突然一声呵斥声响起 大门被人打开 一个中年男子脸色铁青的行门内走出 混账东西 谁给你的狗胆 这么蛮鹤 文言 门口的侍卫太眸一看 顿时一愣 随即惊恐地捶手跪了下来 老爷 小的惊扰老爷休息 小的知错 但是是这个女人挑衅在先的 小的只是处于防备 见 侍卫还在狡辩 与老爷脸色越发黑沉 鼻翼下的胡子都被气得颤抖发抖 狗奴才 你倒是会恶人先告状 本老爷怎么没看到你说的人家姑娘挑衅在先呢 老爷 您可别背 这姑娘的外表给骗了 他说他来给夫人治病的 你看看他这年纪轻轻的能有什么本事 定是招摇撞骗的江湖骗子 老爷切莫轻信啊 侍卫 自认为苦口婆心劝谏 其料 他话音刚落 脸颊处便传来一阵脆响 接着就是火辣辣的痛 放肆 岛地你是老爷 还是我是老爷 与老爷怒不可遏 一双满是周围的眼帘 微微又些凹陷 塞帮处一跳一跳 气氛到了极点 这两耳光是让你长长记性 你这个有眼无珠 狗障人士的东西 现在就卷铺盖滚蛋吧 不要再出现在本老爷面前了 一旁 被耳光抽得又现猛圈的侍卫 瞪大 撩眼珠 惊恐木讷地点点头 小的不敢 小的不敢 求老爷饶了我这一回吧 侍卫一边哀嚎住 一边扯着玉老爷的衣角 跪地求饶 阶梯上 玉老爷覆手而立 眉头深拧 丝毫没有动容 你可知眼前这女孩是谁吗 她可是救了我们西陵城百姓的英雄 你胆敢对她不敬 就不要怪本老爷不敬人情了 我玉府容不下你这尊大佛 你赶紧走吧 说完 玉老爷将一百一车 直接越过侍卫 走到唐初遥的跟前 十分恭敬了 行了一礼 唐姑娘 真是不好意思 让你见笑了 文言 唐初遥微微一正 随即摆摆手 一笑置之 她真的这么出名吗 这么多人认识她了 玉老爷多礼了 我这次来是听说 贵府夫人生病了 所以想来看看 看能不能帮上忙 玉老爷文言一惊 面露喜色 连忙恭敬地将唐初遥迎进了屋 去 给贵客奉上好的茶水 吩咐了身边的下人 玉老爷十分有些欲言又止的模样 唐初遥见状 心头多了些思量 不知令夫人是不是有些不方便 不不不 玉老爷连忙摆手摇头 唐姑娘 你还会医术吗 剑内却是身患顽疾 已经许久了 我都快不报希望了第433章 不要脸的狐狸经 说着 玉老爷面带苦涩 眸光暗淡了许多 看来 这玉夫人这是病了许久了 心中有了初步判断 唐初摇微微醋眉 似是不愿戳痛玉老爷 声音放缓了些许 一数我略通一二 主要是针对一些疑难杂症 如果可以 我想先看看夫人的状况 说完 她警戒的观察者 玉老爷的反应 让她没想到的是 玉老爷文言面积微微抽动 阴晕着水汽的眸底 有一丝光亮闪烁 真的吗 唐姑娘真的我有办法 医治剑内吗 说着 她激动不已 恨不能立刻拉着唐初摇 就去夫人请房 直到她手伸到唐初摇手臂旁 才忽然意识到不妥 她尴尬地收回来手 别意思 差点唐突了姑娘 玉老爷将手重心 附在身后 严肃了许多 唐姑娘 我这就带你去看看剑内 还请姑娘多多费心 说完 她便率先朝住夫人的请房走去 一路上 府上人来来往往的下人 以男家定居多 偶有女子 也是长得平淡无奇 更甚者还有些丑陋不堪 唐初摇则跟在她身后 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心里有一丝奇怪 这么恢弘 偌大的迂腐 婢女竟然这么少 还真是奇怪 心下嘀咕 她们一路来到了请房门口 正巧 她们刚到 于夫人便打扮得十分艳俗地 从内饰窜了出来 她又蹦又跳 一下子就撞到了唐初摇的身上 谁呀 这么不长眼 她扭着眉头就一顿臭骂 在抬眸时 于夫人脸色立刻变了 变得异常猙獰恐怖 她一把拉住了唐初摇的手腕 好啊 哪里来的狐狸精 竟然找上门来了 说着 她尖锐的手指甲立刻亮出 朝着唐初摇的脸蛋 就薅了过去 幸得 于老爷眼疾手快 一把抱住了夫人的身子 将她禁锢在自己怀中 脸上还带着万分歉意 对不住唐姑娘 见内又犯病了 莫怪莫怪啊 不等于老爷把话说完 于夫人已经挣脱开来 她转头就跑进屋内 举起一个花瓶 就朝唐初摇狂奔而来 我砸死你这个狐狸精 长成这样 就会勾引男人 看我不打死你 于夫人嘴里的话 是越说越难听 一直护在唐初摇身旁的 楚天臣脸色也阴沉了下来 浑身散发着戾气 她一个闪身 将于夫人扔过来的花瓶放下 扔到了一旁 砰的一声 花瓶碎裂 碎片溅起 划破了唐初摇的裙板 感受到来自楚天臣的怒气 唐初摇连忙转身 拉过楚天臣 按了按她的手背 别冲动 这只是个病人 再说了 我这不也没事吗 文言 楚天臣这才渐渐收敛了怒气 只是不开心地板住脸 一言不发 于老爷见状 一脸尴尬愧疚 忙着懒了下人 快去为唐姑娘准备一套衣裳 说完 她拱起手给唐初摇 深深鞠了一躬 真的对不住 见内发病的时候难以控制 险些伤了姑娘文言 唐初摇只是淡定地摇了摇头 下一秒 她便点了御夫人的睡血 当她暂时安静下来了 这时 见御夫人失去知觉昏迷过去 御老爷顿时就有些六神无主了 这 这这 不等她说完 楚天臣冷冷地吐出一句 放心 她没事 只是睡住了 你再让她这么闹下去 肯定会出事 文言 御老爷这才放下心来 尝呼了一口气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嘟囔两句 御老爷这才将御夫人 搀扶进内室 置于床榻之上 也不知这个病 到底要折磨她到什么时候 都怪为夫 是为夫没有照顾好你 御老爷自顾自得说着 言语间满含沧桑 和一种无可奈何的无力感 唐初遥听了 只觉得心头一酸 便物资上前给御夫人把卖了 御老爷容我说句实话 您的夫人这种情况 似乎是精神上出了问题 今天突然发病 恐怕也是受到刺激了 文言 御老爷越发羞愧地埋下了头 浑浊的泪珠 沿住脸颊上的皱纹滑落下来 其实我也知道她是怎么了 媚媚只要她见到年轻貌美的女子 都会失控发病 因此 我府上的婢女都是相貌平平 就是为了防止夫人再次受刺激发病 今日姑娘一来 难免刺激到她 所以 她后面的话没说完 变化成一缕叹息声了 听到这里 唐初遥的秀美越拧越深 最后一双如韩星般的眸子 死死锁住了床上睡得正安逸的人的脸上 可是又是什么事情诱发的她这个心头结的呢 她问到这里 于老爷整个人身子一僵 面露痛苦之色 她伸手狠狠地捶了捶自己的胸口 这事都怪我 怪我啊 为防止于老爷伤心过度 伤害了自己 唐初遥连忙拦住她 于老爷你不必这样 具体讲讲怎么回事吧 我找到病因也好对症下药 听到要是可医 于老爷立刻有了希望 连忙正色起来 这件事说来话长 原本我有一个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的红粉之急 说道住 于老爷铭闭起双眼 似是回忆一些痛苦的画面 唐初遥心头安安 有一丝不安感生疼起来 但他依旧安静地在旁边倾听着 接着 等于老爷在睁开眸子的时候 眸底却多了一丝平淡了 后面因为种种原因 我们没能在一起 再后来 我遇上了我现在的夫人 我便爱上了她 说到这里 于老爷脸上难得出一片柔情 看来她是真的很爱她的夫人 唐初遥不禁有些动容 然后呢 可是 就在我们澄清的当日 我那青梅竹马找上门来了 在我们的婚礼上打闹了一场 原本这件事我说清楚了 就没事了 可是 说到这里 于老爷的声音又些哽咽住了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这才继续说道 可是来敷衍的宾客里有些口无遮拦的 调侃我夫人没有我拿青梅竹马长得貌美 打趣我与青梅竹马更般配 这些话 落入到我夫人耳朵里 从此成为了她的心结 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一直耿耿于怀 不能释然 于老爷愁眉苦脸地说住 叹息连连 这么多年了 她一直把这事藏在心里 虽然嘴上她不说 但我都知道 就为这件事 她心情一直很差 没见过笑脸 时不时就要闹一顿 三天一小吵 五天一大吵 老夫是真的有口难辩的 爱 末了 于老爷又叹息一声 楚天臣在一旁听呆了 没想到 这世上还有如此不讲道理的妇人 可想而知 这于老爷这些年活的哆嗦 多逼屈 唐初遥听得一愣一愣 不由微微咧嘴 感情这是原配小三战绩 不 更准确的 应该是原配初恋情愁怒 看来于老爷以前还是个多情重啊 不过大婚之日被对方初恋砸场 还被一群宾客挑剔比试 如此欺齿大如 难怪于夫人耿耿于怀了 对此 唐初遥表示非常同情 看住于老爷 唐初遥开口 于老爷 你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 不过说真的 这也真不能全怪夫人 毕竟她也是受害者 于老爷点头附和 痛心疾首 于还说得极是 这里面老夫有很大的责任 于老爷之后没见过那位 青梅吧 这个绝对没有 老夫避之不及啊 哪里还敢见他 与老爷连连摆手 苦住脸道 又问唐初遥 姑娘 你看可有良药 嗯 唐初遥沉吟了一会 这才开口 依于老爷所言 夫人这属于心病 我可以开一些 安神之类的药汤 给夫人调理心情 但是治标不治本 俗话说 心病还需心药医 夫人 这是被打击产生了自卑暴躁 要想治愈 必须让夫人重新建立自信 彻底忘怀 不堪往事 唐初遥斟酌用词 解释道 用现代话来说 就是自卑多疑症 其实也算是一类 心理脆弱的可怜人 于老爷认真听完唐初遥的话 皱紧眉头 仔细消化了一番 忽然眼睛一亮 看住唐初遥道 虽然我还是有些不明白 但觉得姑娘说得非常在理 既然姑娘了解 那人的病情 还请姑娘一定出手治好那人 比人感激不尽 一定重报 我既然来了 必然尽力 放心 尊夫人就交给我吧 唐初遥一口答应下来 于老爷再三感谢 表示一切都听他的 连忙吩咐下人 帮唐初遥收拾客房 私下里 楚天臣见眉微皱 担忧道 丫头 这妇人的症状有些严重啊 你真有办法医治 在他看来 这就是典型的汉服度妇啊 这也能有药制 唐初遥眨眼一笑 你就瞧好吧 这点小事 本姑娘出手 还不是手到擒来 不过 一会儿还得需要你配合一下 楚天臣笑道 行 我都听你的 在于老爷带领下 唐初遥主动来到于夫人的房间 楚天臣也跟住在一起 你 你这只狐狸精 第434章真乃一妙人 于夫人一见唐初遥 顿时又暴躁起来 整个人都有些癫狂 于老爷连忙打住 哎呦 夫人 快住口 唐初遥上前一笑 夫人 哪来的狐狸精 我是京城来的客人 来西陵城游玩的 早闻姐姐大名 今日特来拜访姐姐 你莫要哄 我 你当真不是老爷养的外事 于夫人见唐初遥说得好听 气笑了大半 但还是瞪着他疯狂猜疑 唐初遥也不恼 和和笑了 夫人说笑了 妹妹早就有了夫君 何况今日才见过于老爷 怎么会 诺 这就是我的夫君 说着 唐初遥伸手挽住了楚天臣 楚天臣更是大方地拥住了唐初遥 宣示自己的主权 于夫人这才注意到楚天臣 发现两人十分亲密 最重要的 楚天臣生得英俊潇洒 比于老爷强百倍不止 两人站在一起 不用选 任何女人都会选择楚天臣 顿时 于夫人心中大松一口气 夫人 这二位是京城贵客 千万莫要误会 于老爷也连忙解释 趁热打铁 唐初遥走上前 一把握住于夫人的手顺势坐下 趁机攀谈起来 姐姐 我听说你家原来是住 听说哪里风光秀丽 这倒过奖了 山水却是有的 姐姐 你身材真好 只是衣服有些宽大了 是吗 当然 还有这首饰和你发型不搭 不一会 两人聊得热乎起来 开始聊起女人间的事 共鸣一下来了 站在边上的于老爷和楚天臣 都看待了 尤其是于老爷 心里对唐初遥万分佩服 厉害 唐初遥偷偷伸手冲两人白白 让他们出去 两个大男人会议 悄悄退了出去 房间里 在唐初遥的寻寻善诱下 带着于夫人挑选衣裳首饰 唐初遥觉得于夫人的穿衣打扮 太呆板了 哇 夫人 这些多首饰和衣裳 都是于老爷给你买的吗 唐初遥故作惊讶道 嗯 那于老爷对你还不错 哼 别的没有 几个小钱他还是有的 换了身衣服 唐初遥又给于夫人 重新打扮得焕然一新 整个人都大变样了 原来宽松的外套 换成和衫的束腰碎花绸衣 发型更新颖 手势亮闪闪的动人 姐姐 你快看看 整个人是不是都精神了些 这衣服多和衫显身段 还有这发饰 你看满意不 唐初遥把于夫人 推到镜子前夸道 于夫人对镜自赏 觉得确实不一样啊 既然像唐初遥这般美人 都夸自己 那就是真的好看了 顿时唇角微巧 还 还好吧 还是妹妹会打扮 那是 衣服一定要和身才好 对了 姐姐 你平时睡眠是不是不太好啊 我看你皮肤有点粗糙 女人一定要爱惜自己的皮肤 除了不要熬夜外 还需要经常保养美容 唐初遥又又说道 美容 那是什么 于夫人好奇道 就是保养啊 你看我皮肤咋样 于夫人仔细一看 顿时惊讶地点头 妹妹皮肤真好 细嫩得跟婴儿一般 嘿嘿 好吧 子子也来试试 唐初遥提议 于夫人哪有不答应的道理 接着 唐初遥拿出自己的保养品 让于夫人躺好 为她做了一次深度护肤美容 半个时辰后 洗去保养液 于夫人赶紧拿起镜子看 顿时惊喜地发现 她的皮肤不仅变白了 还变细腻了 忍不住伸手摸了摸 滑腻水嫩 整个人彷扶一瞬间 年轻了几岁 于夫人激动不已 一把握住唐初遥的感激涕零 好妹妹 这护肤品真好 你带我真好 你这妹妹姐姐认下了 这些年来 姐姐从没个体几的人 能说些贴心话 姐姐心里也很苦闷 我虽然知道老爷她为人 但是 哎 于夫人感受到唐初遥的真诚 心里的委屈一下流露出来 顿时把唐初遥 当成了倾诉对象 倒出了心里淤积多年的苦水 唐初遥一再安慰 打扮后仔细一看 唐初遥发现 于夫人其实很美 鹅蛋脸 柳叶眉 眼睛乌溜溜的 发如乌云 身材尤其好 风雨饱满腰肢却鲜细 她之前的自卑 完全是不自信而已 于是 唐初遥真诚夸赞 姐姐 你五官生的端庄好看极了 等再把皮肤护理好 那就更完美了 简直是百里挑衣的美人 还有身材 我跟你说 以后那件宽松衣裳 千万不要再穿了 贤老 是吗 于夫人被夸得心花怒放 对住镜子照了右照 顿时对自己 生出几分自信了 哎 仔细一看 她确实有些姿色的 躲在窗口偷听的楚天臣 和于老爷彻底惊呆了 对唐初遥 佩服的五体投地 这 这前一秒 还是撼度无比的妇人 这就被活生生掰正了 成了温婉贤淑的贵妇人 牛 于老爷感激涕零 忍不住冲楚天臣 竖起大拇指 楚公子 你夫人能力太强了 实在太太 太叫人敬佩了 佩服 佩服 楚天臣 她也在震撼中了 这天下还有什么是 她娘子不会的 姐姐 你不要把心思 全放在于老爷身上 咱们女人也要活得精彩 洒脱 自由 老呆在府里不行 人都麻木了 得经常出去上街走走 逛逛 这样才有活力 附近有岳方吧 正好我今日来了 我陪你去乐坊 学跳跳舞 学学弹琴好不好 唐初遥最后提议道 啊 这不好吧 于夫人有些迟疑 她很少去公众场合的 何况还要跳舞 有什么不好的 姐姐 我看你就是太保守了 走 我带你去 唐初遥说完 不由分说地拉着于夫人就走 门外偷听的楚天臣和于老爷 吓得连忙跑开了 来到前厅 唐初遥大声喊来于老爷 说了他要带于夫人出去逛逛 你没有意见吧 没有没有 夫人 你只管和唐姑娘出去玩 注意安全就行 于老爷连声答应 唐初遥点头 拉着于夫人就走 楚天臣连忙跟住上去保护 于老爷看住于夫人的背影 感慨唐初遥真神人 来到附近的岳方 里面琴声鸟鸟 四竹月儿 十几个青春靓丽的少女 穿着漂亮的衣裳正在舞蹈 舞姿妖娆 婀娄多姿 台下围了很多书生公子 边喝茶边欣赏 不时有叫好声传来 俨然意识版的酒吧舞馆 其实在古代 岳方就是训练情义和舞技的 整个国家的灵人 歌姬 舞姬都出自这里 所以乐方算不得高大上的地方 但唐初遥可不管这些 看得津津有味 于夫人却尴尬得如坐针毡 十分地放不开 总觉得这是灵人的地方 过于低贱 妹妹 我们还是走吧 怎么了 这里是灵人呆的地 这些人身份卑贱 我们 姐姐 你又来了 唐初遥正色归劝 这些艺人可不卑贱 卑贱的只是人心 不然 为何皇宫贵族 还需要听他们弹琴 看他们跳舞 还有这些公子书生 为何要来这卑贱地 再说了 我们来这事 来找乐子的 又不是当灵人 姐姐 你在这学会弹琴跳舞 回去给于老爷表演 他不就更喜欢你 还需要看别的女人吗 才艺 这也是一种美 女人只有不断突破自己 才能自强自立 也才能更有魅力 于夫人被唐初遥说得动心不已 顿时所有的胆怯都消失了 终于突破自己 道 那 行 我听你的 好嘞 唐初遥一笑 连忙拉着于夫人来到后台 挑了一件漂亮紧致的花裙 给于夫人换上 立刻展现出她魔鬼的身材来 在唐初遥的怂恿鼓励下 于夫人走上了台 混进了正在训练的舞级队伍里 跟住跳起来 哦 这位大姐好身段 丰满又窈窍 端得好美 虽然比不上这些小姑娘 但是韵味十足啊 徐娘半老 风韵犹存 说得太贴切了 胡公子 这徐娘我爱了 果然 于夫人一上场 台下立刻炸了锅 众多公子书生 纷纷欢呼夸赞 虽然年纪比未出炉的歌姬大许多 但身材简直碾压了这群小歌姬 丰满的身材 在紧致的一群包裹下 虚线毕露 那叫一个窈窍风鱼 丰满又端庄 和稚嫩的小女孩 形成强烈的反差 如鹤立鸡群 夫人一时夺艳全场 观众席喝彩连连 正在跳舞的于夫人听在耳里 内心欣喜若狂 唐妹妹说得真没错 她还是很有魅力的 瞧瞧 这些如花似玉的姑娘 都被她比下去了 太鼓舞人心了 煞时间 于夫人内心的自信心爆棚 一扫以往的自卑自残 台下的唐初遥鼓掌 给于夫人投去赞许的目光 顿时 于夫人内心激荡 心情大好 忙收起窃态 大方地投入美妙的舞蹈中 自意跳转 整个人逐渐进入了状态 舞姿婆娑 一颦一笑 分外妖娆动人 好 跳得真好 这新来的徐娘 真乃一妙人 奇致 简直太 第四四百三十五章 风渝的美娘子 那群年轻的书生公子 还在矜持地拉纹 其余前来看戏看舞的老爷 和中年男子们 却是彻底被成熟 妖娆的徐夫人吸引住了 众人完全坐不住 纷纷站起来凑上去 围观喝彩 好 跳得好 妹妹端得好身段 妙 妙极了 珠缘玉润 不过如此了 舞娘真是绝艳无双啊 老兄 这位舞娘叫什么名字 哪里人是 我也不知啊 老哥 这乐方是你常来之所 岂有不知之理 嗨嗨 惭愧惭愧 看来这乐方是真不错 一人不少啊 好 又是一番喝彩连连 掌声雷动 就在这时 一个斯文的中年男子 突然跳上了舞台 吓了众人一跳 大伙正不明 所以就看见那男子手里 拿着一束鲜花 送到徐夫人面前 激动到 大姐 你长得真美 能欣赏你的舞姿 是彼人的荣幸之志 谢谢 谢谢你 徐夫人惊讶地接过鲜花 脸上飘起两朵红玉 好好 五娘身段真乃仙人之姿 随着舞台送花 现场气氛达到高潮 那些年轻的舞姬之躯 纷纷散开围在 徐夫人身边 众心捧月地把徐夫人 推上了领舞台柱子 顿时 徐夫人心跳加速 脸红而热 整个人精神大震 感觉一下子 找回了年轻时的状态 愈发洒脱了 更全心地投入舞蹈的天国里 好 妹妹跳得好 咚咚咚 老爷没时间出去买花 纷纷直接掏出银子 往台上扔 以表爱慕之情 月房老板娘出来 看见观众的疯狂 惊讶地眼里放光 和身边小厮交代了一句话 一舞终了 徐夫人弯腰向台下的观众 微微服了一下 妹妹 你跳得太好了 刚走下台准备去找唐初遥 立刻就被狂热的 五米老爷们围住了 先是一阵猛烈的夸赞 然后纷纷激动地 打听徐夫人的信息 这位大妹子 你是新来的吧 老夫从未见过你 敢问你是哪家的 妹子方明 方林几何 姐姐你常来此月方跳舞吗 下次几时再来月方献议啊 我一定捧场 还有老夫 算我一个 徐夫人一一回应 大伙的热情让他脸红心跳 没想到第一次来 就收获了这么多粉丝 实在太出乎意料了 简直振奋人心 这让他有种晕乎乎的感觉 酒不醉 人人自罪 尤其是一位漂亮书生 紧紧握住他的手 亲切地喊他姐姐 让徐夫人心都融化了 说到几时再来 徐夫人不知该怎么回答 只说有空就来 一众粉丝纷纷表示 一定等他再来 好不容易应付完了 狂热的粉丝 徐夫人定了定心神 正要去找唐初遥 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 一个月方小丝急步走了过来 拦住他恭敬地开口 这位姐姐 我们老板有请 你们老板 请我 徐夫人看住小丝惊讶道 是的 请姐姐一步 小丝恭敬地贪手引路 徐夫人有些慌 不由向不远处的唐初遥看去 唐初遥稍稍思考了一下 立刻眉开眼笑地 冲徐夫人点头 事已没事 让他放心随小影前去一趟 月方后面的厢房 徐夫人见到了老板 没想到对方是个女人 而且十分漂亮大方 一双眼睛总是笑盈盈的 哎呀妹妹来了 快快请坐 老板娘十分热情 拉着徐夫人坐到她身边 徐夫人看住对方 小心翼翼地开口 老板娘 你找我试 哥哥 当然是感谢妹妹的 老板娘快人快语 直接把桌上的一个盘子 推到徐夫人面前 笑盈盈盗 盘子里盖了一块红布 徐夫人好奇地掀开 惊讶地看了老板娘一眼 原来红布下盖的是白晃的碎银 而且还不少 得有十几两 这 徐夫人有些不明所以 哥哥哥 老板娘拉过徐夫人的手 把银子塞给她 笑道 这些都是你刚才现役的打赏分红 徐夫人愈发惊异 这还有钱拿 就听老板娘又兴奋道 好妹妹 你真是太有魅力 身段太好了 看今日的舞迷多开心呢 就你现役一场 比老娘这些丫头 跳几场的笑意都不止 而且还吸引了这么多忠实舞迷啊 好妹子 你真是天生的妙人儿 今后有空可要常来 多多表演 给姐姐的生意多捧捧场 姐姐绝对不会慢带了你 北岳方老板娘胜赞 徐夫人兴奋得不得了 万万没想到 出来游玩放松一趟 不但收获了许多静慕的粉丝 还能赚到银子 这在她以前绝对不敢想的事 不 便是现在 有几个夫人能自己赚银子 而现在 她轻易就做到了 原来她真的还有成熟女人的魅力 在同侪圈子里 还是很有市场的 一瞬间 她自信心爆棚 愈发感激唐初遥的开导 唐初遥简直是她的贵人 姐姐夸奖了 待我有空 一定来叨扰姐姐 徐夫人兴奋难易 好好好 说话算话 好妹妹 聊了一会 老板娘又问了她的家底 完全不敢置信 她竟是酷太太贵夫人 难怪养得如此风鱼妖娆 告别老板娘 找到唐初遥出了月方 徐夫人兴奋地把她的收获 和唐初遥分享了一遍 末了掏出老板娘给的银子 让唐初遥看 妹妹 你看 这是老板娘给的 她也夸姐姐跳得好 我能赚银子了 唐初遥笑了笑 握住徐夫人的手 洋装惊讶道 呀 姐姐真厉害 当时我看见了 好多男子都被姐姐迷住了 还有漂亮公子 想任你当亲姐姐 哎呀 徐夫人休得不行 唐初遥趁热打铁 继续大力鼓励道 加油哦 姐姐 我就说姐姐身段好 模样美 一准没错吧 姐姐你看 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 大家都喜欢你呢 那些花枝招展的小女孩 都被你比下去 撑你的陪衬了 妹妹看的都羡慕死了 这些唐初遥倒是实话实说 徐夫人的身段容貌确实标志 不然也不能迷倒一群老爷和公子 徐夫人听得开心的不行 拉着唐初遥兴奋道 哎呀 休死人了 好妹妹快别说了 这些还不都是你帮我的 姐姐要好好感谢你 好啊 唐初遥笑道 一边的楚天辰 之前的场景 她也亲眼看见了 服了 彻底服了 短短半天 徐夫人的改变 简直闪爆了她的眼球 此时她心里只有一句话 吴娘子真乃神人也 我饿了 妹妹 走 回府开饭 两人手拉手 开开心心地往回走去 没走几步 徐夫人突然停下了脚步 看住前面目露紧张之色 唐初遥一愣 顺着她的视线看去 只见前面走来一位年轻女子 羽人身材窈窕纤细 五官精致小巧 若不禁风的 一看就是娇滴滴的类型 唐初遥没见过 便问徐夫人 这女子 难道子子认识 徐夫人神情有些激动 整个人都有些紧张 点头低声回答 嗯 这女人就是老爷的青梅竹马 徐凤 她比我小五 六岁 就是她大闹子子的澄清大典 原来是徐夫人的初恋情人 唐初遥释然 看徐夫人紧张之色 唐初遥立刻明白 她又开始自残行贿了 顿时叹息一声 她决定出手帮她一把 不然徐夫人又要回到老样子 她的努力就白费了 没事 姐姐 我们走 唐初遥拉着徐夫人 大胆地往前走 徐凤很快就看见了 高调行走的徐夫人 呆了一下 眼里闪过一丝怨毒 连忙走过来拦住了她 哟 真是冤家路窄 听说子子最近精神不太好 老爷不是在寻大夫给你治病吗 怎么有病还出来乱跑 真是不给徐郎省心 你 徐夫人愤怒地瞪住她 最近还发福了 身材这么圆润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怀了呢 哥哥哥 伙食很好吧 就算伙食好 也不能吃那么多啊 你看你还有女人样吗 徐凤上下打量着徐夫人 心中狂肚 本来徐夫人的位置就是她的 天不长眼 让这肥婆抢了去 妮妮 我 徐夫人恼怒不堪 却又无力反驳 确实徐凤长得娇媚可人 身材又窈窕 她只要想到婚礼上宾客的讨论 心里就气炸了 哪里还能反驳伶伶牙利齿的徐凤 唐初遥也看出来了 这初恋是白莲花啊 以为她还有些委屈 现在一看 简直和后世小三一般无二 娇柔作态 无理取闹 你什么你 就你这模样 根本配不上徐郎 你这粗胸大定 天生就是当庸人见壁的祸 不像我 天生的小蛮腰 窈窕动人 哎 没办法 天生的 咋吃也不胖啊 说回身材 徐凤得意非凡 疯狂挖苦徐夫人 徐夫人简直要气晕了 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啊 这时唐初遥走上前 上下打量了徐凤 冷笑一声豪步 客气得对 徐凤小姐是吧 我不知道你哪来的勇气 敢评价徐夫人 第436章 你们这对狗男女 首先 我子子是于老爷的正经原配 你说什么 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再有 徐夫人 这身段多好 比你强百倍 这才是女人该有的身材 前秃后翘 朱元玉润 你再看看你自己 从上到下哪有女人的模样 两胸平平和男人一样 太没看点了 你这以后有了孩子 必须得请奶妈呀 不然你孩子吃不饱的 还有屁股 腰肢这么细 走路上小心点 别一阵风给你吹倒了 不是我说你 玉凤小姐 家里是不是很穷啊 瘦成这样 一定是吃不饱饭吧 那你一定要努力赚钱了 饭是一定要吃饱 不能饿肚子呀 没办法 玉凤实在太渣了 你有本事之前 就该找玉老爷算账啊 一直追着夫人攻击 算怎么回事 好好的初恋人设 生生被你闹出了 小三的模型 实在太渣了 唐初遥实在看不下去了 一通怒对 玉凤脸色一阵轻 一阵白 气得牙齿打颤 你 他粉拳紧握 两个腮帮子一鼓一鼓 活向之被激怒的河豚 唐初遥见状 冷笑一声 怎么 难道你还不服气 说完 唐初遥故意把玉妇人后腰一顶 只见玉妇人胸脯一挺 饱满风鱼 顿时 玉凤脸色铁青 眼珠子布满血丝 一跺脚就朝着唐初遥 扑了过去 你这个贱人 我要撕烂你的嘴 说着 他十根纤细的手指 亮出锋利的支架 就朝着唐初遥迎面抓来 唐初遥脸色一宁 心中冷哼 一个转身将身边的玉妇人 推到楚天臣身边站稳 接着 他一个侧身 闪到玉凤的身后 仰手就牵住了他的胳膊 一个扭转 锁到他的背后 痛 痛痛 一阵尖锐凄厉的惨叫声 从玉凤嘴里发出 他痛得面容扭曲 贱人 快点放开我 说着 他挣扎了两下 却发现肩膀 越发疼痛难忍 随即哆嗦着惨白的嘴唇 不敢动弹 哼 唐初遥压低了声音 就你这点小伎俩 功夫也注实差了点 说着 他双手向前一推 玉凤连带住 被他扔出去 数米之远 一下子趴在了地上 手掌传来与地面摩擦的刺痛 玉凤眸底一抹阴狠 一闪而过 下一秒 他的眼眶便蓄满了泪水 整个尖头也是一颤一颤的 在转过身时 他一脸梨花带雨 楚楚可怜 羽孩你有所不知 这些都是玉妇人的心机 他心眼坏 总是找人来欺凌小女子 所以小女子看到他 就不免心中不愤 说着 玉凤一边抹着眼泪 一边暗中观察着 唐初遥的面色变化 文言 唐初遥果然面色不悦 眉头紧锁 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是吗 玉凤见状 心中一喜 眉宇间越发委屈了 姑娘 希望你不要被 玉妇人蒙了心智 助纣为虐 助纣为虐 唐初遥冷吃 既然还有这么 不要脸的人 前一秒还是 得意洋洋的小三模样 下一秒就成白莲花了 心中不屑 唐初遥直接屈膝 蹲在身子 逼近玉凤 别装了 你心里再想什么 我再清楚不过了 文言 玉凤一咬牙 眸光愿毒地盯着唐初遥 你和那黄脸婆 到底什么关系 如今她都快成气腹了 你帮助她有什么好处 不如不来帮我 等我成了玉妇人后 少不了你的好处 玉凤 一边拉拢唐初遥 眸光一边四下打量 现在这情况明显对她不利 万一不行 她也得安全脱身才行 就在这时 她余光撇向了不远处 一抹熟悉的身影 是玉老爷 这下 玉凤嘴角越发羔羊 为了掩人耳目 她故意把头捶得更低了 身体也越颤抖得厉害 她忍住破皮的手掌 洋装艰难地一步步 爬向玉妇人的脚边 玉妇人 您真的误会我和玉老爷了 求求您放过我吧 她一边啃求助 一边将破皮的手 伸向玉妇人的白色绣花鞋 用力地一掐 玉妇人赤痛 紧锁的眉头 透出一股说不出的厌恶 她抬脚就一踢开玉凤 不料 她脚刚抬起 就被不远处赶来的玉老爷 一把推开 踉跄两步 险些跌倒 你干嘛 说完 她立刻将匍匐在地的玉凤 搀扶起身 在桥间玉凤双手 被磨破皮红肿不堪时 牟底闪过一抹心疼 怎么样 没事吧 文言 玉凤顺势就依偎进玉老爷的怀中 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摇住头 没事 都怪我不好 冲撞了夫人 这时 玉老爷这才把注意力 转到玉夫人身上 见她咬住唇一言不发 心头有些后悔 夫人 我 她语气缓和了不少 甚至有些自责 伸手想去搀扶玉夫人 却见玉夫人猛地后退两步 眸光也染上了一层悲伤 你 你又要为了她伤害我 此时 玉老爷面露难色 郑玉奇耻 身边的玉凤却突然身子一软 导向玉老爷 你别怪玉夫人了 是玉凤不好 玉凤不应该出现在夫人面前 惹她不痛快 说着 玉凤抽烟两下 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往下掉 人也一些做事要晕绝的模样 玉老爷健壮 有些瘀心不忍 也不顾得玉夫人此时委屈的神情了 连忙将玉凤揽在怀中 生怕她晕了过去 玉凤 你没事吧 揽着身形消瘦的玉凤 玉老爷紧张不已 此时 一旁的玉夫人健壮 已经双眼泛红 指甲紧紧地攥着手心 她极力地控制着情绪 但瑟瑟发抖的肩头已经出卖了她 唐初遥忙住按住她的手背 将她护在身后 直面对上玉老爷 玉老爷 是你让我帮你治疗令夫人的 如果你再执意刺激她 就是我无能为力了 为言 玉老爷看了眼 怀中虚弱不堪的玉凤 又瞥了一眼面前 愤怒不已的夫人 面露痛苦之色 玉凤也是无心的 我 她话音未落 唐初遥冷笑住打断了 既然玉老爷心细你这个青梅竹马 如此的纠缠不清 倒不如直接将她取来做小妾 这 如何能行 玉老爷脸色一僵 整个变得有些愤怒 她如今已经有了夫人再娶 岂不是有福于夫人 何况 玉凤清清白白 也不能给人家作妾啊 唐初遥见玉老爷还有些良知 面色才稍稍缓和 玉老爷既然知道不可 那为什么还要与这位玉凤姑娘纠缠不清 这样你如何对得起玉妇人 玉老爷被她一顿训说 心头不免有些气愤 我与玉凤之间清清白白 什么也没有 我无愧于心 玉老爷说得义正言辞 玉妇人却满脸痛苦 抱着头不停地摇住 一旁的玉凤健壮 不由地冷笑连连 转面又装作弱不经风地靠着玉老爷 老爷 你是不是嫌弃玉凤啊 玉家如今也是富甲一方 若是他能成功地嫁进玉府 就算屈居为妾有一什么关系 总有一天玉妇人的位子 还是他的囊中之物 闻言 玉老爷一正 十分不解地看向玉凤 玉凤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那老爷为何不愿难玉凤为妾 只要能跟住你 玉凤什么名分都可以不要的 玉凤说得言辞恳切 一双大眼睛无辜地眨住 里面好泛住泪花 这时 就看到玉老爷 从怀中掏出一个灰色格子手帕 轻轻地帮玉凤擦拭着眼泪 玉凤 我们之间已经成为了过去 你应该去找一个比我更好的 不料 玉凤却是紧咬红唇 不停地摇头 你就是最好的 玉凤不想再找别人 这一幕看在玉夫人眼里格外讽刺 他再也忍受不住的尖叫出声 你们这对狗男女 还说清白 骗鬼呢 你就是被这只狐狸精迷了眼 玉妇人嘴唇死死咬住 血丝从嘴角缓缓一出 双眼赤红 眼看就要失去理智了 唐初遥心头一紧 坏了 他连忙给楚天辰使了眼色 二人会议一同按住了 玉妇人的肩膀 果然 就见玉妇人脸色骤变 双眼瞳孔已经变得空洞 朝住玉凤呲牙咧嘴 一阵怪叫 唐初遥一手托住她 一手从腰间摸出银针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 扎进了玉妇人的百慧穴和齿则穴 不过瞬间功夫 玉妇人就安静了下来 她身子瘫软地靠在唐初遥的怀中 好一会才缓过神来 这时 玉老爷胶着的目光 这才安定下来 她连忙握住了玉妇人的手 妇人 多数为夫不好 只是玉凤孤身一人 住室可怜 如今日子过得不太好 我只是想帮帮她而已 文言 待玉妇人再次醒来的时候 目光 也清明了不少 只是泪光连连 你想那切就那吧 你们自己过去吧 她似是已经心灰意冷了 嘴里吐出的话语 也变得异常冰冷 她不住痕迹地将手 从玉老爷的掌心抽了回来 脸声别了过去 不再看向玉老爷 感觉到手心一空 玉老爷心头百感焦急 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 玉妇人的身后 传开一阵急切的脚步声 第437章穿旗袍前突后翘 姐姐等等 唐初遥下意识地回眸看去 却看到一名年轻的男子 拿着一件披风追了出来 她记得这名男子 就是在玉妇人表演时 上台送花的那位 只见 眼前的男子年轻俊王 言语间颇有些如实风范 一路小跑追来 她有些气息不稳 起伏得胸膛出 一件大红色披风格外耀眼 她脸颊有些微红 似是害羞一般 不敢直视夫人 姐姐 外面风大 你带见披风吧 以免助量 说着 她将披风一把塞到了 玉妇人的手心 露出一抹温润如玉般的浅笑 年轻男子突然闯入 让玉妇人有些莫名其妙 结果披风的同时 她心头竟然泛起一抹满意 原来目光之外 她的世界并不只有老爷 就在她吃愣的片刻 手里的披风 猛地被于老爷扯走 她面色不悦地 瞪住面前的年轻男子 嘴角的胡子一抖一抖 你是什么人 威妍 青年男子微微一愣 随即十分礼貌地拱手工作了一一 小生不过是仰慕令夫人才华 这才追出来一表轻慕之情 轻慕 玉老爷已然气不打意出来 他一把将披风扔在地上 用脚狠狠踩粘住 本老爷的夫人也是你能轻慕的吗 为言 青年男子微微醋眉 瞥了一眼玉老爷 神情颇为不屑 姐姐 你就嫁给这样一个男人吗 真是委屈姐姐了 玉妇人脸色一红 委屈瞬间爬满心头 赌气道 多谢公子好意了 说着 玉妇人故意从地上将披风拾起 束手弹去来上面沾染的尘土 玉老爷见状 一把扯过玉夫人护在身前 夫人 你平日不是这样的 如今是怎么了 居然和别的男子勾勾搭搭 是当本老爷死了吗 说着说着 玉老爷的语气有些不善 钳住玉夫人手腕 上的力道出卖了他此时的心情 玉夫人吃痛 奋力挣脱了玉老爷的手 一脸倔强 老爷说 我与别的男子勾勾搭搭 你自己呢 玉夫人质问一句后 眸光下意识地落到一旁的玉凤身上 一脸失望透顶 闻言 玉老爷一正 他脸颊一燥 突然不知道如何开口 整个人僵在原地 只是嘴角的胡须 没来由地扯动两下 这 这如何能相提并论 这如何不能相提并论 没来由地 唐初遥冷声怒对了回去 他也顾不上大庭广众之下 直接上前将玉夫人护住 一把推开玉老爷 玉老爷 你这是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呢 你可以和玉凤没来眼去 就不许玉夫人鲜花盛开 蝴蝶自来吗 你 玉老爷惊恐地瞪大了眼珠 不知道如何反驳 岂有此理 自古以来 三纲五常 男人三妻四妾 再细松平常罢了 这回倒好了 全乱套了 玉老爷被唐初遥 一阵冷嘲热讽 弄得脸红脖子粗的 他脑子一热 伸手拉住玉夫人 玉强行将他带走 他算是看错人了 还以为真能为夫人治病 没想到竟是个狂妄之徒 不等他转身 唐初遥一个剑步 将玉老爷的手弹开 玉老爷 你想带走玉夫人 是不是要问玉夫人 愿不愿意 说完 他也不等于老爷什么反应 转而放柔了声音 玉夫人 你现在想跟住老爷回去吗 闻言 玉夫人轻咬薄唇 泛红的眼眶再度湿润 他用力地摇了摇头 不 我不想回去 那好 不想回去 咱们就不回去 说完 他拉着玉夫人 转身就大步离开了 被晾在原地的玉老爷 大害失色 郑玉追上前去 却被楚天臣一个肃杀的回眸 给睁住了脚步 无奈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住 玉夫人一行人 渐渐消失在了他的视野之中 人群消散后 路上只剩下了太野玉凤 玉凤依旧壮死孱弱地 依靠着玉老爷 眸光却落在远去人的背影上 跟他斗 没几个有好下场的 他眼底闪过一缕刺盲 很快年被遮住了 老爷 玉凤真不知道 玉夫人有了老爷 怎么还会出去招风影蝶呢 真是煞费了老爷的一片苦心呢 玉凤故意将刚刚青年男子 和玉夫人的关系 说得扑索迷离 言语间意犹所指 闻言 玉老爷果然就气不打意出来 他狠狠一跺脚别过头去 哼 冷哼一声后 他便将全部的注意力 拉到了玉凤身上 对了 玉凤 你今天怎么会在这里呢 闻言 玉凤小巧的脸上 露出一个伤心的表情 老爷有所不知 自从我丈夫离我而去后 我一个寡妇 日子越来越难过 这不 今日家中实在五米下锅 才出门补给的 五米下锅 玉老爷一惊 复杂的魔光中 笼罩了一层心疼 哎 难为你了 以后有什么需要 可以尽管跟我提 玉凤一听 心中大喜 嘴上却依旧十分客套 这怎么能行 这样一来 夫人又该要误会了 误会 玉老爷眉头一扬 赌气般冷冷到 误会什么 我们清清白白 怕什么误会 可是毕竟我们年少时的感情 真实存在过啊 夫人还是会介意的 玉凤三两句话 离不开玉夫人 弄得玉老爷心头的一阵烦躁 介意什么 要不是我们之间无疾而终 说不定现在根本就不是这样啊 见离间玉老爷和玉夫人的计策 进行得不错 玉凤这才满意地勾了勾勃唇 哎 只怪我们有缘无分啊 感叹一句后 他故作忧伤地掩面而泣 玉老爷见状 有些愧疚又有些心疼 伸手揽过玉凤的肩膀 轻轻安抚起来 好了 都过去了 另一边 唐初遥带着玉夫人离开后 便找了一个就近的客栈 安置了下来 玉夫人 今天的情况发生的突然 让你情绪失控了 但是不好记住 以后绝不可像以前那般发疯找事 不然你只会把玉老爷 推得越来越远 闻言 玉夫人似是被刺痛伤口般 轻颤了一下 泪水止不住的就决堤了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她和那个女人 我快要崩溃了 说着 玉夫人双手拉着头发 不停地扯住 唐初遥见状 一把按住玉夫人 轻抚住她的背 给她最温暖的怀抱 玉夫人 如果你真的想赢回玉老爷 那么接下来的 你就得听我的 老爷还能回到我身边吗 玉夫人有些 没信心地自言自语道 当然能 唐初遥一脸信誓旦旦 但是你必须要自己 过自己的生活 只有这样 玉老爷才会被你吸引 而回心转意的 自己过自己 的生活 玉夫人有些 时间竟然暂时忘却了悲伤 面对唐初遥坚定的眼神 她也像是受到鼓舞一般咬了咬牙 好 就过自己的生活 回到玉府后 唐初遥变成了玉夫人的座上宾 这日 他们一同去库房 寻来一些上品花色的布料 布料颜色鲜艳 精致繁复 一看就不是普通布行的东西 果然 玉夫人拿过布料爱不释手 这都是精品赎紧 是我的嫁妆 文言 唐初遥潜笑柱拿过布料 放在玉夫人风雨匀衬的身上 笔画起来 这么好的东西 可别压箱底埋没了 我帮你设计一款新式衣服 让你焕然一新 新式衣服 莫名的玉夫人有些好奇 连连点头 好呀 劳烦姑娘了 唐初遥取了玉夫人的尺寸 然后将一件裹身旗袍的样式 简单化成了稿子 她在上面标注了各部分的长短尺寸后 便由玉夫人的贴身丫鬟 拿到附近最好的裁缝铺子去了 这日 天朗气清 唐初遥寻思着去去做好的衣服 见玉夫人也闷了几天 便拉着她一同出了门 玉夫人该多出来走走 让自己忙碌起来 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才好 喜欢的事情 玉夫人不由地想起那日去乐方的场景 不由地脸颊微红 见状 唐初遥瞬间了然 故意调侃道 我见玉夫人长袖善舞 便挺好的 这下 玉夫人越发害羞 竟然露出了小女人般的娇羞模样 称怪地瞪了唐初遥一眼 一路他们有说有笑来到了裁缝铺子 玉夫人脸上的阴郁之色一扫而空 眉眼间神色异异 铺子的掌柜早已等候多时 见唐初遥搀扶着玉夫人出现在店门口时 惊喜不已 夫人终于来了 您的衣裳已经做好了 说着 她十分珍惜地将一件修身的旗袍 拿到玉夫人面前 玉夫人见状 眸光一亮 这衣裳好生别致 是如何穿的呢 文言 唐初遥脖唇微微扬起 结果旗袍 将她领口到身侧的一条盘扣 展示给玉夫人看 夫人不如一事 我来给你细细讲解 好 玉夫人略显兴奋 随着唐初遥便一同取了十一间 等她穿戴好走出来的那一刻 店掌柜惊得张大了嘴巴 只见这件衣服 把玉夫人的前途后翘的身材 修饰得刚刚好 光只是看住都能聊不人的心弦 第四百三十八章 你就像二八少女 好一会 店掌柜才回过神来 夫人 冒昧地问一句 这件衣裳是何人设计 简直太巧夺天工了 竟能将人的体态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闻言 玉夫人脸颊一红 有些不好意思地扭捏两下 唐初遥则一脸笑音音地挽过玉夫人的手臂 给她竖起一个大拇指 夫人你真的很美 自信点 最近多何年轻男人来往 证明自己有魅力 多何年轻男人来往 玉夫人瞪大了眼珠 这样的事情 她以前从来没想过 别说她已嫁做人妇 就算是带自归中 也是万万不可的呀 看出玉夫人的顾虑 唐初遥拍了拍她的手臂 放心 只是君子之交罢了 只有这样 才能让夫人找回自信 听她这么一说 玉夫人这才放下心来 眸光再次落到身上的旗袍上 脸颊不由地染上一抹流彩 真的很美 娶了衣裳 唐初遥便带着玉夫人 轻车熟路地来到了岳方 岳方老板娘一见她们 顿时笑得合不拢嘴 连忙迎了出来 雨孩这身警断 真是明念动人啊 被老板娘这么一扎唬 岳方里的众人 顿时都把目光聚焦了过来 宫寝间 惊叹声 赞赏声不绝于耳 一开始 玉夫人还有些不好意思 显得拘谨不已 夫人 放轻松 你本来就很美 唐初遥小声在 玉夫人身后鼓励她 文言 玉夫人深吸一口气 缓解了一下紧张的情绪 这才搞台下恶 像一只高贵的天鹅 走向了舞台中央 她要证明 她是有魅力的 接下来的几天 唐初遥 伴着她经常出入岳方 玉夫人的气色 越发红润起来 整个人精神绝朔 玉夫 玉夫人穿着 紧身女母丹旗袍 正在描眉画眼 你你你 你看你还像个夫人模样吗 看住花枝招展的玉夫人 玉老爷也火中烧 顿时失了气度 瞪着她怒声指责 妾身怎么了 玉夫人不服道 见妇人敢还嘴 玉老爷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 我玉夫虽不是豪门贵胄 但也是高门大户 你既嫁入玉夫 就该遵守礼数 夫唱夫随 可你看看你现在 成什么样子了 之前你无理取闹 我都容你 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你已经开始不守规矩 不守父德了 古人云 为妇人者 理应在家从父 出嫁从父 一门不出 二门不卖 此为大德也 玉老爷一番大道理 侃侃而谈 越说越轻 玉夫人微微动容 但想到唐初遥的教导 便闭口不言 不予理睬 可是你呢 玉老爷痛心疾首 愤然道 看你心情不佳 我让你出去逛逛 谁知你一去就 就堕落了 初入岳方和歌姬林人 私混在一起不说 现在还和外面男人 来网勾打 他们还送朱差于你带 这 这简直是由辱门风 道德败坏 放荡无礼 夫人 你从前不是这样的 如何变成现在这样了 家门不幸 家门不幸啊 长此以往下去 我与府门风 要被你当尽了 你若还知道廉耻 以后不准再出去油灌狐围 好好待府里 首付道 吃好家 你可能做到 言辞痛责一番后 玉老爷冷声道 此时他深深怀疑 当初让唐初遥给他夫人治病 是不是错了 如今夫人不再促读他的旧恋情人 却性情大变 居然在外面沾花惹草 大有红杏出墙的苗头啊 这怎么可以 他必须立刻阻止这顶绿帽 玉夫人听完 不知该如何回答 若此时服软 玉老爷难保不会和玉凤 藕断丝连 旧情复然 哟 玉老爷好大的火气 正左右为难 就听见一道冷声响起 玉夫人转身 惊喜地看见唐初遥走了进来 顿时大喜 刚要开口就见唐初遥冲他打眼色 便连忙闭口 玉老爷看住唐初遥 顿时眉头一皱 不知该从何说起 唐姑娘 你 原来唐初遥刚巧路过 正好听见玉老爷的训斥 顿时心中冷笑 这玉老爷还真是双镖狗 便看住玉老爷 唐初遥淡淡道 我刚听见你在说 夫人不该出去交朋友 那玉老爷 你和玉凤姑娘 又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 就许你和旧恋死灰复燃 姐姐他出去认识 两个男人就不行 只许周关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玉老爷 你知书达理 就是这么学的 子子出去游玩 我都跟住的 他认识交往的 都是五谜歌迷 交谈的都是五月 游里有节 他何曾电污过 于家门风 你去外面打听 谁不夸姐姐 温婉贤淑 倒是你 玉老爷 你既然和子子成了家 就不该出去 沾花惹草 更何况玉凤 还是你的青梅竹马 更应该避嫌断绝来往 你却藕断丝连 纠缠不清 哼 几只不正 何以训人 子子还没找你算账 你倒倒打一耙了 对于老爷这种暖渣 唐初遥从心底鄙视 当场毫不客气地 把他狠狠熟络了一顿 唐姑娘 我这 玉老爷被对 顿时哑口无言 仓皇失措 边上 玉夫人听得心底大爽 感觉狠狠出了一口恶气 看出玉老爷无言以对 玉夫人心念转动 忽然开口 笑颜如花道 妹妹说得极是 老爷 切身出去逛街 不过是和几个朋友罢了 这怎么和聊聊天门风扯上关系了 莫非别家夫人一辈子都不出门几趟 这话一出 顿时把玉老爷气得够呛 唐初遥教训他 他没觉得什么 反正唐初遥是客人 早晚得离开 现在不得了了啊 自己夫人都敢顶嘴了 可想而知 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了 唐初遥冲于夫人偷偷竖起大拇指 以字表扬 哎 唐初遥是自己请的 这算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玉老爷暗暗叫苦 现在说什么也来不及了 看看玉夫人 玉老爷发现他越来越美艳了 脸盘端正 五官标致 皮肤十分白皙动人 身材更是 怪不得出门一趟 引来许多狂风浪蝶 他夫人 原也是耐看的风雨美人 回过神来 玉老爷顿时清醒 安安告诉自己 自己的郡老婆 绝不能让外人拐跑了 不然到时候 哭都没得哭了 猛地一咬牙 玉老爷放下身段 看住自己的老婆 坚定开口 行 夫人 我错了 我发誓 从今以后再不去 李玉凤了 我一身作则 绝不沾花惹草 惹人闲话 惹夫人生气 只求夫人以后 不要经常去外面逛荡了 行不 他和玉凤已成过去 玉断难续 现在的夫人 可千万别 红杏出墙了 如此 他真要一笑大方了 见玉老爷妥协服软 唐初遥和玉夫人 对视一眼 惠心一笑 玉夫人趁热打铁道 只要老爷行得正 妾子不会不堪 府里过得舒心 我还去外面散什么心 妇人说的是 我以后一定注意 让 妇人安心舒心 玉老爷见妇人开口 连忙应道 玉夫人心底大乐 眉开眼界笑 眼珠子一转 娇声道 不知怎的 我嘴有些馋了 想吃猪蹄汤了 老爷 你从前给妾顿的猪蹄汤 味道好极了 你现在有空顿吗 要是没空 我和妹妹出去吃了 说着 玉夫人撒娇的给了玉老爷一记魅眼 玉老爷差点被老婆的魅眼颠翻了 澄清以来 玉夫人总是疑神疑鬼 哪里给过好脸色 现在竟然会撒娇了 这妹眼太动人了 玉老爷兴奋不已 感觉到了夫妻间的乐趣 原来如此疏爽 一瞬间火气全消了 连忙点头如捣蒜 有空有空 夫人想吃猪蹄汤 我这就去做 这就去 说完 玉老爷连忙屁颠屁颠地跑去造下了 妹妹 你的法儿真好使 玉夫人激动地拉着唐初遥坐下 这边 玉凤见玉老爷几天没消息了 心中焦虑 之前明明说好要照顾贴补他的 这怎么就没影了 不行 我得去查探查探 玉凤等不及 亲自来到了玉府 进了玉府 玉凤直接表明自己是玉老爷的人 小四不敢阻拦 玉凤得意地直接来到前厅 就看见玉夫人正和唐初遥聊的入相 玉凤心中猝度不已 白眼一番 直接无视了玉妇人的存在 连忙高声挑衅 老爷呢 老爷在哪里呢 他说好了今日陪我的 他人哪 这 这简直是次裸裸的找茶挑衅 玉妇人顿时恼了 就要发火 但唐初遥非快扯了他衣角 冲他实眼色 朗声开口 姐姐 我就说我的保养品不错吧 你看你皮肤现在比从前好多了 像二八少女一样 白皙动人 玉妇人被唐初遥叫到多日 苗董 连忙松了口气 直接无视了玉凤 也摸着脸淡笑了 哪有 妹妹过奖了 不过妹妹的保养品是真好 我感觉皮肤嫩多了 姐姐都是沾了你的服了 姐姐客气 你一定要坚持美容 我最近正在想 怎么给护肤品入料 把香料加入 这样美容的同时还能敷香 这样皮肤上的香气 能保留好久呢 第四百三十九章白莲花泼脏水 这个想法好啊 妹妹 姐姐这还有好多上好的香粉 据说是从西域传来的 香气十分浓郁 一会拿给妹妹研究 好啊 两人聊得火热 完全把玉凤当成了空气 直接把玉凤鼻子都气歪了 顿时霍水东影 指着门口正在扫地的小丝怒道 我问你呢 你耳朵聋了 老爷他人呢 小丝 你何时问我了 小丝一脸猛逼 心中样样不乐 但见夫人和唐初遥 完全无视玉凤的态度 小丝也明白 这玉凤不受待见 哪里敢答应他 继续低头扫地 只当没听见 一个小丝竟敢看不起他 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玉凤恨不得上去 给他一耳刮胡子 但是他还清楚 他还不是这里的主人 顿时转回身怒瞪着夫人 恨声道 客人来了 你就是这么待客的吗 真是无理无得 呵呵 知道自己是客人 还算有自知之明 唐初 摇头也不回 对了一句 你 玉凤简直要气晕了 就在这时 玉老爷端住猪蹄汤匆匆赶来 我的好夫人 猪蹄汤来咯 刚进门就看见了玉凤 玉老爷一愣 连忙错过他 把热气腾腾的猪蹄汤 端到了玉夫人面前 夫人的情敌来了 大事不妙 玉老爷高度警惕 连忙对夫人大献殷勤 夫人 你快尝尝 刚炖好的 用最新鲜的猪蹄炖的 慢点吃 别烫着嘴啊 唐姑娘 你也来点 我炖了不少呢 管够 嘿嘿 玉凤简了 顿时惊呆了 难怪玉狼不去找他了 他被家里的母老虎管住了 对时 玉凤心底酸溜溜的 连忙上去大肆挑拨 玉狼 他竟然让你做菜 天啊 姿姿怎么能这样 从古至今 哪有男人下造的道理 这不是阴阳颠倒 乱了刚长吗 玉狼 这有损你的尊严呢 要是我在 绝不能让你亲自下厨 玉凤装出一副 义愤甜硬的模样 愤愤道 玉老爷心中气愤 你这不是故意火上加油吗 哪里赶回 直接无视了他 玉凤一呆 心中更恨 小嘴一咬 眼皮一眨 眼睛立刻红了 他寒情默默地看住 玉老爷娇声道 玉狼 我好心疼你 我在家一直念着你 没想到 你在家过得也不好 我 眼看着玉凤又要顾忌重施 玉夫人只冷笑不语 玉老爷被他念到烦了 好不容易和夫人缓和 哪能让他来打搅 当下 皱眉不耐烦 好了好了 别说了 玉凤 你走吧 我们以后还是不要见面了 什么 这话一出 玉凤面色斗变 耍白耍白 啊 呜呜呜呜 玉郎 玉凤顿时哭泣出声 悲声上前 玉郎 你不能这样 我们是青梅竹马 从小一起长大的 自从你成亲后 我一直对你念念不忘 前几日见面 你还答应说我入府作妾的 没有你 我活不下去的 玉郎 我为了你 被众人白眼指指点点 我什么都不怕 只要心里有你 你可不能抛弃我啊 你要是赶我 走 我就活不下去了 呜呜呜 玉郎 你不会看着我去死吧 呜呜呜呜 玉凤大放异惨声 疯狂卖惨 众人无语凝夜 这时门口围了一群小丝丫鬟 看热闹 一听之下 顿时都愤愤不平起来 都是一个地方的 谁不知道谁 他不是已经嫁过人了吗 没有老爷 怎么就活不下去了 这也特不要脸了 妇人还在这呢 过分 听着耳边 于府下人们的议论 玉凤柳没微皱 顿时小嘴一撇 哭得更伤心了 口里玉郎叫个不停 那叫一个伤心欲绝 足足好一会儿 玉凤抹了抹眼泪 梨花带雨地看住于老爷 满脸无辜 玉郎 我对你是一片真心的 无意打扰破坏你和姐姐的感情 我就是想 想嫁入府给你做妾室服侍你 我俩本是青梅竹马 谁知有缘无分让姐姐先入了府 我们从此劳烟纷飞 我一直是爱你的 玉郎 如今我男人死了 我做了寡妇 我也不奢望什么名分 只求回到你身边 进行服侍你和姐姐 难道这也不行吗 又或者 你现在看不上我了 呜呜呜呜 当初分明是你先娶了别人的 玉凤说的妻妾动人 妥妥一朵白莲花 让正在议论的下人 纷纷住了口 事情牵涉到主人的感情 不是他们能说的 更何况 玉凤说的要求 看起来也不过分了 玉老爷头痛地辅住额头 她就怕玉凤就是重提 牵扯不清了 没错 她是娶了别人 但玉凤不也嫁了别人吗 她玉府老爷 岂可轻娶他人之妻 就算对方是寡妇 最重要的 妇人怎会同意 玉老爷试探性地 朝自己的妇人看去一眼 玉妇人回瞪了她一眼 当场冷笑一声 淡淡道 别看我 这事我不在意 嗯 玉老爷正疑惑 下一秒 就听见夫人接着道 老爷要娶妾我们就获利 好聚好散 我不反对 反正外面有大把好男人 等住我呢 她想通了 自家的老爷就喜欢左右逢源 不逼她一把 她永远在祸悉泥 她不再退让 唐初遥暗暗点头 十分赞赏夫人的潜脆利落 玉凤一听 顿时大喜 玉朗 不行 反应过来 玉老爷大急 脱口而出 下一秒赶紧走到玉妇人身边 急忙解释 夫人莫要误会 我几时说过纳浅 都是她一厢情愿的 和我无关 那 夫人 玉老爷苦住脸道 哼 玉妇人不理她 找把椅子自顾坐下 这 玉老爷一愣 下一刻连忙转身 怒目瞪着玉凤 都是你干的好事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们感情早就过去了 你何必苦苦纠缠不休呢 玉郎 我是爱你的 够了 不要说了 玉凤 请你自重 打从我娶了夫人进门那一天起 我们就彻底无缘无故了 你计价做人妇 就该守好妇道 不要再想其他了 我本拿你当故人相待 可你不自重啊 现在还上门来惹夫人生气 你 哎 爸爸爸 从今日起 就到我玉某从来不认识你 你也休来找我了 我们从此就当末路吧 说着 玉老爷经不住长叹一声 他一直照顾玉凤脸面 而经说出如此绝情的话来 实在是玉凤不知进退啊 玉郎 你不能这样对我 玉凤听得俏脸惨白 不由悲呼道 玉老爷把袖子一挥 背对住他 背影十分绝情 别说了 你走吧 这 玉凤身子一软 一屁股瘫坐在地 玉夫人坐那一言不发的看热闹 只觉十分有趣 小蹄子演技终于不够使了吧 呵呵 看看玉老爷 又看看玉夫人 玉凤心中狂怒 忽然惨叫一声 啊 整个人软瘫倒地 晕倒过去了 他今天就赖着不走了 看他们能咋办 玉老爷回头一看 顿时一呆 这 这 玉夫人也有些手足无措起来 别慌 我来看看 这时唐初遥起身笑道 有劳唐姑娘了 玉老爷道 唐初遥来到玉凤跟前 蹲下为他把脉 只见脉相短促有力 哪里像晕死的人 呵呵 唐初遥嘴角翘起 看着玉凤冷笑 不要再装模作样了 地上多了 别动坏了身子骨 玉老爷惊恶连连 什么 他是装的 玉夫人 唐初遥用手 推了玉凤一把 起来吧 我可是大夫 你瞒不了我 演得再好也没用的 众人紧紧盯住 地上的玉凤 但见玉凤两眼紧闭 任唐初遥 推嚷不动 还挺能装的 唐初遥不由咧嘴 慢悠悠悠 怀里掏出真酒包 哟 看来是真晕了 看我来给你支支 说着 唐初遥直接挑了根 最长的银针 足有三寸长 寒光闪闪的 在玉凤面前一行 就直直地朝他眉心刺去 啊 一声尖叫 玉凤猛然睁开眼 推开了唐初遥 赶紧坐了起来 心惊肉跳地 怒瞪着唐初遥 嘶声道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个恶毒的女人 你是不是想害死我 众人 果然是装晕的 太不要脸了 唐初遥收好银针 淡淡道 不装了 玉凤 一转身就看见玉老爷 失望地看住自己 玉凤大炯 知道露馅了 顿时恼羞成怒 指着唐初遥 嘶声怒道 你个贱女人 你和玉夫人一伙的 你们是要害死我 说着 玉凤又转向玉老爷告状 玉郎 你千万不要上当 这个女人和玉夫人 沆血一气 要加害玉我 他们太卑鄙恶毒了 说不定有什么阴谋想害你 你赶紧把他们赶走 不然以后说不定 会搞得你家破人亡的 对于白莲花破来的脏水 唐初遥只呵呵不语 玉老爷震惊地看住玉凤 内心十分精密 这是玉凤 他曾经的青梅竹马 第四百四十章 我怀了你的骨肉 他的温婉贤淑去哪了 如今怎么变得 如此尖酸刻薄 无理取闹 太叫人失望了 玉老爷面色顿时暗淡了 看住玉凤直摇头 好半天 他才悠悠开口 玉凤 你已经变了 你不再是当年 那个单纯善良的玉凤了 你怎么就成这样了 玉老爷摇摇头 一脸的痛心疾首 你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满口谎言不说 还信口雌黄污蔑他人 太 可耻了 你不是我认识的玉凤 我认识的玉凤已经 死了 从今以后 我们便劳死不相往来 大家都听着 以后不准让这个女人进府 是 老爷 小四们纷纷答应 玉凤一听 身体一阵摇晃 差点栽倒 眼看着就要嫁入豪门 一生富贵了 谁料突然来了这么一茬 玉老爷彻底翻脸了 这怎么可以 玉凤银牙紧咬 眼珠咕噜一转 忽然娇笑了两声 看着玉老爷道 玉郎 你敢不得我 玉老爷怒道 我如何敢不得你 因为你睡了奴家 其实 奴家已经有了身孕 是你的种 所以奴家今日上门 不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孩子要一个名分 为玉家留后 玉凤目光闪亮 寒情默默地看着玉老爷 一声道 啊 事态突转 彻底震撼了众人 唐初遥 玉夫人 玉老爷包括小丝 全部猛逼了 回过神来 玉夫人心头怒火中烧 这两个狗男女 不但被助自己乱搞 现在还搞出孩子来了 把他置于何地 你你 玉夫人怒容满面 跳起来走向老爷抬手 就要掌怪他一顿 唐初遥见了 赶紧拉住他 你冷静 子子 接着 唐初遥盯着玉凤的眼睛 质疑道 既然你有了身孕 为何玉老爷不知情 为何一开始不说 你作何解释 不会又是子虚乌有吧 玉老爷一个机灵 回过神来 大呼冤枉 妇人 千万别听他胡言 我和你成亲以后 一向洁身自好 何曾与他有过肌肤之亲 这孩子从何而来啊 我冤枉啊 玉凤 你太过分了 说完 玉老爷痛心疾首地 瞪着玉凤 骂道 哇呜呜呜 我就知道你不认 玉凤无视众人怀疑的目光 捂住小嘴抽叶了起来 这才目光含泪地 娓娓道来 玉郎 不久前那一晚 你偷偷一个人来到我家里 你看我死了丈夫 生活落魄过不下去 给了我一些银子 我给你做饭 留你续谈 期间我们聊起少年欢乐事 你就多喝了几杯 我也陪你喝 后来外面刮起了风 下起了雨 你一时走不得 和我一起喝得大醉 你说你忘不了我 一直想着我 知道我过得不好 这才躲着夫人拿了银子 前来接寄奴家 你说以后你要养着奴家 和奴家再续前缘 聊着聊住 后来你就 玉凤脸蛋突然红了起来 后来你就抱起奴家 爬上了奴的床铺里 我们 看你说的情意飘泉 深情款款 我就从了你 一夜风雨 一夜欢好 第二天 我醒来 你就不见了 自那以后不久 我的月姓就不再来了 我怀疑自己病了 便去找大夫看 谁知竟是怀了胎儿 自我丈夫死后 我一直洁身自好 就那一夜从了你 这孩子不是你的 还是谁的 玉凤说的活灵活现 庞扶如在昨日 说完他看住已经惊呆了的玉老爷 忽然脸色一变 悲愤大哭大骂起来 呜呜呜呜 我就知道你是贪一夜之欢 根本看不上我 既然如此 你为何还要来招惹我 现在我寡妇家有了身孕 我还有什么脸面 活在这世上了 渣男 玉郎 你就是人渣 你还想跟我断绝关系 好啊 我回去就拿根绳子 吊死算了 在地府见了玉家太公 我只说是 你不要自己的骨肉 让玉家儿孙 未出生就夭着胎父 这下玉老爷 脸色有些僵住了 整个人显得 莫名的惊慌失措 他记得是有一回醉酒经历 但是醒来后 并无发现异常了 心中有些不确定 玉老爷眉头微微皱起 神色间竟然多了一丝疑惑 难道 不可能啊 就算他与玉凤之间 有过一段情 那也是过去的事 这他还是有分寸的 妇人 为父之前 确实有一次醉酒 与玉凤在一处 但是我们应该是清白的 文言 玉妇人铁青的脸上 毫无表情 她紧紧抿着嘴 一言不发 如若真如玉凤所说 她就真是瞎了眼了 心下冷了大半截 她也不想再开口多言 便一甩衣袖 坐于高堂之商 冷眼旁观 如此这般 你还是自己处理清楚了再说 文言 玉老爷心中苦闷不已 他拧着眉头 一脸严肃 玉凤 此事事关重大 我必须把事情弄清楚才行 一旁 玉凤单手暴毙 柳叶眉微微高挑 一脸的有恃无恐 好 老爷想怎么查都可以 玉凤身正不怕影子写 玉凤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 当众大摇大摆地坐到了 玉府主家的位子上 这时 玉老爷魔光异景 转身招来了管家陶伯 陶伯 麻烦你跑一趟 去请个郎中过来 好的 老爷 陶伯应下后 连忙打发一旁的家仆 出门请郎中去了 约莫一炷香的功夫 家仆便带着附近一带的神医 孙神医进了府 孙神医一进门 便被玉老爷 请到玉凤的跟前了 孙神医 麻烦您帮忙 看看玉凤是否怀有身孕了 闻言 孙神医也不含糊 放下药香 取出一个请脉枕 便搁在了 玉凤白皙的手腕之下 一会儿的功夫 切完脉的孙神医 嘴角裂开 眉开眼笑地点点头 不错 这位玉姑娘 却是有喜了 恭喜姑娘了 嘴里说着恭贺的话语 孙神医心头 不免有些云里雾里的 她也是玉府的常用郎中了 平日里府上有人 有个什么头痛脑热的 都会找她看 她倒不知道什么时候 添了一位姨娘了 心中疑惑 但见她枕出喜脉后 众人的反应 她感觉有些不妙 原本准备了好些祝贺的话语 也深深咽了回去 一旁 听到玉凤针的有孕后 玉老爷整个人愣住了 犹如遭受晴天霹雳一般 震惊不已 怎么会 怎么会 她一脸惊叹两声后 转身拉住孙神医的手 孙神医 你可摸准了 文言 孙神医脸色一僵 有些难看 玉老爷这什么话 老夫连喜脉也会误诊 听到孙神医再次确认后 玉老爷实话当场 这时 只见玉凤 脚饰的从主位上站了起身 一手护住腰身 一手摸住 目前还算平坦的小腹 老爷 我说是吧 您还不信 这回可不许抛弃我们娘俩了 说着 她伸手缠上了 玉老爷的手臂 一款得意地 靠在了她的肩膀处 但现在 玉老爷脸色颇为难看 半晌也不知道如何应对 只是痴痴地看住 玉夫人 谋底满含 歉意和内疚 唐初遥见状 微微醋眉 她留了一个心问 玉老爷可还记得 醉酒是什么时候的什么 文言 玉老爷浑浑噩噩地捂住脸颊 一阵叹气 大概在一个月前 听到这里 唐初遥神色一致 眸光中不由地 闪过一抹锐利的光芒 她就不信了 玉老爷为人也算是君子坦荡了 怎么会做出这种事 想到这里 唐初遥趁着玉丰正得意 故意捏住她的手腕 将她从玉老爷身上扒下来 顺道探了一下虚实 这一探之后 唐初遥眉头锁得更紧了 这女人还真的怀孕了 不过 这孩子到底是不是玉老爷的 还未未可知呢 她清楚记得 玉老爷说 醉酒不过距离现在月余 但是刚刚她探办后 确定这孩子至少两个月了 这么说来 这孩子必然不是玉老爷的 恐怕是来找玉老爷当冤大头的吧 心中有些初步断定后 唐初遥一脸淡定 她薄唇伴扬 露出一抹冷笑 既然要完她自当奉陪到底 唐初遥冷笑的模样令狱 凤一阵心虚 她立刻装作弱不禁风的 样子依偎进了玉老爷的怀中 老爷 你看玉凤都有了你的骨肉了 总不能让玉凤再出去 遭人白眼吧 文言 玉老爷一脸为难 苦住脸看向玉夫人的方向 此时 玉夫人已经气得浑身发颤 眼看就快要控制不住情绪了 唐初遥立刻按住她的肩头 小声道 夫人先沉住气 随我去偏房一趟 二人搀扶 住进了偏房 唐初遥立刻掩上了房门 一脸凝重 玉凤怀孕确实不假 但是她肚子里的孩子 绝对不是玉老爷的 恐怕另有目的 另有目的 玉夫人大吃一惊 不由地尖叫出声 意识到自己情绪过激 玉夫人深呼吸好几次 才压下心头担忧 那怎么办 为今之际 我们不如将计就计 看看她意欲何为 在做应对 既然这孩子不是玉老爷的 到时候她进门的消息 只要我们大肆宣扬出去 肯定会有男人找上门来的 第441章 让那剑妇付出代价 闻言 玉夫人咬着下唇 神情有些为难 真让她进门啊 唐初遥一眼便看出 落她的心思 不由地放柔了声音 这只是权宜之计 是你的终究还是你的 闻言 玉夫人这才咬咬牙 点头同意了 回到正厅 玉夫人一改刚的委屈神色 一脸漠然 如今 你记忆有欲 那便则个急日进门吧 听到这里 玉奉嘴角高扬 眉宇间顾盼身辉 那就多谢夫人成全了 嘴里道助谢 她下额却抬得异常高 语调也显得十分嚣张 还是夫人声名大义 玉家终于能有后了 听到这里 玉夫人气得脸色发青 手掌紧钻在手心 竟敢公然羞辱她 要不是这么多年积怨成吉 与老爷隔阂已久 她早该有小孩的 见玉奉属实过分 唐初摇冷哼一声 妾终究是妾 规矩还是要懂的 不然进了玉府 亦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被突如其来的言语一句 玉奉狠狠瞪了唐初一眼 转而委屈地攀上了 玉老爷的手臂 老爷 玉奉终于可以 名正言顺地伺候你了 一旁 玉老爷一脸惊恶 她还没有从玉奉怀孕的 事实中缓过神来 整个人只是木讷地点点头 事情弄清楚了 玉奉又围着老爷一阵黏呼 见他不解风情 便道 老爷许是高兴过头了 都吃了呢 说着 他红唇半眼 笑得得意洋洋 天色不早了 玉奉这就先回去准备准备 到时候 老爷可得八人大叫 来抬人家过门啊 待玉奉离开玉府 玉夫人一下子就泄了气 瘫软的 靠在椅背上 眼角有些微微湿润了 他长这么大 还没受过这等子烟杂气呢 唐初遥见状 默默地给玉夫人 递了一块手帕 夫人 记住 你的生活里 不只有玉老爷 说完 也不管玉夫人 听没听进去 便拉着楚天臣 一块出了玉府 天臣 我们赶紧跟上玉凤 看看他到底 在打什么主意 好 二人前后脚追了出去 不一会就看到了 玉凤的身影 随后 他们便一直隐匿跟住他 直到回到了玉凤的住处 那是一栋破旧的小平房 窄窄的大门不仔细瞧 连门楣都瞧不见了 房屋周围杂草丛生 门帘上的对联 更是褪去颜色 破败不堪 这女人就住这么简陋的地方 每天竟还打扮得如此花枝招展 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一旁 楚天臣也认同的点点头 隐匿踪影的时候 她观察着四周的动静 不一会便传来一阵稀疏的脚步声 有人来了 这地方偏僻 闲有人来 现在看来这玉凤的确有问题 不过一眨眼的功夫 便发现有个男子 鬼鬼祟祟的从巷子尾探出个头来 她左右张望了好久 这才偷偷摸进了小平房 唐初遥顿时就警戒了起来 她与楚天臣对视一眼后 两人齐齐跃上了平房的屋顶 她取下一块瓦片后 一丝昏黄的烛光从瓦片中透了出来 房内烛光中 两个人的身影交织缠绵 拥抱在一起耳边撕磨着 见此 唐初遥脸颊一红 郑玉转头正好对上了楚天臣灼热的目光 二人尴尬一秒后 纷纷转移了视线 唐初遥轻了轻嗓子 严肃地说 那个 我们得弄清楚这名男子的身份 说完 她又埋头朝住房间看去 只见男子将御凤楼在怀中 手掌不老实地就往御凤的衣服里探去 宝贝 想死老子了 文言 御凤一声轻笑 故作矜持地将男子不老实的手掌拍了下去 去你的 后急什么 可别坏了我们的大事 说着 她指了指还为显怀的小妇 一脸得意 年轻男子被她这么一弄 浑身不自在 兴趣样样的 好吧 那你弄点钱给我 我最近手头紧 文言 御凤美好气地白了她一眼 让你先别急 等我嫁进了御府就好办了 御老爷那糟老头别的不好说 就是钱多 听到有钱 年轻男子两眼冒光 双手握在身前不停地摩擦 嘿嘿 还是宝贝有魅力 御老爷也被你迷得七婚八素的 以后我们就有钱了 说着 她环抱起御凤的仙妖 狠狠在她脸上戳 撂一口 屋内的御凤和肩腹苟且云语 畅想未来 屋顶上 唐初遥和楚天臣面面相去 彻底惊呆了 他们本来是来查御凤的肩腹的 没想到 竟然无意听到了御凤的巨大阴谋 完全没想到 表面上窑窕瘦弱 我见游怜的御凤内心竟如此歹毒 她的目的不仅是加入御府作妾 而是要谋害掉御老爷 从而揪占雀巢 霸占整个御府的财产 够狠 够毒 原来唐初遥怀疑的是 御凤和他人通奸不甚有欲 从而趁机嫁祸给老爷 原其夫人梦 却万没想到 真相永远比猜想得更残酷啊 御凤真乃一舍些妇人 褚天臣也惊助 感慨御凤的心机堪比官场都市 啊 凤 你真好 唐初遥还在震撼中 屋内两个狗男女又狗和尚了 无耻的场面 看得唐初遥和褚天臣脸蛋发热 走 我们下去吧 唐初遥受不了了 压低声音朝褚天臣打着手势 褚天臣点头 带头轻手轻脚地摸下去 唐初遥紧跟着尾随 心想着回去就告诉御夫人 让这对狗男女奸计破灭 太无耻了 咔嚓 突然 唐初遥脚下一松 一片瓦被他踩碎 啊 谁 屋顶突兀的动静 吓坏了正在狗和的御凤二人 两人糊糊地搂作一团瑟瑟发抖 死死盯着屋顶 唐初遥爆汗 连忙趴在屋头一动也不动 楚天臣眉头一皱 立刻勾起手指头 伸进嘴里咬住 他熟练地发出鸟叫声 啾啾啾 咯咯 酒精沙场 这是前哨探马的生存绝技 楚天臣当然学过 别怕 凤儿 是只鸟 呸 哪来的死鸟 吓死奴家了 嘿嘿 看你娇气的 有我在怕啥 去你的 死呀 嗯啊 屋内的御凤两人一听 顿时尝出一口气 两人又滚作一团 趴在旁边的唐初遥一呆 扭头看住楚天臣目露钦佩 不由冲他竖个大拇指 别说 学的真相啊 他差点以为神鸟来救场了 哼 楚天臣得意地勾唇一笑 拉着唐初遥下了屋顶 御府内 唐初遥当着御老爷的面 把看到听到的全部告诉了御夫人 然后冲御老爷淡淡一笑 那肩夫还在御凤房里前坏事呢 你若不信 可以现在去捉监去 嘖嘖 什么 孩子真不是他的 御凤不但勾搭上的肩夫 还合伙密谋他的家产 完了 还要弄死他 晴天霹雳啊 一瞬间 御老爷和御夫人直接被雷到猛逼 彻底呆傻当场 原以为他是想进御府 享受荣华富贵 却万没想到他竟如此蛇蝎心肠 太毒了 天啊 这贱人这么不要脸 还想要害死我家老爷 他心事探作的 居然如此歹毒 他和老爷可是青梅竹马啊 太可恨了 御夫人回过神 顿时破口大骂起来 同时心惊肉跳 后怕不已 若不是唐初遥前来相助 他只怕也会死在御凤这个贱人手里啊 太阴毒无耻了 御老爷更是气得蹊跷生烟 全身颤抖不止 眼圈都红了 唐初遥的话他自然不移 这事原本也做不得假 他就说嘛 何时醉酒和御凤乌山云雨过 如果有了那事 他怎么可能一点印象也没有嘛 他还没老到不计人事 痴呆健忘的程度 如今果然 这贱货太下贱了 知道他死了丈夫 生活落魄 他还深表同情 送去穗银接济 完全把他当故人看待啊 但他呢 他却要伙同肩夫弄死自己 太歹毒了 贱人贱人 贱货 真是卑鄙无耻 御老爷垂胸顿足 痛心疾首地大骂起来 亏得我还可怜他啊 他就是这么待我的 好狠的心 比屠夫还恶毒啊 我真是瞎了眼 没看出来 这妇人如此恶毒 肩夫淫妇 无耻之由 御凤啊御凤 你这个下贱的妇人 狗男女 你们最该千刀万剐下油锅 一顿痛心疾首的大骂后 御老爷这才稍稍解气 但心中的悲愤 无论如何也消不了 御夫人连忙助拉着老爷坐下 宽慰道 老爷 你先喝杯水 别被那件人气坏了身子 一口茶水灌下 御老爷恢复了些 不由一把拉住御夫人 左看右看 由衷感慨 夫人 还是你对我好了 我从前那都是瞎了眼 让那剑妇迷了心 现在想想 我心有愧啊 夫人 我发誓 以后一定对夫人 一心一意的好 御凤的狐狸面具被扯破 御老爷这才真正幡然悔悟 才真正感悟到 御夫人对他的真心 御夫人欣慰地拍拍老爷的手 也感慨道 我早就知道那御凤没安好心 但没想到他如此狠 哼 那剑妇竟敢想害死我 我御某就此发誓 一定让他付出代价 御老爷恨恨道 第四百四十二章 太合金狗眼 对 不能放过他们 说起来 真多亏了妹妹和妹夫 是啊 唐姑娘真是我们的贵人 两人愤愤不已 又对唐初遥二人 感激不尽 这时 御夫人突然想到什么 去了房间 回来时 手上多了一双崭新的棉靴 御夫人蹲下 把棉鞋轻轻拍打住 天气要转凉了 妾身最近闲来无事 就随手做了一双鞋 老爷穿上看看何脚步 御老爷惊讶 让御夫人给自己换上 但见棉靴后世端正 精致非常 显然御夫人花了不少功夫 御老爷起身一室 大小正好 暖和极了 顿时 御老爷大悦 一把握住夫人的手 眼圈顿时红了 心中感动极了 夫人 你辛苦了 御夫人摇头修道 这不是妾身该做的吗 哈哈 好好 御老爷大笑三声 让夫人等住 也去了房间里 回来时 报了一堆账本 放在夫人面前 御夫人不明所以 老爷你这是 御老爷呵呵笑道 这些都是咱家 所有铺子的账本 以后就全部 交给夫人管理了 夫人眼睛比我精明 以后这个家 就交给夫人当了 言下之意 他彻底和御夫人交心了 以后御府迎钱 都由御夫人管住 他不可能出去花天酒地 沾花惹草了 这是御老爷 对夫人最珍贵的告白 御夫人感动极了 激动不已 自成婚以来 直到今天 他才感觉 自己走进了 御老爷的心里 这份甜蜜 来得有些迟 但不晚 捧着成堆的账本 御夫人满脸兴奋 突然又尴尬到 可是这些妾身 也不懂了 我教你 夫人 以后我就守着你了 御老爷连忙道 好好 御夫人感觉幸福极了 整个人晕乎乎的 唐初遥和楚天臣见之 不由相视会心一笑 太不容易了 御夫人终于苦尽甘来 吃水不忘挖紧人 御夫人激动过后 转身一把抱住唐初遥 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好妹妹 子子全托你的福了 谢谢你 太谢谢你了 要是没有你 我御夫差点就加败人亡了 你就是我的贵人 是我御夫天大的恩人哪 子子说得严重了 唐初遥连忙摇头 不 我要感谢报答你 说着 御夫人回身 御夫人回身从账本里抽出一本来 直接塞给唐初遥 好妹妹 你不是俗人 子子不知该送什么 就把这间铺子交给你打理吧 说完 御夫人看了御老爷一眼 御老爷连忙点头附和 对对 理该如此 唐初遥拿着账本 有些猛圈 他听过送金送银 这送铺子还是第一次见 御老爷可是大富豪 不用看都知道这铺子值不少银子 就这么轻易交给自己了 御夫人真土豪 跟土豪交朋友真是非常的 爽啊 唐初遥感慨连连 忽然皱眉苦笑 姐姐 这我不能要 太贵重了 再说我也不善打理 责任有些重啊 要是亏了 谁知御夫人豪爽的一拍桌子 不用怕 好妹妹 我相信你 你大胆去做 赚钱了 分红一半归你 赔了钱 有御府多住 一分文都不用你管 空口无凭 我 给妹妹立字句 御老爷连忙拿来笔墨纸焰 亲自言没 不由唐初遥分说 御夫人亲自出手写了字句 并签字画鸭 递给了唐初遥 唐初遥见之 折舌不已 看来这飞来的富贵 是躲不过去了 恭敬不如从命 他从来不是矫情的人 嘿嘿 便问御夫人 这铺是卖什么的 地点在哪里 于老爷看了一眼 连忙抢答 这铺是在东街十字路口 文墨堂对面开的 主要经营的酒夜 开了有些年头 算是老字号了 东街十字路口 唐初遥眼前一亮 这不是他住处旁边吗 这么巧的嘛 还有 酿酒夜啊 听着非常不错 他之前一直在弄饭馆 还没涉及酒馆 需要的酒 都是从别家进货 现在好了 御夫人送上一大酒厂 这不是意外之喜吗 唐初遥顿时来了兴趣 说到酿酒 他能发挥的可多了 许多国酒 是这个时代没有的 他只要有兴趣去开发 以后大有可为啊 想到这里 唐初遥兴奋点头 那行 子子美意 我就恭敬不如从命收下了 御夫人喜道 妹妹收下才好 不然子子也不安心 这样以后我们子妹 还能常来常往吗 子子说得极是 私下 楚天成看住唐初遥 翻着账本不亦乐乎的 不由好奇地追问 你还真打算管理他家酒铺 唐初遥养眉看住他 养养得意 对啊 有何不可嘛 楚天成无语 苦笑地白白手 初遥 我们在这待不久的 很快就要回京城了 唐初遥不由白了他一眼 不以为然 这有什么问题 我回了京城 大可以继续遥控这酒铺啊 一家酒铺算什么 我的理想是把我的饭馆 开到全国去 弄得唐门连锁店 嘿嘿 到时候我就是本朝唐万三 楚天成顿时皱眉 什么 你要改名 唐万三这名字不好听 哈哈哈哈 唐初遥大笑 跟他说了典故初处 闻言 楚天成顿时服气了 无娘子志向真够远大 走 我现在可是酒铺掌柜了 陪我去微服私房 考察考察去 唐初遥意气风发 大步走在前面 行 两人换了便衣 直接去了瑜伽酒铺 刚到门口 就闻到酒香扑鼻而来 不错 唐初遥点头 迈步走了进去 放眼四处一看 喝 店铺规模还真不小 光前面就有百来平方了 堆满了大小酒瓶 柜台里坐着掌柜 正美滋滋的温酒品尝 桌上还有一碟花生米 喝得十分惬意 上班喝酒 这丝有些毒质啊 唐初遥秀眉微微皱起 和楚天成走到酒坛堆前 去看酒的品质 谁知刚伸出手 就听见掌柜大叫 干嘛的 唐初遥回头 就看见掌柜的 看住自己满脸鄙夷 我来看看 酒铺掌柜打量了 楚天成和唐初遥 一身粗布 一看就不像有钱人 顿时没好气 看什么看 有钱就买 别动手动脚的 摸坏了你赔不起 唐初遥 楚天成 这家伙长了一对 太金狗眼啊 唐初遥先在店里 绕了一圈 然后到摆放酒窖的 架子旁看了片刻 你们这的负责人 是哪一个 摆在这里的酒 是全部了的吗 你们日常里 是怎么定价的 掌柜的靠在帐台边 看住唐初遥 在眼前转来转去 有些 不耐烦地哼了一声 他怀里还抱着一个酒坛 说话已经有些大舌头了 谢 你 你个穷狗 你看看你穿的这身衣裳 在这儿装什么大尾巴狼呢 我告诉你 摆在这儿的每一坛酒 都不是你这个穷狗 能买得起的 行了行了 你就别在这看了 耽误我生意 还浪费我时间 赶紧走 别在这儿给我捣乱 说着 掌柜的一边像赶狗一样 挥着手把 两人往外赶 一边又灌了一口酒 眼看着酒坛空了 他将这个祭坛放下 摇摇晃晃的又来到了酒价前 楚天辰脸色黑到了极致 他的拳头钻得咔哒作响 要不是唐初遥拦着他 他指定是要好好教育教育这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只听他冷哼一声 阴沉道 记住你刚刚说的话 可千万别后悔 或许是酒精的作用 装了耸人的胆 也或许是楚天辰和唐初遥的衣服 看起来确实不像什么有钱人的样子 掌柜的便愈发大胆了 他抬眼白了楚天辰一眼 像是看神经病一样 现在的年轻人总是痴人说梦 以为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呵呵 可笑 他话有所指的嘲讽住楚天辰 同时目光锁定了一台上好的酒 他贪婪的目光紧紧盯着那坛酒 双手在衣服上胡乱地蹭了蹭 随后一把揭开酒盖 顿时 酒的清香冲了出来 溢满了整个房子 掌柜的抱起那坛酒 咕咚咕咚灌了几口 最后还颇为豪放地用袖子擦了擦嘴 大赞一声 哈 好酒 他动作熟悉流畅 一气呵成 庞扶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 眼看着他这一系列操作 唐初遥不免惊讶地瞪大了双眼 又喝上了掌柜的 嗯 这酒闻着就是香 唐初遥刚要发作 却有人率先出口 打断了他想说的话 寻声望去 一名胖子从大厅溜达了过来 唐初遥两人明明已经待在这里很久了 他却旁扶才看到一样 态度与掌柜的却是一样的傲慢 哎呦哪里来的穷酸味儿呀 让让别挡住我了 他装模作样地捂住鼻子 从俩人中间过去 明摆住就是过来跟掌柜的帮腔的 唐初遥从来没有感到这么无语过 他不可置信地止住自己 又扭头看了看楚天辰 我 呵 狐假虎威 谁知这句话却将那胖伙计听了个正著 他挪动着肥胖的身躯转过身来 皱着眉看住唐初遥 你小声在那嘀咕什么呢 这一眼他才把唐初遥瞧了个拳 刚刚以为不过就是个穷婆娘和穷小子来着耍无赖罢了 线下看来这穷婆娘似乎还有点儿姿色 第443章小娘子姿色不错 那胖伙计色心顿起 迎笑住舔了舔肥后的嘴唇 哎 你这小娘子姿色还不错吗 怎么样 要不要考虑跟住我 他不知哪来的自信 豪放地拍着胸脯 顺便还邪腻了一旁的楚天辰一眼 反正起码比你跟住他强 你看他那副穷酸样子 你受苦了呀 小娘子 说着他满眼贪婪地伸出手 就要去碰到唐初遥的脸蛋儿 眼看着他有黑泛柱油光的大手 就要碰到自己 唐初遥不悦地促起眉 侧过身躲开他的手 楚天辰的脸色 也煞时间变得更难看了 他闪身一步上前来 挡在唐初遥面前 随手打开了胖子的手臂 胖伙计猝不及防被打了个亮呛 他勉强站稳后猛地抬起头 怒视楚天辰 想要教训他一番 但就在抬头那一瞬 与楚天辰阴冷的眼神对了个正住 顿时便耸了下来 到嘴边的话 也变成了不情不愿的小声哼紧 楚天辰居高临下地屁腻住他 声音不带一丝温度 管好你的手 也管好你的眼睛 倘若再叫我察觉 你有半点不前进的心思 我就砍掉你的手 再弯了你的眼睛 胖伙计猝然是被吓到了 他躲在掌柜的后面 哆哆嗦嗦地一声不敢坑 看出这两人一副喝多的模样 脑子也不知道底有几分清醒 看出他们这副最熏熏的模样 以及四处可见的空酒坛 唐初遥心里不觉怒从中来 你们这两个不识好歹的东西 御妇人将这间酒铺交给你们打理 那是对你们的信任 对你们的放心 可再看看你们两个人呢 嗯 既然干出这样偷鸡摸狗 为自己谋福利的事 偷店里的酒来喝是吧 唐初遥眼神飘到了 帐台上倒住的几个酒瓶 气得一阵头疼 你们两个人 拿着店里最昂贵的酒 在这儿当白开水喝 简直是可恶 唐初遥气到极致 语速极快 跟连珠炮似的指责怒骂道 掌柜的却抱着酒坛 懒洋洋地靠在酒驾旁 一副不以为然的模样 现 你以为你是谁 还在这儿对我指手画脚 关你什么事 说着他举起酒坛又要喝 唐初遥扯着嘴角冷笑一声 直勾勾盯着他 悠悠地来了一句 真是巧了 那你就用你的 不太清醒的脑子记清楚 从今以后 我唐初遥就是这间店铺的掌柜的 说着 他冷冷的眼神 并在他手中的酒 坛上 继续道 而你现在拿的是我的酒 你说我该管不该管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你们两个人被开除了 现在马上收拾东西 给我滚蛋 掌柜的以为自己 听错了 还很配合地揉了揉耳朵 随后 他和胖伙计两人对视一眼 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掌柜的他说什么 我没听错吧 他说他是这的掌柜的 哎呦可真是笑死我了 现在的年轻人 痴人说梦也没个限度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 就在这儿说大话 两人笑得前仰后合 快要掀了过去 唐初遥也不愿与他们多说 冷笑一声 直接从怀抱中摸出张纸来 他将那张字句抖开 拿在手里 举到掌柜的和胖伙计眼前 看看这是什么 掌柜的以为 他又拿出什么唬人玩意 原本也只是不在意地扫了一眼 但就是这一眼 让他瞬间酒醒了过来 等等 不对 他猛然间睁大了眼睛 整个脸庞扶要贴在那张字句上 他以为自己看错了 还使劲揉了揉眼 可白纸黑字最后落在末尾的红印章 是如此醒目 那是迂夫人的轻章 这 怎么可能呢 你真的是 掌柜的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 这才明白过来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现在恨不得狠狠扇自己两个巴掌 怎么得罪了这样的人 唐初遥就这么看住他 眼看着他脸上青一阵白一阵 倒是十分多姿多彩 掌柜的立刻变了富脸色 小心翼翼的陪助校刚要开口 唐初遥却抬手制止了他 知冷冷的一句 今天中午前 离开这里 我不想再看到你们两个 一听这话 掌柜的灯石慌了神 他还要靠着这工作养家呢 要是突然离开了这里 他一家老小该如何是好 胖家伙也傻眼了 愣在一旁不知所措 还是掌柜的反应过来 拉着胖伙计两人一把跪了下来 掌柜的更是庞扶细经上身 明明前一秒还只高气昂的 现在却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 这位女孩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求求你千万不要开除我们呀 我一家老小还等着我养呢 要是离开了这 我这一家老小可怎么活呀 胖伙计也琢磨过味儿来 跟住开始哭 对不起 我也知道错了 求你不要开除我们 唐初遥却只是抱着胳膊 居高临下地看住他们 不为所动 你们的行为太过分了 这一点绝不姑息 趁我不打算报官之前 你们两个赶紧离开这儿 还有 你们喝掉的那些酒 依住正常施加付费 就从你们的工资里扣 眼见着苦肉计不成 掌柜的愤愤地咬着牙 怨恨地看住唐初遥 没想到你这小丫头 骗子年纪不大 心却是如此狠毒 怪不得都说最独服人心 我今天算是领教了 胖伙计也心存不满 跟住怒骂道 就是我们也道歉了 你还要怎么样 一点生路也不给人留 唐初遥冷哼一声 充耳不闻 食苦肉计的她见多了 用计不成 还恼羞成怒的她 倒是头一次见 这两个人就是两个奇葩 根本不值得在这里浪费时间 别在这里说废话了 留下银子 赶紧滚蛋 掌柜的怒目圆凳 疼得一下从地上站起来 你 我今天我跟你拼了我 她也真是气昏了头 光记着唐初遥 看起来是个好欺负的小丫头了 忘了她旁边还站着一个 她的巴掌 还没落到唐初遥的脸上 就感到自己的胸口一痛 楚天辰出手奇快 还没等他们两人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 便双双飞了出去 啊 尤其是胖伙计撞在了桌子上 竟直接将那张桌子压塌了 两个人鼻青脸肿 倒在地上 声音不止 哎哟 哎哟 我的老妖啊 这里动静闹得这样大 吸引了不少过路百姓的注意 哎 这俩被人打了 终于有人教训他们了 奸伤 我呸 真是活该 打得好 哈哈 胖伙计疼得呲牙咧嘴 捂住肚子 用胳膊撑着一点一点 向掌柜的爬过去 两人待在一处 目光不安地扫尸着 门外看热闹的百姓 胖伙计贴在掌柜的脑袋边 用仅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 小声焦急地询问住 怎么办呀 掌柜的 我感觉好丢人哪 这么多人在这围着 掌柜的也颇为烦躁 目光不善地 偷偷抬眼看了一眼 巧声道 还能怎么办 你也知道丢人现眼 刚刚干什么去了 连个小白脸都打不过 我们找个机会赶紧溜了吧 他无语地翻了的白眼 挣扎着便要从地上爬 起来 而外面围观的百姓 也开始跟住起哄 一波又一波 不同的人围了过来 他们手里提着 满满灯灯的菜篮 哈哈 哎 快瞧快瞧 他们两个人要跑 爬起来了 怎么办 就这么轻易地 让他们跑了 想跑 做梦 看我的 一个围观的百姓 左手跨住菜篮 右手颠着一颗鸡蛋 话音未落 他手中的鸡蛋 便呈现一个抛物线 一般从他手里脱离出去 稳稳地砸在了掌柜的身上 哎呦 谁丢我 掌柜的刚爬起来 就感觉背上被砸了一下 他扭头怒视住围观的百姓 什么呀 你这准头不行啊 围观的百姓们根本不怕他 反而都被第一个人 激起了报复心 他们各个手拿鸡蛋菜叶 乱七八糟地往他身上砸去 我呸 看什么看 砸的就是你 就是 你这奸商 砸死你 煞时间 蔡林淡雨轻落而下 掌柜的和胖伙计 无奈抱着头疯狂逃窜 你们这群刁民 哎呦 掌柜的一边跑远了 一边也不忘回头看看 站在一旁 笑得合不拢嘴的唐初遥 他现在心里只剩下 无穷无尽的怨恨 哼 都是这个恶毒的女人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早晚要让他知道 得罪自己的下场 两人顶住蔡林淡雨 跑到了后面的角落躲了起来 而留在店里的其他伙计 听到外面这么大的动静 一个个也有如惊弓之鸟 他们悄悄地扒着头 看住外面的状况 看向唐初遥的眼神 不约而同地带了些畏惧 唐初遥自然也注意到了他们 只听他清了清嗓子 朗声道 你们剩下的人都出来 伙计们自然不敢怠慢 连犹豫都不曾犹豫 敢忙出来排排站棋 他们知道 这是个不好糊弄的角色 起码他们惹不起 唐初遥面无表情地 在众人中间走了一圈 也不知他用了什么法子 看似随机 却又有目的地挑了几个人出来 第444章 别让他纠占大造巢 你们这些人也要离开这里 剩下的 在这里跟住我好好干 他的店里 可从来不留那些 好吃懒做的无用之人 何况新官上任 当然要好好燃他三把火 杀鸡儆猴 不然这规矩可怎么立得住 唐初遥心想到 被点到名的员工敢怒不敢言 毕竟他们刚刚亲眼目睹了 自己的掌柜的被揍得有多惨 而唐初遥也没有再搭理他们 随手从怀里摸出个腰包来 放在手心颠了颠 大伙们放心 只要你们不跟我作对 跟着我好好干 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 我保证不会亏待了大家 说着他将那钱袋子打开 给每一名被他留下来的人 都分了一笔数额不小的银钱 那些伙伴们不敢置信的手里 捧着银子 你看我 我看你大眼瞪小眼 更有甚者 激动的眼眶发红 谢谢 谢谢你 说着他竟忍不住掉下泪来 声音也开始哽咽 头先那恶毒的刘掌柜的 已经拖欠了我们很久的工钱了 他每天过得倒是滋润 可我那一家老小 穷的就快借不开锅了 真是解了我燃眉之急啊 谢谢你唐姑娘 听到这话 唐初遥毫不犹豫地 又多取出了两枚银子 塞到他手里 没关系 这都不算什么 只要你们肯跟住我好好干 今后我绝对不会拖欠大家一分钱 唐初遥面上平静 心里其实已经乐开了花 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 刚刚狠狠收拾了一通那些人 必然大家现在对他都畏惧不服 现在可正是他需要拉拢人心的时刻 不出所料 大家见到唐初遥如此行为 心中不觉放松了警惕 想要靠近他 好好 那谢谢唐姑娘了 一名看起来颇为憨厚的伙计 腼腆地骚了骚头 结巴道 唐姑娘真是个直爽的人 好 我们相信你 今后一定会好好跟住你 给你赚大钱 那感动落泪的伙伴擦浅眼泪 义正言辞地保证住 唐初遥弯起眼睛 温柔地笑着看住大家没有说话 如今 他已经赢得了众人的信任 剩下的 就是好好经营店 这边一片温馨和谐 而那阴暗的角落 就不是这样的了 那些被赶走的员工 看这边没有他们的位置 幸幸然离开了 不知是谁先带了个头 来到原先的掌柜的大流身边 他们围在一起 眼神不善地看住唐初遥 掌柜的我们该怎么办呀 就这么让他纠战雀巢 伙伴们围在一起 愤愤不平 口不择言 就是掌柜的 我们跟了您这么多年 他算了什么东西 一个小丫头骗子 我看他 就是个靠美色上位的人 还把御夫人搬出来 指不定是跟谁攀上的关系呢 那伙计一有所指 乌言晦语的话 脱口而出 掌柜的 可不能让他过得这么舒服 我们得想个办法好好报复报复他 听到这话 大流冷笑一声 眼神如脆了毒般 恶狠狠地盯着唐初遥 报复他 呵 难解我心头之恨 我想要的是他的命 大流面色阴沉 咬牙切齿 阴森森地说 此话一出 围在他身边的伙伴 不由自主地 吓得后退了一步 他们不免面色惊恐 满脸是不可思议 掌 掌柜的 这样不合适吧 我们可没想要他的命啊 是啊掌柜的 杀人可是要坐牢的呀 我可不想坐牢啊 站在大流身后的胖伙计惊来 也被他这副模样吓了一跳 他站在大流身后 悄悄地拉着他的手臂 你别冲动啊 掌柜的为了这么个人去坐牢 不值得 大流沉默片刻 随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的确 如果是因为这个女人 断送了自己今后的大好前程 必然是划不来的 不错 那便算了 不过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说着 他眼中闪过狡猾的金光 脑海中灵光乍现 我们想个法子 把这个店给他搞垮 不就好了吗 今来脑子反应慢 意识没跟上 疑惑倒 这是个好主意 不过我们怎么做呢 大流眼神不善地看住唐初遥 又看了看店里 被他留下来的其他伙计 冷哼一声 搞垮一个店还不容易 我们想办法让他名誉扫地 让他赔钱 入不付出 不就行了吗 我倒要看看 这个店的名声变差了 还有谁会来他这里买东西 今来恍然大悟 也跟着您笑起来 好 那我们先观察几天 我想办法看看 能不能买通其他兄弟们 或者用点什么强硬手段 唐初遥没有闲空搭理他们 在这边忙得不可开交 那个 小张 你把桌子重新归置归置 还有你小李 跟住小张 把桌椅板凳重新擦一遍 周后 你找个兄弟 跟你一起去把酒窖里好酒 补到前面的酒架上 他一边指挥着 一边自己也马不停蹄地 游走在大厅各处 检查工作 一旦忙碌起来 时间是过得很快的 就在这样静静出出的忙碌中 太阳渐渐落山了 大功告成 唐初遥拍了拍手 插着腰站在门口 面露赞赏地 看住自己的劳动成果 整间店铺焕然一新 前进的似乎 连空气中都没有毅力灰尘 就连整间店铺的格局 和装潢风格都变了父母样 倒是有小家酒馆的感觉了 唐初遥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他拍了拍手 将大家的注 亦都吸引过来开口道 今天大家伙都辛苦了 伙伴们虽然忙 却也感觉很充实 心里也高兴得不得了 他们擦住额上的汗摇住头 不辛苦 不辛苦 看他们一个个脸上沾满灰尘 庞腐花猫一样 想到自己恐怕也是这个样子 唐初遥不禁清晓出声 好了好了 这样吧 今天大家确实太累了 给大家放两天假 回去好好歇息歇息 等到大后天一早 我们正式开业 大家可就有的忙了 没想到还有假期 可休 听到这话 伙伴们中间爆发出愉悦的欢呼 夜 唐姑娘万岁 唐初遥笑着摆着手 她也没想到大家反应竟然这么大 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 能有回家休息的好消息 大家也不感到疲惫了 一个个筑籍忙慌收拾包袱 将自己身上十多前进 就离开了 最后一个走的 是那名憨厚的伙计周厚 等她跨住包袱出来 唐初遥才将店门锁好 那我先走了 唐姑娘 过两天见 唐初遥点了点头 温声嘱咐道 嗯 好的 路上慢一点 天渐渐黑了 周后一个人走在路上 突然 她听到身后传来了稀疏的脚步声 她停下脚步来 扭过头去 发现身后不远处 有一个模糊的黑影 而就在她停下来的时候 那黑影也停了下来 周后觉察到不对劲 跟向撒腿而跑 却发现身前也被一个人拦了下来 只听身后的黑影冷笑一声 与前面的人慢慢将周后围在中间 你跑什么呀 怎么不认识我们了 离得近了 急着暗淡的月光 周后这才发现 来者原来是大流合金来 周后不免松了口气 但心里却不知怎的 有种说不出的忐忑 她虽然憨厚老实 但却不傻 可现在她却不敢声张 也只好装傻 原来是你们啊 我还以为是谁呢 吓我一跳 大流与金来交换了的眼神 金来走上前来 哥俩好的将胳膊搭在周后的肩膀上 我们还想问你呢 这么晚了上哪去啊 周后好像没有察觉到不对 老老实地回答道 哦 那个 唐姑娘今天说 要给我们放两天假 我这不正要回家呢 大流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壮四随意地问了一句 这样啊 那看起来她对你们似乎还挺好的 你们觉得她这个掌柜的怎么样啊 老实人还是老实人 说到这个 周后不禁流露出满眼的赞赏 我觉得唐姑娘人挺好的 为人也很直爽大方 说到这儿 她突然想起来什么 声音顿了顿 小心翼翼地又继续补充道 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们肯和唐姑娘认个错 她有可能还是会让你们回去的 她人真的很好的 今天还什么火也没有钱 她就给我们发了很多银两 说是奖金奖励我们的 周后说这话的本意 原本也是想证明 唐初遥的为人 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一听到奖金 大流合金来顺时来了精神 在黑去棚的夜里 眼眸绿光 壮入恶狼 奖金 什么奖金 给我交出来 大流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连刚才那一副 刻意维持的好态度也没有了 她使了个眼色 站在周后身后的金来 早已叙事待发 一把便锁住了周后的肩膀 金来人真的胖 劲儿也是真的大 被她这么一抓 周后感到肩膀疼痛不已 周后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她倒抽一口气 连忙摇头 不要啊 刘掌柜你放过我吧 这钱可是我一家老小等住我带回去呢 我上有八十岁卧病在床的老母 下有几岁幼儿要抚养啊 第四百四十五章 不识抬举的狗东西 但大流不吃这套 只听她阴凉凉的说 别跟我说这些废话 我劝你最好乖乖教出来 也免得受些皮肉之苦 说着 她给 周后身后的金来使了个眼色 金来会议 猛的一出手 给周后推了个亮枪 周后紧紧抱着怀中的包袱 意识没站稳 跌坐在地 金来又上来一脚踢在她小腹上 恶狠狠道 不识抬举 交不交 周后吃痛 腹部传来的脚痛 让她下意识地就蜷缩了身体 勾搂着被大口大口地喘息住 你 你们 话音未落 有时一阵拳打脚踢过来 周后已经倒地不起 腰兜里的银带子也掉了出来 见着白花花的银子 金来眼冒金光 上前就抓住了前代一脚 周后见状 吃力地按住前代的另一脚 你们不能拿走 不能拿 大刘从今来的身后走出 冷笑住 抬脚就踩在了周后的手背上 用力碾了几下 还想要手 你就拉紧了 说着 大刘脚下的力道越发大了 手指鼓传来嘎吱的响声 周后痛得冷汗直冒 无奈她只得松开了前代 钱给你们 你们放过我吧 得了钱的大刘 适宜进来拾起前代 二人宁笑住 朝着周后狠狠脆了一口 早这样 不就不用吃住苦头了吗 说话间 她已经拨不及待地 将前代子打开了 不禁冷笑 这贱人还是挺大方的嘛 银子还不少呢 拿着银子 几人乐呵呵地围着周后嘲弄 躯黑的巷子里 周后艰难地从地面爬起 淤青的脸颊 眼睛肿得有些看不清路 她亮腔柱朝前走了两步 不小心被路边的箩筐绊了一下 险些摔了 正好有一只纤细的手臂拉了她一把 她站稳脚跟 转头 眼眶瞬间有些失红了 唐姑娘 你怎么来了 唐初遥见状 脸立刻黑了下来 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不等 周后回答 一旁的大刘 何进来嚣张地站了出来 我们打得怎么了 文言 唐初遥眸光一凝 整个人变得肃杀且愤怒 看来这两人是苦头没吃够 粉泉紧钻 她一言不发就直逼大刘 何进来走去 光是那从她身上扩散的怒意 就让原本嚣张的二人有些忌惮了 他们互相挤压着身子 推挤住 你先上 你先上 结果 不等唐初遥走到他们跟前三米处 二人就哆嗦着腿 气势全无 转身踉跄狂奔而去 见二人狼狈逃窜 唐初遥一拳砸在了巷子里的墙上 算这两家伙跑得快 说完 他脸了怒意 转身将周后搀扶了起来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一点皮外伤 周后吐出一口混着血的口水 整理了一下衣衫 他们只是抢走了我的奖金而已 为言 唐初遥脸肌一僵 美眸眯成了一条缝 抢了你的奖金 这群王八蛋太过分了 怒骂一句 唐初遥立刻警惕了起来 他们知道这个时候 恐怕其他人也会遭到欺凌 你们回去后相互智慧一声 然后千万别被他们收买了 更不要害怕他们 一切都有我在 说完 他从怀中拿出了些银子 塞到周后的手上 这些你先拿着 被他们抢走的 我会让他们双倍还回来的 我言 周后看住手里的银子 感动的手掌都颤抖了起来 唐姑娘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背叛你的 好 我相信你 唐初遥帮周后 简单地处理了一下伤口 便拍了拍他的肩头 天色不早了 你赶快回家吧 等到周后离开后 唐初遥和楚天臣 也回到了临时落脚的客栈 天臣 我们在西陵城 大概还要待多久的时日 他可要好好打算一番才行 一进房间 唐初遥便忍不住 藏着手臂长腿的往大床上一躺 末了 还不禁舒服地撑了个懒腰 哦 舒服 我果然还是最喜欢这种 又大又软的床了 见他这副模样 楚天臣不知哪里说不上来 有点不舒服 随口便调侃道 最喜欢床 那我呢 他幼稚的孩子气的口吻 吓得唐初遥一跳 他猛地从床上弹了起来 瞪大眼睛 彭腹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 随后他突然想明白了什么 又不禁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不吧 你连这个醋都吃 哈哈 这还是我们那威风凛凛的 堂堂镇北大将军嘛 即使被他这样调侃 楚天臣也面不改色 心不跳 一本正经的转移话题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唐初遥自然是知道他的小心思的 自家夫君 当然要惯着了 就不戳穿他了 给他个台阶下巴 他勉强引下笑意 似是严肃地点了点头 随后震色道 其实你说的这个问题 我早就仔细地考虑过了 说这话的时候 他脸部紧绷住 生怕下一秒就要忍不住笑出来 他赶紧急着亲喉咙为理由 咳嗽两声 继续道 我们才刚接手店铺不久 我认为还是在这里 再多待上一段时间为好 毕竟现在情况都不稳定 而且我担心之前跑掉的那个人 在回来找留下的伙伴们的麻烦 看住唐初遥这副神情 他感觉心里好像有一只羽毛 在搔痒一样 痒疾了 他一边认真地听着他说话 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唐初遥正分析地入神 他从床上站起来 慢慢走到窗边 垂眼看住楼下车水马龙的闹事 眉间也不觉染上了愁思 就连楚天臣来到他身后 他都没有察觉 正愣神之际 便感觉有人轻轻还住了自己 唐初遥这才回过了神 楚天臣自然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他其实并不愿意 唐初遥总是为这些琐碎事操心 他希望他永远是快乐的 他轻轻地还住他纤细的腰身 将他整个人都搂在了怀里 轻声哄道 好了 不要再想这些烦心事了 车到山前必有路 总会有法子的 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他的下巴搁在 唐初遥头顶轻轻蹭了蹭 继续道 就是我现在感觉有些饿了 想吃夫人亲手做的饭菜 不知有没有这个荣幸呢 不知是不是 自己的错觉 唐初遥总感觉从这一番话中 听出了些许撒娇的意味 唐初遥有些无奈地笑了一声 还以为他要说的是什么大事呢 你没有这个荣幸 谁能有这个荣幸啊 走吧 去找掌柜的 借他们的厨房试试 唐初遥调笑道 转身便下了楼 这大客栈与那普通客栈就是不同 就连后厨的食材也是形式各样 应有尽有 唐初遥将袖子卷起 长裙也绑高利落地扎在腰间 一边同时架起了三口锅 他的刀弓出神入化 只见他顺住鱼肉的纹理 画上几刀 再怎么翻转了几下 片刻后 岸边已经堆起了一小堆的鱼刺鱼骨了 最后他拎挂满了淀粉叶和炸粉的鲤鱼的鱼尾 抖了两下 顺着锅边轻轻进入了已经烧热了的油中 趁着炸鱼的功夫 唐初遥又将腌制好的精品猪肉切丝 搭配着头先切好的胡萝卜丝木耳丝翻炒 一道鱼香肉丝便出锅了 最后再将熬制的糖醋汁盛出 一池一池淋在炸好的造型完美的鲤鱼上 糖醋鲤鱼也就被摆了上来 这时另一口锅里的水也烧开了 糖初遥将萝卜 玉米 虾肉 隔离以此下入锅中 在等待他再次烧开的时间 他又煎了些毛豆腐出来 最后淋上他特制的料汁 这边又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 这才没多久 饭菜的香味就已经充斥着整个后厨 楚天臣脸上挂住压不住的笑 心里美得不得了 夫人真是太能钱了 感觉我的胃都要被夫人养掉了 见楚天臣这样夸张地说住 糖初遥不免有些好笑 他无语地翻了的白眼 打句道 那是我养掉的吗 那是你本来就掉 他嘴上虽然不停地嫌弃住楚天臣 但手上还是马不停蹄地 将最后一道三鲜汤盛入碗中 好了 可以吃了 走 我们出去吃 唐初遥端住汤丸转过身来 贩子还没说出口 就看见楚天臣手上拿着筷子 已经开始往嘴里塞了起来 嗯 好吃好吃 这么好吃的饭菜 再拿出去就凉了 我可不乐意 就在这里吃吧 唐初遥有些无奈地笑住摇了摇头 把汤放到他面前 好吧 那你慢点吃 这里有汤 就在他们在后厨大块朵一只时 前面客栈大汤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这是什么东西这么香啊 是不是 我就说我没有闻错吧 真的很香 越来越多的客人寻着香味从房里出来 大家不约而同地聚在了大堂 老板 你这儿什么东西这么香呀 就是就是都把我闻饿了 你们这厨房在做什么菜呀 也给我来一份 眼看着这么多人围过来 老板也懵了 突然他想起来什么 一拍脑袋向大家解释 大家误会了 这不是我们这儿的厨子做的 是刚刚有一位姑娘要找我接后厨 想做炖饭 我想这香味儿或许是他弄出来的 把第446章珍珠翡翠芙蓉汤 一听这话 不少人纷纷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但更多的客人能就是馋得不得了 这香味 简直要把他们肚子里的馋虫的勾出来了 突然有一名年轻人提议 老板 要不然你去替我们给他说说 让他给我们留些残羹剩饭的也好呀 说着 他又轻轻抽了两下鼻子 闻着空气中弥漫的香味 不禁感叹道 我还真是从来没有闻到过这么香的饭菜味儿呢 还真是想尝上一尝 此话一出 更多的人也连带的跟著覆意 是啊 老板 你去吧 去吧 去吧 大家都想尝尝呢 老板有些无奈 不过他自己确实也觉得这饭菜的确很香 在众人的再三推举之下 老板还是来到了后厨 他有些愁愁地站在门口 轻轻地扣了两下门 犹豫道 那个 这位姑娘 你做的饭菜真是太香了 其他客人们也都寻着饭菜的香味儿下了楼 他们也想尝一尝你的手艺 老板把事情的前因后果 都跟唐初遥解释了一遍 末了 他有些不抱希望的随口问了一句 这个 女孩你看你方不方便 嗯 唐初遥认真地听完了老板的话 低着头沉思了片刻 嗯 这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 刚好自己也需要先把店铺的名声打出去 原本老板也没抱希望 唐初遥会帮他做些餐点出来 他看住唐初遥一脸严肃的模样 不时还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他觉得唐初遥似乎有些为难 刚要开口说些什么 却被唐初遥打断了 好 没问题 我答应你 就用后厨剩下的这些菜吧 我替你好好招待一下客人 唐初遥的爽快让老板一时没反应过来 下意识微微 惊讶地张大了眼睛 好好 那我这就把这好消息跟他们说去 老板心里也高兴得不得了 转身便快步回了大厅 客人们听到老板带来的好消息 一个个高兴得欢呼雀跃 太棒了 可以大饱口福了 老板真仗义 里面那位姑娘心也真好 客人们一个个早就在大堂里寻好位置坐下了 后厨里不断飘来的香味 让他们口水不停地分泌 肚子也不争气地叫了起来 他们巧手以盼 不时地朝后处张望着 唐初遥果然不负众望 不多时 一道道菜便被摆了上来 蒜香排骨和麻辣火锅鱼的香味 交织在一起 不停地冲击着人们的鼻子 就连拔丝地瓜和珍珠翡翠芙蓉汤 这两道素菜素汤 也丝毫不显逊色 反而衬托得更为精致了 哇 这也太香了吧 彼时菜刚刚一上桌 便遭到横七竖八的筷子抢夺一空 他们嘴里塞得鼓鼓的 左手还拿着抢到的最后一块 蒜香排骨 右手也不忘举起来 竖起大拇指 姑娘 你真是太厉害了 我也觉得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饭菜 我也是 我觉得我前半辈子都白活了 饭也都白吃了 老板刚刚也趁乱 有幸抢的一块拔丝地瓜 吃到嘴里后 他整个人的眼睛都亮了起来 他激动不已 上前想要一把攥住唐初遥的手 却不料被楚天臣眼疾手快挡了下来 老板也没有感觉到任何尴尬和不对劲 仍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 姑娘 姑娘你真是太厉害了 我开客栈这么多年 以前也做过饭馆的生意 还从来没吃到过这么好吃 火候到位的拔丝红薯 他不禁两个大拇指都翘起 来 激动的话都要说不利索了 这样吧 雨海你留下来 我让你做我们客栈的主厨 每个月给你五到十天的休假 至于工资 你理想是多少 我们可以商量 还有年薪奖金 也不是不可以 你还有什么条件可以说出来 我们都可以商量 你放心 我给你的报酬绝对丰厚 老板激动地拍着胸扑道 他真的很希望 能留下唐初遥这个大厨神 看着大家都吃得这么开心 唐初遥也觉得打心底很高兴 他自然也能感受到老板的热情 不过他还是笑着摇了摇头 老板 您的好意我能明白 我也能感受到您的真诚 但是恕我抱歉 我可能无法答应您 老板有些慌 心里想着还要再争取一下 姑娘 若是你还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提出来 我们都可以再商量的 唐初遥无奈地叹了口气 道出了原因 不是的老板 真的不是我不满意您的条件 您开的条件真的已经很丰厚了 是我自己的原因 实话告诉您爸老板 我不是本地人 我家住京城 此番是与夫君来此游玩赏乐的 在这里待不长久 不久便就要回去了 老板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心里涌上一丝失落 不免也表现在脸上 原来是这样啊 那真是太遗憾了 哎 顿了顿 他又忍不住补充一句 也不知是哪家小公子这么幸运 能碰上姑娘这样温柔贤惠 厨艺又精湛的人 还真是便宜探某 听到这话 原本站在一旁当背景版的楚天臣 忍不住嘴角抽了抽 轻咳一声 他强调自己的存在 老板这才注意到 那边脸色已经略微发黑的楚天臣 隐约地想通了些什么 啊 原来如此 嗨 瞧我这眼神 这都瞧不出来 可真是老糊涂了 哈哈 唐初遥也有些不好意思 耳间微微发红 赶忙转移了话题 这样吧 老板 既然你这么喜欢我做的菜 不妨我也给你留下一些生意管道 一听这话 老板顿时来了精神 什么 唐初遥笑了一下 继续说道 我这里有一些做菜的方子和秘制的调味料 不知老板你可有兴趣 老板立在原地沉思片刻 既然留不下这女孩的人 但若是能得知一些她的方子和调味料 想必做出来的饭菜也不会逊色到哪里去想到这里 老板点了点头 当然有兴趣 女孩可愿意卖给我一些 我愿意出大价钱来交换 没想到这老板如此上道 明白了自己的意思 唐初遥便也爽快 一点头从怀中掏出了方子 老板真爽快 这里便是我的秘密食谱了 老板说一遍十一绝不含糊 立刻从账台柜中拿了满满一盒包银子 两人很快就达成了共识 一手付钱一手交方子 唐初遥颠了颠手里的钱袋子 突然又想到什么 从腰包里取出一瓶事先自己调好的十三香 老板 这瓶调味料也送给你吧 此物我给她取名为十三香 凡是饭菜里加了它 香味便更能提升一个档次 老板点头连连 高兴得不得了 从唐初遥手中接了过来 好好好 真是谢谢你了姑娘 老板一手拿出秘密菜谱 一手拿出十三香就往后厨走去 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笑容 几名厨娘原本正在后厨忙活 见老板来了 便纷纷打招呼 掌柜的 是来看看今日的菜嘛 老板点了点头 走过来将食谱与十三香交给这位厨娘 并吩咐道 你照着这个食谱 从上面随意挑一道菜做出来 叫我尝尝味道如何 厨娘接过老板手中的食谱 随意翻了翻 意识有些莫名其妙 但自己毕竟是给人打工的 也就没有多问什么 便照做了 不过在做菜过程中 厨娘也感受到了一些不寻常的地方 这里面有一些调味料的用量 和先后放置的顺序方法 是她以前不曾接触过的 她也感到很好奇 她选了一道糖醋小羊排来做 按照老板的吩咐 在出锅前 她撒上了那瓶名为十三香的调味料 神奇的是 在这料粉撒上以后 她感觉到这香味似乎比之前更优越了 而且整道菜的色香味 都是她以前不曾达到的高度 嗯 味道不错 老板也寻着味儿来到炉台边 看住出锅的菜品 满意地点了点头 她现在面上看住虽然淡定 心里却已经激动得不得了 太好了 有了这份食谱 自己今后的生意又能更上一层楼了 这道菜你们几个人分着吃了吧 我有点事 先出去一趟 话音未落 老板便马不停蹄地出了后厨 来到了二楼客房 她有些激动地搓了搓手 随后轻轻敲了敲房门 唐姑娘 你在吗 可以出来一下吗 唐初遥原本正坐在房间里研究新食谱 听到动静 她便起身将门打开了 原来是老板 有什么事吗 只见老板笑得嘴多喝不拢了 她招了招手 站在身后的小丝手中 捧着一个盖着绢布的精致木盘 她走上前来 举到唐初遥跟前 唐姑娘 你真是太厉害了 我让我这儿的厨子 按照你给的方子 做了倒菜出来 果然做出了色香味俱全的美味菜肴 真是太感谢你了 为了表达我的谢意 这里是双倍的酬劳 请你务必收下 唐初遥这才明白了老板的来意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 骚了骚头 见老板这样热情 她也不好说什么推举 不应若标误